第251章,对你会有伤害吗? 索性在修仙界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有些人更是有一件很好的法衣从未离身。 幸好修真界一个除尘咒永远清爽无比。 苏叶巡并没有隐藏行踪,他的到来苏家所有人都敢知道了,纷纷赶了出来。 看着许久未见的七弟,苏家老大脸上满是激动。 他与七弟应该有数十年未见了吧? 在场最久的也有上百年未见过苏叶巡了。 因为昆仑到苏家的距离实在太远了。 苏家人也不好常常过来昆仑打扰苏叶巡,毕竟是在昆仑地界。 七弟! 苏家一个个都看向了苏叶巡。 此时的苏叶巡脸上相对于平日里柔和了很多,看向了对面亲人们,一个个喊过。 苏家的嫂子们苏叶巡都是见过的。 小时候还未进入昆仑的时候,他们便都已经入了门,因此并不陌生,对他也都很好。 而苏家小辈们真正见过苏叶巡的并没有几个。 就连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苏然然,再见到苏叶巡的时候,也是乖巧又有些怯的喊了声七叔。 苏叶巡脸上虽然柔和了些,但在苏家小辈们的眼中,他那表情便很是严肃。 加上修为等级上的差距,那种大能跟小菜鸟的差别感知便很是明显。 一一分了见面里,苏叶巡出手定然不凡,小辈们欢天喜地。 因为大家都没什么事,又正好在苏叶巡能够到达的地界。 苏家人便在雷霆古森外围停留了段时间,苏叶巡每天都随江乐烟在飞船上。 日子别提多么的惬意了。 苏然然私底下问江乐烟,七审,七叔平常也都是这样的吗? 一开始,江乐烟还有些奇怪。 想了下,笑道。 你猜,苏然然同样乐呵呵地笑了。 正好在雷霆古森内,苏家的小辈们正好直接在雷霆古森历练了起来。 分别的时间中有时,江乐烟随着苏叶巡回了昆仑。 而苏家的因为全部离开苏家太长时间,是时候该回去了。 加上玄天大比越来越接近了,便启程回了洛京城。 回到昆仑万言峰,苏叶巡看向江乐烟,一开始便发现了小丫头的修为一下子长那么多。 在苏家飞船上的时候,她便帮忙压制了一番。 如今回来后,只能让其再入剑种一趟。 要不是地底下有那些封印经常在暴动的话,剑种真的是一处很好的历练之地。 进入剑种后,对于里面凌厉的剑风变得更加大的情况,江乐烟已经见怪不怪。 有了前面的经验之后,走过剑种虽然难受,但总体来说却并不是非常的难。 只不过,一出剑种江乐烟便再次瘫到在地。 原本以为如今的修为上去了,情况应该会有所好转的。 没想到,情况完全没差。 不开心。抱着江乐烟,苏叶寻看透了小丫头的想法,忍不住心中一阵好笑。 就是奇怪修为上来了,至少我应该是有力气可以走回去的。 怎么就像泄了力气一般,每次都需要苏叶寻抱回去。 不过江乐烟也并不是纠结的人,直接被苏叶寻抱回去也挺好的。 剑种可以根据你的修为调控。 所以,每次情况是一样的很正常。 江乐烟也想到了这一点。 她问了个傻问题,最后窝在了苏叶寻的怀里,有一句没一句的与她画着加长。 再次泡在桶里,因为有炼丹师的基础,江乐烟辨认出了药狱中的成分。 这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可都是好东西啊。 虽然还是会害羞,但是却比以前自然多了。 她依然泡着药狱,苏叶寻在一旁看着书。 想到苏叶寻每天那么辛苦地压制剑种下的封印。 这次,她要是在剑种之下,契约融合万妖令。 虽然系统说没事,但却还是有些担心的。 她该不该听从系统的话? 心里万般纠结的江乐烟,使得系统都看不过去了。 这人一旦涉及了自己在意的人,便总是犹犹豫豫的。 以前可是很是爽快的人。 宿主放心,保证绝对没问题,我不会自掘坟墓的。 要是攻略对象出问题了,你是她签订红色玉配的道理,定然也活不了。 你想啊,我跟你绑定的,要是你出问题了,我定然也是不能幸免的。 所以安了。 或许是江乐烟发呆有些正正的,苏叶寻敏感地问道,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特地检查了下,发现并没有哪里有问题。 但看小丫头的表情不对劲,还是等着她自己说。 此时江乐烟因系统的话安定了些。 相公,我有样东西需要到剑种下面去契约才可以,行吗? 苏叶寻敏锐地感知到了什么,问道,是跟妖族有关的吗? 除了跟妖族,跟封印有关系的一切,不然不可能需要到剑种下面去。 而且,若是其他的,小丫头并不会这样犹犹豫豫的。 是,我查过,并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系统说的话很有道理,而且那么久了,系统并没有坑过她,所以她愿意再信她一次。 她有一种预感,最坏的情况便是她被吸入妖族境地。 江乐烟想到的事情,苏叶寻也想到了。 上次在剑种下面练习异能的时候,便是那般直接被吸进了妖族的地方。 这回还是剑种下面是不是跟那个也有关系? 系统,你说签订了万妖令,我会不会被吸进去妖族境地? 那个地方她并不觉得害怕,但她最担心的便是,进去了是不是便出不来了? 还有,这个万妖令跟妖族的封印是不是也有关系?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弃约,或者以后再弃约。 妖族的好坏她并不知道。 要是到时真的不小心将那些妖族放出来了,那她便是罪人。 苏叶寻这么多年都在努力维持着封印,她真的怕酿成大祸。 宿主真的不用担心,会不会被吸进去妖族境的这个不好说,但只要有万妖令,你便可以随意出入。 以后要是意外被吸入了,说不定便可以自己回来了。 妖族的那些也需要安抚,天外天的很多都等不了,纷纷苏醒下界来。 要是妖族那不及时安抚的话,她最担心的便是天外天的大问题,还没解决三界便已经大乱。 不会给攻略对象带来麻烦的。 你签订了万妖令便能够控制那边,今后苏叶寻控制起封印也便会更加的容易。 在系统极力的解说下,江乐烟最终放下了所有的顾虑。 苏叶寻看着小丫头,心里明白她身上定然有她不知道的秘密,但她却要求在保证安全无虑的情况下。 因此问道,对你会有危险或者伤害吗? 第252章,禁妖剑。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系统担心又有变故,急忙告诉江乐烟,这件事要是在退后,她真的担心会大乱。 妖族那些人再没有一个人来压制的话,估计会出事的。 要知道,妖本性凶残,那些人还个个都是当初宿主手下的猛将,过去了数十万年,那些人被关久了只会更加的残忍。 但妖族的那些人却是最听宿主的话。 要知道,大难临头妖族的人最是好安置,有些大妖甚至担心自己耐不住冲出来惹祸给宿主带来麻烦,主动要求锁了起来。 于是,妖界有了个大囚龙,却也有觉得自己可以没被锁起来的,却也有封印,但却像如今都每日受不住的攻击结界。 岁月最是魔人,妖族的凶性被激发出来了,魔族更是在当年的另一次大难中彻底改变。 如今天外天的人们纷纷苏醒下界,只希望一切不会变得太多。 不会,心中有预感,而且选择了相信系统,那么它便不会再改变。 既然不会那便去做,只是你必须保护好自己。 苏叶旬最担心的便是,小丫头再像上次一般被吸进腰界去。 会保护好自己的哦,要是像上次那样的情况发生相公不要担心,我有办法回来,而且保证绝对安全。 说完姜乐嫣感觉,估计她家苏叶旬更加担心了。 苏叶旬宠溺地摸了摸姜乐嫣的脸,好,遇上什么事,你用结缘玉佩与我说一声,正常结缘玉佩都能通。 嗯……休息了两天,待姜乐嫣体内的灵气终于稳固下来的时候,在苏叶旬的带领下, 姜乐嫣来到了剑种下。 当着苏叶旬的面,姜乐嫣取出了那两块万妖令碎片,苏叶旬有些惊讶,却又好像并不奇怪一般。 自从小丫头说了之后,她心里便隐隐猜测与妖族有关,加上最近记忆老师出现一些其他的画面, 她并没有反对小丫头进行节气。 鲜血低落,万妖令发出墨绿色的光芒,将姜乐嫣整个人也笼罩在了里面, 两块令排在鲜血的作用下渐渐融合。 待光芒散去的时候,姜乐嫣惊喜地看向苏叶旬,原本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结果还是她太单纯了,在接过那块完整的令排后,她整个人好像被什么吸引了一般, 一股犀利将她强制吸引了过去。 苏叶旬大惊,想要去拉姜乐嫣却怎么也拉不住,令排发出的绿光直接将她挡在了外面。 姜乐嫣心里更是惊讶,虽然也是担心,却还是笑着对苏叶旬道, 相公别担心,我去去救回,要是遇到危险,我就用那个替身娃娃。 说完,姜乐嫣便在原地消失了。 傻丫头,有些地方替身娃娃并不一定能够使用的。 苏叶旬心里满是担忧,手中出现了一个看似命盘的东西,不同普通的命盘, 它上面显示生命的情况更加明确,若是受伤了也会跟着波动。 就在姜乐嫣融合万妖令的那一刻,整个妖界都轰动了,天空中妖气大盛。 数十万年以来,死寂一般的妖界,好像突然冲入了活力一般,整个妖界的气息都变了。 原本努力试图冲击着结界的大妖们,在感知到了那骨子气息后,全部停下了原本的动作。 熬出赤红的毛子,在这一刻,突然变得异常的清亮。 主上回来了,主上回来了。 无论是大妖还是小妖们纷纷大吼,那声音带着对主上的欢迎,也有对未来的期待。 多少年了,他们终于看到希望了。 整个妖界的生物也随着那些光芒的大盛变得异常妖艳。 在外面的大妖们见那么久了,还没有动静,纷纷朝着那座巨型的天牢看去,下意识地朝着那边赶去,生怕下一秒见不到主上的身影。 甚至担心晚了这一切都是泡影。 而整个妖界的变化在天牢内的众妖也明显察觉到了,清醒着地发出欢喜的聚吼声。 那声音里带着骚动与欢喜,还有甚至喜极而泣,哭得异常的难听,却也各个真情流露。 原本睡得正香的老红头还未睁开眼睛便暴躁地骂道, 刮娃子,你们又在发什么疯? 突然又马上意识到事情好像不对,急忙睁开眼睛,看到了空气中的变化。 闻着不大一样的气息,老红头也忍不住跟着吼叫了起来。 那声音别提多么欢拖了。 正在众人欢喜不已的时候,一道清冷中却有着温和的声音在此时响了起来。 你们这样疯不怕把主上吓跑吗? 主上这次好像是转世重来。 记不记得他们都还不知道。 老红头笑声瞬间戈然而止,要笑不笑地憋得慌。 玄铁声再次响起,这次整个天牢中的腰都朝着龙友的位置看去, 希望看到那风华绝带的身影,毕竟上次也是出现在那的, 可是看了两久都没有出现什么。 一直沉睡着的龙友在此时也醒了过来, 神采奕奕地看着周围的变化,脸上看上去有些平静, 但内心却是异常地紧张,急切地想要确认真的是主上回来了。 当江乐烟感觉身上那骨子吸扯之力消失的时候, 看向周围心里已经非常地淡定了, 就知道会再次来到妖族。 待看清周围的环境时,江乐烟瞬间愣住了, 这周围一个个的大眼睛望着他,或猙獰,或诡异,或沉静。 真是精彩非常。 虽各个外貌看上去凶神恶煞的, 但江乐烟意外地并不觉得害怕, 甚至觉得在这一个个表情中都在极力地控制着, 不让自己看上去那么恐怖。 突地的一个巨大的蓝色龙头朝着他靠了过来, 嗅了嗅,甚至舔了下。 江乐烟瞬间僵在了那里, 动都不敢动。 系统这是妖界吧? 出来咋到,并不知道具体情况, 只能寄希望系统能够帮忙解惑了。 是妖界没错。 系统心里满是庆幸, 还好,还好这些妖族巨头都还算清醒, 要是真的失去了理智, 那么宿主在契约万妖令就完全来不及了。 叮! 翻身做主人,我超强, 请宿主救出所有天牢中大妖, 并收服他们,带着他们越狱。 成功奖励成长礼包一次, 失败攻略对象将接受雷批惩罚。 突如其来的任务, 还有不同的惩罚对象令江乐烟为之一论。 为什么雷批的对象变了? 要知道, 苏叶寻如今的修为最适不适合引出雷劫。 若是真的雷劫下来, 那离大县真的不远了。 第253章 万妖令传承 想到这里, 江乐烟心中一慌, 加上如今他在不同的阶层, 要是苏叶寻真的被雷劈了他也是不知道的。 这样宿主便更有动力完成任务。 感受到了宿主的担心, 其实系统是想提醒宿主没关系的, 并没有时间上的限制, 但想想又没说, 有压力才有动力。 江乐烟心中将系统骂了个狗屑临头, 为了雷电不劈到苏叶寻, 他并没有再多想其他, 看向每个囚龙中都有着一定的束缚, 那些坚韧程度他敢肯定并不是他能够轻易处理掉的。 蓝色的巨龙头终于撤走了, 但是蹲在那静静地看着他, 好像在等着他反应一般。 四周一片寂静, 所有大妖都直愣愣地看着他。 过了一会儿, 在龙友下方的火雀忍不住问道, 怎样? 什么情况? 是主上回来了吗? 他开始有些抱怨当初为什么要考虑到睡得舒服, 不被别人影响了睡眠, 而特地下了隔绝的阵法。 江乐烟疑惑地看向了外面, 手放在了栏杆上, 发现上面竟然有阵法, 那阵法的程度个个都是高阶阵法。 即便他有月仙机的传承好像还不够打开, 龙友见主上并没有与他说话, 而是去看那些困住他们的栏杆, 担心下一刻主上直接破门而去, 急忙地想要开口, 可却因为太久没有说话了, 愣是一句话都没能说出来。 努力了两久, 沙哑地犹如生锈机械发出的声音一般, 主上, 这声音令龙友自己听着都难受。 正促眉看着周围阵法的江乐烟听到这个声音, 下意识地看向那巨型蓝龙, 见对方也同样看着他, 疑惑地问道, 你是在喊我? 周围也没有其他人, 这么近, 不可能其他囚龙里的。 江乐烟确定这巨龙喊的便是他。 眼前女子的回答令龙友愣了下, 突然想到, 主上可能是因为转世的原因, 已经没有当初的记忆, 声音带着无尽撕裂式。 这一下反倒是令江乐烟愣住了, 主上的意思很是明确, 这个身份相当于他们的头, 他并非妖族, 竟然可以成为他们的头。 可能吗? 系统, 是因为我契约了万妖令的原因吗? 可是心里却又隐隐有着一个声音在提醒着他, 并不是的, 上次没有契约万妖令的时候, 他便已经来过了这个地方, 只不过, 那会他被苏叶荀及时地带回去了。 难道他前世试妖? 系统极力地怂恿他要契约万妖令, 这一切的一切, 感觉好像有着一张巨网正朝着他笼罩而来。 是, 系统也并不准备骗姜乐烟, 直接承认了, 但也不全是, 万妖令只不过是让你跟妖界有了联系, 你本来便是他们的主上。 这些桀骜不驯的大妖, 是不可能随便认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普通人为主上的, 即便是其他人契约了万妖令他们也不会认, 甚至可能想尽办法杀了对方, 将契约机会留给真正的主上归来。 别看眼前这位龙友乖顺得很, 当年在三界可是所向披靡的存在。 系统的话, 令姜乐烟有一瞬的正乐, 本来便是他们的主上是什么意思? 过了重云峰的七桥玲珑桥之后, 他恢复了这个世界的记忆, 知道了自己便是这个世界上的原生居民, 从一诞生便是姜乐烟, 如今告诉他自己还有另一重身份, 是妖界的主上, 这样就有点超出他的记忆范围了。 知道宿主早晚会知道, 系统再次说道, 确切地说你是他们的主上转世, 但你的那些记忆还没恢复。 行吧? 听着这意思, 是不是以后有可能那些记忆也会回来? 虽然只是猜测, 系统给了他确切的答案。 是的, 姜乐烟认命了, 虽然心里有着不可思议, 还有更多疑惑, 但他的性格如此, 并不会太过纠结。 如今万妖令已经契约了, 他也被传送到了妖界, 系统任务更是下达了, 要是没有完成任务苏叶寻必要挨雷批, 一切的一切, 他都只能如此, 他很识实物。 可是这些玄铁灯阵法, 并不是我能够解开的。 你这是让我长期留在妖族, 跟他们相伴的打算吗? 剑宿主没有反对这一切, 系统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要是宿主直接撂挑子不干, 那他估计这一切真的完了。 幸好, 幸好, 担心去了之后, 系统说话也轻松了些, 更是不予余力地讲解到, 万妖令上也有传承, 你只要将神识进入到其中, 便能够继承那些传承, 这些阵法跟玄铁的解开方式都有。 鸡贼的宿主, 以前性格变懒, 当初便极力往各处色传承, 这个万妖令中的, 他是知道的, 不过传承旁不旁大, 他并不知道详细的。 经过上次, 宿主偷偷让魁方帮忙守护的那些东西系统, 此时也是慌得一批, 只希望万妖令中宿主, 当初没有自己偷偷加料。 在系统忐忑的心情下, 将乐烟盘腿而坐, 直接取出了万妖令, 神识进入到万妖令中, 一股传承之力袭来, 脑袋胀长得, 但却并不难受, 陌生的知识, 缓缓地进入到他的脑海中。 龙友见江乐烟并没有跟他多说话, 而是直接取出万妖令坐在地上, 眼里带着笑意, 心里满是欢喜, 直接传音入密, 对其他大妖说道, 主上正在闭关, 你们安静点, 别打扰到主上。 万妖令中有传承, 而且还仅主上才能够得到, 这第一点众大妖是知道的。 如今江乐烟虽然不记得他们了, 但是却能够进行传承, 所有大妖心下大定, 真的是主上回来了。 主上能够回来, 即便在关上一段时间, 他们也是无所谓的, 他们等得, 也信主上。 在进入传承之前, 江乐烟特地发了消息, 告诉苏叶巡自己很是安全, 并没有什么危险, 只是遇到了传承, 等结束后才能够回去, 让他不要担心。 在外面焦急等待的苏叶巡, 收到消息的时候, 这才多少放下心来, 下意识地看向了后方的妖族结界, 不知为何他有种感觉, 小丫头便在里面, 他想要进去的话, 其实是能够的, 但既然是安全的他便在外面等着, 有些时候, 需要小丫头自己去面对。 妖族天牢内所有的大妖, 都安静地等待着, 龙友望着那似曾相似的容颜, 眸子里满是欢喜与如沐之情。 主上, 你终于回来了, 龙友等了你好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整个传承过程缓慢进行着, 并没有红艳老头传书传承的时候那般难受, 只有细水流长, 甚至每一点传承都快速地被他吸收。 第254章, 能解开吗? 天牢外面的妖族们, 一个都进不去天牢内, 这里被镇法阁绝成了两个不同的事件。 站在外面, 实力较为强大的大妖, 明显地感知到了万妖令的波动, 激动的心情在起, 畅快的大吼声令后面的小妖们, 也跟着振奋了起来。 主上回来了, 整个妖界都陷入了欢喜中, 在众妖的期盼中江乐阴缓缓醒来, 脑袋还有些嗡嗡地缓不过进来。 东西有点多, 大到如何通过万妖令来控制妖族, 每一个大妖的具体情况, 小到妖族的一草一木。 镇法传承更是将月仙机没有的部分都给补齐了, 锻造之数也不少。 这一波传承下来, 他都不需要自己去了解妖族, 便可以直接将他们治理的服服贴贴的了。 龙友担心地看着江乐阴, 连脾气暴躁的老红头都安静地看着江乐阴的方向。 这么多大妖里面, 要真算起来, 宫英跟老红头的修为最高。 因此, 这些神石上的隔绝, 完全是隔绝不了他们的。 龙友所在的位置, 如今什么状况, 他们完全看得清楚。 江乐阴缓了缓, 这才有回到现实的感觉。 再看他此时的修为, 整个人都不好了, 恋须大圆满, 这比昆仑掌门葛华海都要高了。 好不容易压制下来的修为, 竟然直接又来了个大跨越, 别人每天都在为修为长不上去发愁, 他却每天担心长太快, 道师大线来得快, 天外天若是没有开启, 那他都直接大线到, 人也随风飞散隔屁了。 瞧着丹田内的灵气, 隐隐还有更上一层的趋势, 江乐阴急忙用苏叶荀教他的方法压制。 深深叹了口气, 真是甜蜜得负担。 系统也暗暗输了口气, 刚要不是他控制得及时, 宿主直接飞升都有可能了。 瞧瞧他如今长成参天大树的模样, 便可知宿主当初暗藏在万妖令中的东西, 绝对不简单。 就知道这鸡贼的定然有私藏, 没想到这是直接想要一飞冲天的架势。 他先存着吧, 改日需要用到的时候再给宿主, 至少倒是冲破天外天封印的时候必然是需要的。 殊不知系统还是太年轻了, 平常的传承上他都能够这么鸡贼的夹带私货, 冲破天外天封印这么大的事, 他家宿主怎么可能什么也不做呢? 这边将乐烟看向了困住蓝色巨龙的铁链, 玄铁链的破解方法刚在传承中有相关的记载, 如今炼虚静的它破解起来会更加的轻松。 当然, 这种并不是修为越高越容易破解了, 不然也不可能囚禁得了这么多实力强悍的大妖。 要知道这些可都是足以在天外天横行霸道的存在。 你站着别动, 我帮你解开玄铁链。 面对主人温和的声音, 龙友同龄般的眼中瞬间泪眼朦朦, 泪水不断哗哗地流。 龙友下方求是的火雀急忙喊隔壁的大鱼, 臭鱼, 赶紧的, 赶紧的, 我又要被淹了。 原本不知道怎么安慰龙友的江乐烟, 在听到火雀的声音之后, 忍不住扑斥一声笑了, 被眼泪淹了的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他很快便急忙压制住了笑意, 虽然没有记忆, 也感知不到对方的情绪, 但这样笑出来却蛮是不厚道的。 看向眼里还挂着泪的龙友, 江乐烟尴尴尬地说道,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妖族就是这点好, 对于自己人, 他们从来不介意, 但对于外人来说, 却绝对最是小气的。 见江乐烟笑, 龙友完全不在意的, 甚至见主上笑了, 还有些开心, 没事的, 就是能再次见到主上, 属下高兴。 江乐烟不知如何安慰他, 此时并不害怕对方, 甚至心里有种直觉, 对方完全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 走了过去, 抱住了龙友的大脑袋, 轻轻地抚摸, 虽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让你们久等了。 妖族的事, 万妖令中多少有记载, 具体他们为何会在这里, 他并不知道原因, 但却知道这些都是为了他才甘愿, 被关在这里的。 被主上摸脑袋, 龙友整个龙身都舒服地趴在地上, 看上去非常的安静, 眼睛甚至闭上了, 有点享受。 这可极度坏了, 其他看得见情况的大妖们。 主上, 你如今有办法帮我们出去吗? 暴躁的老红头, 有点看不过去, 龙友那撒娇的娘们气, 直接开口打断。 虽然有着万妖令的传承, 但冠主上如今的修为是真的低。 他虽然也知道, 破解这些都需要旁门左道, 有了传承概率上便能提高。 但是以前, 他们忽略了一件事, 话说这一世主上那些旁门左道有天赋吗? 要是没有天赋, 他们是不是都得完蛋在这里? 想想就吓人得很, 心里那个忐忑哦。 我先试下, 传承上有相关的方法, 虽然理论上会了, 但却要实践了才知道到底行不行。 得到姜乐烟的回答, 老红头单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这是那些旁门左道会的意思了, 会变形, 这样他们才有希望。 无论等上多久, 他们都没有任何怨言。 此时所有大妖都安静了, 就连龙友都趴在那不动, 等着姜乐烟下一步动作。 姜乐烟来到了玄铁链旁边, 入手庆凉, 一股冷意直击而上, 使得他忍不住浑身一抖。 冷吗? 这样的温度竟然经受了数十万年之久, 看来他欠他们粮多, 这份恩情, 这份信任。 若是他当初拒绝了系统的提议, 不契约万妖令的话, 是不是他们便得在这无穷无尽的囚禁中, 被关到有一天, 他真的想通了过来帮他们出囚牢? 系统, 这座天牢里的东西, 其他人能解开吗? 虽然宿主没有说得很清楚, 但系统却是明白, 他想知道什么的。 不能, 这些大妖的性格一向如此, 若不是你, 他们会直接抹杀了契约万妖令的人, 等到你来为止。 而且, 万妖令中的传承, 也只有你能够传承, 解开这一切的, 也只有你可以。 假如宿主没能真的转世成功, 回到这个世界, 那么他估计这些大妖们, 宁愿直接被关到消散世间, 宿主对于他们的特殊性, 谁也替代不了。 龙友愣了一会才知道, 江乐燕问的是什么, 温生回答道, 不冷。 唯有这样, 才能够压制体内妖性, 让他保持冷静去沉睡。 第255章, 憨憨大年。 江乐燕有一瞬的哽咽, 沉默地观察起了玄铁链上的阵法, 上面很是完整, 想要破解并不难。 手中出现了罗伏笔, 灵力开始流转, 朝着玄铁链中的阵法涌去, 随着灵丝的流转, 玄铁链上的阵法光芒四起。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汗水从额际滑落, 周围的大妖们, 纷纷望向了江乐燕, 氛围非常的紧张。 轰的一声, 玄铁链硬声而断, 龙友下意识动了洞原先被绑住的脚, 完全没有束缚的脚顿时有些不适应。 消耗有点大, 江乐燕坐了下来准备歇息会。 幸好妖界虽然封闭了, 但多少还是有些灵气的, 加上他空间中的补灵丹不少, 完全不用担心出现灵力缺乏的情况。 主上, 你还未寻到复渊吗? 看主上手中的伏笔并非以前那只, 等级上也相差很多。 若是有复渊在, 定然不需要这般费劲的。 听到复渊的名字系统, 心里有着哀伤, 他当初确实惨。 虽然如今罗伏笔这次, 在宿主的修为上涨之后, 也跟着升级了, 但是相对那复渊来说, 确实相差地别。 江乐燕有些疑惑, 却不知为何莫名地有些伤感。 系统, 你知道他说的复渊是什么吗? 你以前的伏笔不过已经碎了, 若是有机会回到天外天, 说不定能够寻到他的残片。 在那场浩劫中, 复渊最是惨烈, 连本体都破碎了, 只希望等到那时, 宿主还能够修复好复渊。 若是不能, 与如今的罗伏整合, 说不定也是可行的, 正好这支伏笔还未衍生出气灵。 听系统的意思, 江乐燕明白了, 他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前世精神。 因为有了现代来到这个世界的经历, 即便有什么前世精神的他, 也并不觉得奇怪。 你有办法寻到他? 心里的伤感令他坚信, 这股感情估计唯有真的寻到了那些残片, 才能够消散。 你够兑换次数的话是可以的, 不过这得天外天开启后才行。 那些残片的位置, 他也只知道部分, 等到了天外天, 希望能够全部寻到吧。 复渊的牺牲有目共睹, 若是可以他也希望能够全部寻回来。 有了系统的答案, 江乐燕心中安定了很多, 对龙友说道, 听说他碎了, 等天外天开启, 才能够寻回来。 龙友愣住了, 嘴里尼喃道, 碎了, 碎了, 若是碎了, 那么便证明主上当初经历了一番苦战, 甚至非常地惨烈, 不然复渊这个主上得力武器的存在, 怎么会直接破碎了。 当初在天外天即将封闭之前, 妖族是被主上先安排好的,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一概不知。 突然龙友有些心疼主上, 面对已经失去了记忆的主上, 龙友又瞬间不知说什么了。 没事, 但以后天外天开启我再将他寻回。 定然寻回, 心里满是坚定。 在龙友心里并没外界人对天外天高不可攀的心理, 对于江乐烟说的, 今后开启天外天的事也不觉得多难, 心里还是有些开心的, 觉得这是小事。 休息够了, 江乐烟再次起身朝着射了阵法的栏杆走去, 他如今练虚境, 拥有了一定练化虚空的能力。 栏杆若是没有阵法在的话, 他定然是能够直接出去的。 上面的阵法相对玄铁链上的简单了些, 主要起到双向防护的作用, 一个估计是担心龙友跑出去, 另一个便是防止外面突然有情况, 伤害到了龙友。 这样的情况, 龙友也便比较可以放心地沉睡。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栏杆甚至可以说, 链接整个囚师的阵法破解起来相对更加地容易了。 只过了不久, 江乐烟便将整个囚师的阵法解开。 在阵法消失的那一刻, 龙友直接化作了人形, 那模样带着龙族特有的杨刚宇俊美, 脸上满是惊喜。 正休息的江乐烟看向龙友有一瞬的震愣, 他都忘了妖能化身了。 幸好龙友化身后, 身上穿着法衣的, 不然就事情大条了。 他虽是色女, 却也有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特殊情节, 认定了苏叶寻, 连看别人光着的躯体都会觉得有罪恶感。 龙友激动地走了过去, 在江乐烟面前跪了下来, 行了个妖族最大的礼。 主上! 你做什么? 快起来! 江乐烟想用灵力将其拖起来, 可惜实力上的悬殊好像并不能, 随后也便放弃了。 主上! 谢谢你能来! 这么多年来, 每天都在沉睡中度过, 但他无时不刻都在想着这一天的到来, 他也曾经怀疑过, 要是主上再也回不来了怎么办? 可他不敢多想, 他害怕。 最后, 江乐烟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安慰, 没事了, 都过去了。 龙友并没有多耽搁, 江乐烟很快便进行了下一个, 所有大妖都安静地等待着。 江乐烟从左边开始, 因为有了解开龙友的经验, 再解开其他的倒是快速得多。 每一个大妖球室内都布置着一个双向防护阵法, 脚上绑着玄铁链, 有的一条不够, 甚至手脚都绑上了。 在江乐烟的目光下, 那大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 安全起见, 安全起见, 我怕自己受不了跑出去。 虽然说得云淡风轻的, 但其中的艰辛江乐烟却能够明显地感知到。 每天但愿自己受着如此的折磨, 也不愿让自己发狂出去, 成为祸害给他们的主上惹麻烦。 说实在的, 如今虽然没有记忆, 但他们的这份情他却觉得无比的沉重, 也庆幸自己来得及时, 在他们还没有真的发狂, 甚至没有被关到灰飞烟灭的时候来了。 若真的被关到发狂, 灰飞烟灭的话那真的太不值了。 江乐烟真诚地说道, 谢谢。 那在江乐烟面前, 原本笑得有些傻的大傲, 在江乐烟如此慎重地说出这个词后愣了下, 笑得满脸欢喜, 有些憨憨地摆了摆手说道, 没事, 没事, 我应该做的。 说完, 大妖好奇地看向江乐烟, 主上,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 你可以喊我大年? 好的大年。 他确实不记得了, 但在刚进来的时候, 大年是录着本体的, 他很明显地看出, 眼前这位长得五大三粗, 说话有些憨的男子, 本体是只毛绒大雄, 那暴力程度绝对不容小觑。 接下来解开了几个之后, 江乐烟发现阵法变了, 只能坐下来, 根据传承再次进行研究, 他猜测, 这里所有的阵法, 估计将传承内所有的存在都过一遍, 待他解开这里所有的一切, 估计传承内的浮阵, 也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第256章, 炼制妖族丹药。 显然江乐烟猜测得不错, 没解开几个阵法便换了, 随着对传承浮阵越来越熟悉, 江乐烟解阵法跟玄铁链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了。 那些已经被解开了的大妖各个恢复了人形, 纷纷坐了下来恢复着实力。 外面的妖力源源不断地飞进来, 整个天牢上空妖气都快形成实质化了。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 当轮到老红头的时候, 他感叹了一声, 终于出来了, 谢谢主上。 那暴躁中, 却又异常真的性情, 使得江乐烟会心一笑。 这位的实力可以明显感知出妖力非常的狂躁, 强劲程度估计在众多大妖里面, 估计排名靠前的了。 感慨完老红头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己的上方, 那里幽兰的光明灭灭灭, 好似预示着其主人本身的状况并不好。 老红头大惊, 急忙对江乐烟说道, 还请主上救救宫英。 宫英实力最是强悍, 可是为了控制理智, 却也消耗良多, 上次辅助龙友恢复神志之后, 消耗就更大了。 他都担心, 要是主上没有这个时候过来, 宫英估计都快要放弃活下去的机会了。 江乐烟顺着老红头的方向看去, 感知到上方的阵法更加的强大。 如此力度, 是他解开所有阵法中最是强大的。 这足以证明, 上面的大妖比之前那些还要强大。 老红头如此紧张, 江乐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没有耽搁, 便开始解上面的阵法。 龚英所在囚牢的阵法, 确实比较难。 江乐烟费了好大的劲, 总算是将阵法解开了。 这一次, 他完全顾不上休息, 直接踏破虚空, 穿过了天花板, 进入到上一层。 如今, 他可踏破虚空, 但距离并没有苏叶循那么远, 却也足够用了。 刚进入到龚英所在的囚室中站定, 一名白衣男子直接朝着他道来, 身上的玄铁链发出哗哗声。 江乐烟吓了一跳, 下意识伸手去扶住。 迷蒙间龚英看见了日思夜想的人, 此时的他非常的虚弱, 在这一刻, 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了那冰冷的神情, 看着江乐烟扯出了某笑意, 主上你终于回来了, 竟然我等到了。 室内只有他扶住晕过去的白衣男子, 江乐烟明白此人便是龚英, 顾不上此人刚怪异的话, 跟欣慰的神情, 看着昏迷的龚英, 他急忙将人放在了地上, 开始解他身上的玄铁链。 令江乐烟压抑的是, 龚英玄铁链上的阵法, 除了防止他脱离的作用外, 还有抑制损耗他修为的作用。 迅速地解着阵法, 心里想过无数次, 为何龚英的阵法会是消耗修为。 其他大腰的链条大多都是带着警醒的作用, 使得他们不至于丧失了理智。 脑海里更是浮现关于龚英的消息, 可惜他并不知道龚英的本体是什么, 因此无法对号入座。 有了之前的经验在, 这次龚英的阵法虽然更加地厉害, 但江乐烟还是快速解开了。 此时老虹头顾不得休息, 直接跟着上来了, 再看到龚英倒在地上后大惊, 龚英。 探查了下, 发现龚英此时气息非常的弱, 心里叹息, 这又是何必。 他其实明白, 龚英之所以会这般是等太久了, 等不来主上他心里慌。 宁愿死了, 再次转世, 说不定可能寻到主上, 这样还能够陪着主上一起成长。 龚英心里的想法谁都不说, 平常看上去蛮正常的, 可却并不能瞒过他。 幸好主上来得及时, 可如今这般的龚英比死了还惨。 在场的妖族炼丹师, 除了龚英自己, 其他的都在外面啊。 焦急之下, 老红头对江乐烟说道, 主上, 如今唯一的办法, 便是赶忙解开天牢的结界, 外面有妖族的炼丹师, 可以治疗龚英。 可是那结界比里面的还要严实, 依主上如今的实力, 却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的。 龚英不知道, 来不来得及。 江乐烟一愣, 炼丹师。 看向龚英, 江乐烟直接释放出灵丝, 根据龚英的情况, 在红彦师傅的传承中, 正好有一位丹可以解。 之前听从系统的怂恿, 有坚持用丹塔进行练习。 它的空间中正好也都有材料, 如今只能临时试试了。 走到一旁, 江乐烟直接取出了经年炼丹炉, 手中同时出现了相关的妖族药草。 在江乐烟炼制丹药的时候, 天牢中的大妖们纷纷惊讶地朝它的位置看去, 艳阳与幽冥神火, 它们都是认识的, 那是主上以前的本命火焰, 对于它们来说并不陌生。 可是用艳阳与幽冥神火进行丹药炼制, 却是从没有过的。 要知道, 它们主上什么都厉害, 符文阵法, 武器锻造等一系列能力都不错, 在丹之一道上却有些匮乏。 也并不是不会, 但如红艳老头说的一般。 主上若是早些遇上他的话那么丹之一道上的能力, 定然不止如此。 只可惜, 让主上在拜红艳老头为师, 他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如今主上取出妖族的药草, 很是显然是要炼制妖族丹药。 主上可以吗? 虽然心里带着疑惑, 但老红头并没有去打扰, 而是静静地守护在一旁。 因为在丹塔中他已经练习过无数次, 所以, 现实中开始炼制的时候并不难。 人命关天又是危急时刻, 将恶烟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并不刚携带。 需要的妖族丹药很快便炼制完成了, 或许因为这次非常的注重, 精神高度的集中, 炼制出来的丹药直接便是极品, 还一下子出现了三颗。 这可惊到了老红头, 将恶烟直接朝着宫英走去, 将丹药喂了一颗下去。 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宫英的方向, 希望宫英能够转位为安, 并没有让大家等太久。 但要下去之后, 宫英的气色便明显好了很多, 没过一会儿宫英的眼慢慢震了开来。 将恶烟输了口气, 幸好有效果, 妖族的一切都是根据传承, 完全没有实践过, 如今有效果是最好的。 林丝再次探了下宫英的情况, 发现好转了很多。 将装着剩下的另外两枚妖族丹药瓶子, 塞进了宫英的手中。 休息下, 体内的要效果了再吃, 听说你也是练丹师, 怎么用你应该都知道吧? 眼前的一切感觉好像很是不真实, 宫英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见宫英已经差不多了, 将乐烟便起身继续解其他囚牢的姐姐去了。 老红头拍了拍宫英的肩膀, 随后便回到了下方自己原本的囚牢中恢复去了。 正愣地看着手中的丹瓶, 宫英抬头看向了那道忙碌中的身影, 眸子里充满了暖色。 第257章, 定然要出来的。 主上, 能够等到你回来, 真的太好了。 看了一会儿, 宫英便没有再看, 闭目开始修炼了起来。 既然主上回来了他便要尽快地恢复实力了, 今后的事还多着, 谁也不能欺负了主上去。 十万年前的事, 为了主上他忍了, 这次他不会再忍耐。 将乐烟感知到了宫英的位置, 妖力旺盛, 看来那丹药真的有效果, 这样他便不用担心了。 整个天牢的囚室还是蛮多的, 将乐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去解。 按囚室的情况来看的话, 估计就宫英的修为最是强悍, 老红头的也是不错, 龙友, 老年, 火雀, 天方与几个实力也是属前面些的存在, 其他的他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都是不错的, 这里都是妖族大能的存在, 要是出去外界也绝对可以让外面震上一震, 说不定如今大陆上都没有他们的对手。 解完了所有囚室江乐烟直接摊在了正中央广场上, 望向了前方大门的封印, 这时他才意识到系统好像没有限制时间。 幸好没有限制时间, 不然真的会累死。 龙英跨越虚空直接来到了江乐烟的旁边, 蹲下身看着他, 主上是在为解开大门的封印发愁。 身边无声无息突然出现一人, 江乐烟着实吓了一跳。 幸好妖族这些人对他的忠心完全不用怀疑, 不然以他如今跟妖族众人的修为差估计直接被秒了都不觉得冤枉的。 你有办法。 江乐烟也坐了起来, 好奇地看向了宫印, 其实他休息下再去解封印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比较费时而已。 主上无需这般费劲的, 大门的这个封印除了主上外还可以结合众妖之力, 这样会快速得多。 江乐烟想了下, 记载中好像也有写道, 结合众妖之力引入阵法, 他在借机进行破阵, 这样会更加的轻松。 看向了都还在恢复中的大妖们, 江乐烟看向了一旁的宫印, 你恢复好了。 刚还要死不活的, 如今这状态真是天差地别, 有些好奇宫印的本体是什么? 不过好奇归好奇, 他并没有直接问。 恢复了些, 等下帮忙解开封印, 绝对足够。 他是看主上独自一人看着大门发呆, 因此下来看看。 没事, 你恢复去吧。 我也需要些些, 不接。 好。 宫印温生硬了, 便在一旁坐下, 开始修炼了起来。 江乐烟给自己塞了几颗补灵丹后, 开始盘腿而坐, 恢复起了体内的灵气。 系统, 你说, 这囚牢中的大妖, 都是因为我才自愿, 在被关在这的? 是。 这么大的情, 江乐烟心中还是有些压力的, 脑海中搜寻了下红艳师傅传承的那些丹药, 刚炼制给公英服用的丹药等级比较大, 效果相对来说更加的好, 但想要多却比较困难。 推而取其次, 最终找了一方效果不错, 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的丹药, 但对于重妖来说, 却是够用了的丹方。 体内的灵力恢复得差不多了, 江乐烟再次取出了经年炼丹炉, 空间的草药被换了出来。 这类草药空间中还真不少, 这次绝对是够用的。 开始炼制的时候, 江乐烟直接两耳不闻窗外室, 因为此时江乐烟所在的位置, 正是整个天牢最中央的位置, 所有大妖都能够看到她的动静。 在江乐烟开始炼制丹药的时候, 在此的所有妖族都纷纷好奇看了过去, 连沉浸下来恢复修为都忘记了。 龚英更是认真的看着江乐烟, 之前主上虽然给了她两颗极品丹药, 但却不知道是她炼制的。 如今, 主上取出了炼丹炉, 开始熟练炼制的时候, 她还是有些惊讶的。 跟老红头的想法一样, 主上这辈子学会炼制妖族丹药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江乐烟炼制的丹药一炉接着一炉炼制了出来, 速度极其的快速。 虽然不知道主上炼制的到底是什么丹药, 出来的是何种品质, 数量几何。 但空气中飘散着的药箱却足以证明那些丹药的品质绝对不会差。 其浓郁程度令中腰原本快消耗一空的腰力有了异动, 甚至阴玄铁链影响了的伤也正缓慢恢复着。 这么神奇的药力令中腰惊叹, 但是发生在主上身上的是, 他们好像又不觉得奇怪。 龚英离的最近, 对于江乐烟炼制出来的丹药, 他更是看得清楚。 为主上这一世多了一项技能高兴的同事龚英心中却又有些怅然若失。 以前作为主上的御用炼丹师的存在, 如今好像并不需要自己了。 虽是如此, 但龚英并不难过, 既然丹药上不需要了, 但实力上却是绝对能够继续为主上效力的。 因此, 这次出去后, 他定然要将这段时间损耗的修为修补回来, 甚至要更加的强大。 江乐烟不知道自己炼制了多少炉丹药, 空间里已经被他炼制成的妖族丹药堆了一大堆, 估计现场妖族一人一瓶都还有多的了。 当体内灵力耗费大半的时候, 江乐烟赶紧给自己吃上补灵丹, 在妖界这个陌生的地方, 他并不敢让灵力消耗一空。 马不停蹄地炼制完丹药, 江乐烟收起了金棉, 装着妖族丹药的瓶子飞了出来, 朝着每个大妖的所在之处飞去。 这些丹药对你们的情况有辅助作用, 可服用后再继续调息。 所有大妖纷纷惊讶, 但主上出手却又好像不那么惊奇。 他们主上是什么人呀? 即便如今是转世, 记忆力也没了, 但就是这么牛。 江乐烟确认每个大妖都有了之后便闭目打坐, 恢复灵力去了。 大妖们纷纷朝着江乐烟的位置行了, 一礼之后也吃了要恢复去了, 唯有公英才知道, 要想炼制出如此之多的极品丹来, 就连他都需要费无数心思, 可主上却轻轻松松一会儿就搞定了。 这样的主上, 即便转世失去了一切, 却仍然让人心生神往, 愿意继续一辈子追随其左右。 公英看了一会儿, 数十万年从未效果的脸上终于有了些效益。 主上回来了, 真好, 时间就在众人沉浸在修复中流逝, 整个天牢因为有万妖令的存在, 灵气被源源不断地改善着, 比因妖界封闭的原因, 稀薄的可怕的情况好上了无数倍。 整个妖界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天牢外面的妖族们虽然没办法进去, 及时地见到主上, 但却都纷纷盘踞在了天牢外面等候。 既然主上回来了, 长老将军们定然要出来的。 第258章, 对换吗? 这次一下子炼制那么多丹药, 灵力消耗得差不多了, 再补灵丹另外补齐。 多次下来, 原本跳跃太大的修为, 一下子稳固了很多。 当将乐烟恢复得差不多睁开眼的时候, 还是被周围的场景给吓了一跳。 所有大妖都围在他身边, 龙友更是在他跟前好奇地看着, 除了公英, 还在原来的位置坐着修炼, 其他人几乎都在下面广场安静地等待着他。 对于这样的场景, 江乐烟已经习以为常了, 之前接受传承的时候, 还有在解除阵法的时候, 都是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 如今不觉得什么了。 看着重大妖, 这一个个的, 即便被关那么久影响了修为, 却也都比如今他的修为还要高, 不过不知怎地他并不觉得害怕, 甚至不会觉得有危险。 等等供应, 等一下, 我们就开启天牢大门。 老红头凑了过来, 坐在了江乐烟前方, 好奇地问道, 主上, 你这次转世, 可有遇到尊上那小子。 江乐烟愣了下, 什么尊上? 这话题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见主上疑惑, 老红头想起, 他如今完全没有以前的记忆了, 即便是遇上了, 估计也不知道。 他决定了, 还是以后慢慢观察, 于是笑着说道,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一个故人。 以尊上那霸道的战友欲, 估计不可能让主上独自一人的。 不然要是主上这次转世, 被哪个魂小子勾搭走, 那可就真的要天下大乱了。 老红头没有继续问令系统, 暗暗松了口气, 如今知道, 太早对宿主的成长并没有利。 等以后, 时机到了, 再自然而然才是最好的。 那边听到尊上两字的时候, 公应下意识地看向了江乐烟的反应。 第一次在主上脸上, 瞧见迷蒙疑惑感。 要知道以前, 每次提到尊上, 他都满是笑意盈盈的。 可他知道, 即便是如此, 他也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他愿意永远守护在主上的身边, 成为一柄利刃, 为他四处征战, 帮他控制妖族, 让他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江乐烟很快便发现公应醒了, 问道, 你没事了吧? 没事, 谢主上关心。 公应淡然回道, 态度满是恭敬, 那清冷的模样, 完全看不出他内心的想法。 那我们准备破开阵法吧。 刚在休息的时候, 他已经事先再过了一遍, 对于大门上的阵法, 算是已经熟悉。 如今的他, 在扶阵上的造诣, 已经不是玄冥大陆上可以比的了。 按以前天外天的标准, 他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了, 但绝对不会低。 殊不知, 万妖令中的那些传承, 可都是原先转世时, 为了便利自己特地留下的。 以他的个性, 怎么可能留下不好的东西? 那绝对是天界杠杠的存在。 况且, 囚禁得了妖界重大能数十万年的阵法, 怎么可能是简单的存在? 众妖纷纷站在了他的身后, 一向傲娇的龙友在公英面前完全是个小孩子, 根本不敢放肆, 乖乖地站在了一边。 罗浮比出现, 临丝浮动, 大门上的阵法发出一阵阵光芒, 外面的大妖君感知到了, 纷纷站起身来, 兴奋地看着大门。 好似下一刻便会开启, 他们便能够见到, 那道让他们等了数十万年的生意。 正在远方某座山上舒服修奇的魁方, 好似感知到了什么, 动了动耳朵并没有起身, 而是继续趴着睡了起来。 天大地大, 完全没有他睡觉来得大。 要知道, 这么多年来守护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他都快要抑郁了, 还是回来在腰界睡比较舒服。 大门的开启耗时并不长, 有江乐烟的丹药辅助, 大部分大妖的实力都恢复得不错, 加上江乐烟对扶阵的进步, 还有对传承的消化, 解除阵法并不难。 以江乐烟为主的金色灵气, 彻底地崩溃, 大门在这一刻直接化为了坟墨。 望着空荡荡的大门, 就连公英都忍不住深吸了口气, 外面的妖族们更是欢呼不已。 主上真的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看见站在众妖最前方的那名女子后, 所有妖族纷纷欢呼, 灰暗的日子终于迎来了曙光, 他们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好的。 在欢呼过后, 妖族们自动朝着江乐烟行了 他们妖族最大的脸, 参见主上。 数十万年以来, 他们最是希望的, 便是喊出这句话, 这次终于实现了。 经过天牢中的过程, 江乐烟已经完全习惯了 众妖对她的称呼, 喊了大家赶紧起来之后, 系统的声音也在这时响了起来, 恭喜宿主任务完成, 奖励成长礼包一个, 现如今累积有两次抽奖机会, 一次成长礼包, 请问是否兑换? 不对换? 笑话, 她好不容易才攒下来的, 怎么可能直接兑换了呢? 到时兑换没了, 遇到紧急情况, 岂不是要完? 那可是能够救命的存在, 而且, 她如今也没有需要的东西, 大部分她空间里都有, 系统一副了然的样子, 以宿主的性格就会这般, 接下来她也没有什么事, 于是便准备先回去, 她在妖界带的也够久了, 怕苏叶巡会担心, 不过回来这么久, 她都没有看到奎方, 之前系统不是说过, 奎方也是妖族的吗? 怎么来到这里没有见到? 没有什么事, 我先回去了, 你们好好休息, 其实心中也是担心, 这么多大妖, 要是一起冲击结界的话, 苏叶巡守着的结界便守不住了, 外面对妖族的友好度暂时不知, 因此, 她觉得妖族应该先休养生息, 想到这里, 江乐烟也将想法与妖族众人说了, 宫英第一个应道, 是应该先休养生机, 恢复一段时间, 妖界除了被封印了, 没办法出去外界之外, 一切都没什么区别的, 妖界的万妖令认主后, 妖界便好像一下子被填充进了生机, 恢复了活力, 这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慢慢恢复, 才能够如往常一般, 他们这些妖族的主力, 这么多年来都被困在了天牢, 也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才能够恢复到当年全盛时期, 众妖没有任何意义, 纷纷说道, 听主上令, 听左护法令, 宫英在众妖面前威吓已久, 若是没有江乐烟这个妖族主上的话, 估计宫英便是妖族的统治者了, 你是左护法, 那有幽护法吗? 江乐烟好奇地问道, 左右吗? 好像大部分都这样的, 第259章, 封印的目的, 诱护法是魁方, 这一下江乐烟还是有些惊讶的, 没想到魁方会是诱护法, 不过好像又是情理之中, 从主上的表情中宫英看出他之前是听说过魁方的, 又想到魁方负责的任务, 便了然地说道, 想必主上已经见过魁方了吧, 江乐烟点了点头, 那边一名之前便在外面的妖族直接说道, 诱护法已经回来了, 不过他在闭关, 那我先回了, 下次有机会见, 弓英提醒道, 主上在外面若是遇到危险, 可通过万妖令换我等过去, 平常若是有何事需要吩咐, 也可通过万妖令联系我们, 江乐烟这下有些惊讶了, 你们能够通过万妖令去到我所在的世界, 这样的话, 他便也多了一份助力, 系统, 妖族的人允许去到玄冥大陆吗? 还是需要天外天开启后才可以, 要知道, 妖族的这些人, 实力可都是比玄冥大陆的还要强大, 要是过去超出了那个世界的修为, 直接被天道给抹杀了, 那可就完蛋了, 妖族的人可以过去玄冥大陆, 万妖令会将他们的修为压制成适合玄冥大陆的修为, 所以, 这点并不用担心, 不过有一点便是, 他们并不能在玄冥大陆待过长时间, 天外天的全面封闭, 妖界也与世隔绝, 玄冥大陆内的灵器跟妖族所需生存的东西都比较稀缺, 所以, 他们妖力不足的时候, 只能重新通过万妖令回到妖界, 系统讲解得很是明确, 江乐烟还是有些惊讶万妖令的作用, 万妖令是双向传送, 也是了, 万妖令能够将它传送到妖界再传送回去, 对于妖族它能够来回传送也并不稀奇, 是的, 可以双向传送, 而且, 宿主的精神力要是足够的话, 召唤出妖界的千军万马都是能够的, 这真是个好东西, 下次再遇到像上次天全山广天葬截杀那次, 便可以直接召唤出大妖将其打杀了, 再也不会让苏叶寻担惊受怕的担心他出门在外不安全了, 殊不知妖族的回归最是令苏叶寻担心的存在, 这一个个忠诚的大妖令他猝意打发, 这边龚英点头说道, 可以, 所以若是有需要, 主上定然喊我们, 龚英才说完, 老红头便急不可耐地说道, 主上, 到时喊我, 打架的事, 记得喊我啊, 我绝对帮你把对方打得屁股尿流, 灰飞烟灭, 他都好久没有打架了, 而从发现主上并没有以前的记忆后, 龙有心里便有了危机感, 担心主上再也不会如以前一般让他跟在身边了, 在老红头说出口之后, 也急忙说道, 主上也可以喊我, 我可以, 后面的火雀等大妖也纷纷表态, 这么多年没有出去过了, 即便是出去一会儿, 也是好的呀, 江乐烟笑着一一应望, 说到时遇到情况, 定然会喊他们, 在众人的注视下, 江乐烟取出了万妖令按照系统交的方法传送了回去, 直到离开, 他脑海里还浮现着公英的眼神, 意思很是明确, 遇到是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他, 江乐烟摇了摇头, 此时已经回到了万妖峰剑种下, 刚一出传送阵法, 苏叶寻便一把接住了他, 相公, 江乐烟欢喜地抱住了苏叶寻, 看着他有些憔悴的面容, 心疼坏了, 手抚上苏叶寻的脸, 柔声说道, 相公, 我回来了, 嗯, 抱着小丫头, 苏叶寻这时才有了真实感, 此时他也发现了小丫头的修为又长了, 虽然修为稳固得不错, 但苏叶寻却还是有些担心, 看向天空, 天外天的开启, 这是势在必行了, 近来他的记忆中, 有着不少关于天外天的信息, 开启天外天的方法, 虽然隐隐约约, 但却也必须先招手准备起来, 以小丫头修为进度, 他还是担心一个不好, 直接到达临界点, 而且, 他如今长得那般的快, 虽然能够压制, 但到时却是件很是痛苦的事, 他不希望小丫头承受, 抬手抱起江乐烟, 朝着万言峰的大殿走去, 你师父那边的药材送不来了, 有些没寻到, 但有种子, 只是有一样被太史家族把持着还未寻到, 说着苏叶寻安慰道, 不过你也无需担心, 据消息, 这次太史家的小辈也会上仙魔战场, 到时你可以绑来搜一下, 估计他们身上有, 魔族的人, 即便是直接杀死也是没关系的, 不过具体地让小丫头自己操作, 谢谢相公, 苏叶寻为他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他, 心中很是感动, 他是他的道旅, 是人生伴侣, 说再多的谢谢好像也没用, 他只有用同等的爱去回应, 但两个相爱的恋人之间怎么可能计较得失, 因此他默默地记在了心里面, 被苏叶寻抱回了万言峰, 一切的担心都化作了天雷沟地火, 战况甚是激烈, 事后, 江乐烟安慰道, 相公, 让你担心了, 其实苏叶寻知道, 这样的事情估计以后还会很多, 下意识地望向了小丫头, 他若是记得没错的话, 小丫头当初契约的便是妖族的令牌, 看来封印守护的约定也快结束了, 在苏叶寻想到封印的事时, 江乐烟也同样想到了封印, 忍不住问道, 相公, 剑种那边的封印, 要是妖族没有再冲击结界的话, 是不是你便不用常年绑在万言峰了? 若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代表他家苏叶寻可以自由行动了? 妖界如今以任他为主, 加上妖界因为万妖令的原因, 原本糟糕的环境大改变, 如今正式恢复的时候, 那些大妖们想要出来他, 更是可以直接带过来, 那封印完全形同虚设的东西, 好像没有必要守。 苏叶寻把玩着江乐烟的头发笑道, 你想过那封印上封印的是什么吗? 这江乐烟有些疑惑地问道, 不是妖族吗? 妖族一直冲击着封印, 苏家人血脉满满植者从来不间断, 无数代苏家血脉满植者都将一生奉献在了昆仑万严峰, 为守护结界而生, 为守护结界而死。 不, 封印的除了妖族还有封印守护者, 江乐烟一时没反应过来, 但以他的聪明, 很快便想到了其中的关键, 是因为仙魔体吗? 他因为仙魔体不能踏入幽冥大陆, 否则的话便回不来了。 而苏叶寻实力更是强横, 若是他到了幽冥大陆, 那估计便直接是魔尊的存在。 是不是因为这般? 昆仑剑种封印住的不仅是妖界的出口, 还有苏叶寻本身。 第260章, 不凡的雷杰要不要受? 嗯, 封印的不仅是妖界的出口, 还有你跟我, 这是一种束缚。 对于苏叶寻的解释, 江乐烟有些疑惑, 为何也有我? 他并没有感觉到束缚, 但苏叶寻却是明显地被束缚住了, 他能够离开昆仑的范围不远。 啥? 苏叶寻笑了, 随后严肃地问道, 我在昆仑你是不是不敢过去幽冥大陆, 担心回不来。 这并不是苏叶寻自己自认江乐烟喜欢他而猜测的, 而是小丫头如今真实的内心写照。 想到这里, 苏叶寻清冷地心忍不住一暖。 也是, 这么说玄陵大陆的人也担心我们变成了幽冥大陆那边的事吗? 聊到这里, 江乐烟更是好奇地问道, 那相公, 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任何一带出现状况入魔的吗? 不然为何这般防着? 他猜测定然是有人让玄陵大陆的人吃了大苦头才这般, 不然没事莫名如此束缚。 可仔细一想, 妖界的封印可是从数十万年前便有的, 这苏家跟昆仑的约定总没有可能直接从数十万年前开始的吧。 喂沧, 江乐烟松了口气, 若是真的有估计整个玄陵大陆的人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 毕竟人心便是如此, 谁也不愿意存在一个大威胁, 每天让大家提心吊胆的谁都会想方设法地搞事情, 以苏家跟江家如今的地位, 还有在整个修真界的威望一看便是不可能的。 而这个世界上知道仙魔体的人好像并不多, 不然的话他当初那般的情况怎么可能会没人联想到。 把玩着小丫头的头发, 苏叶荀并没有将一切发源说出, 为何会有昆仑的约定? 为何这个世界上知道仙魔体的人那么少, 却又会这般的防障? 江乐烟也并没有多问。 接下来的日子, 苏叶荀给了他一堆的法术预检, 让他休息。 如今, 他扶阵的实力已经超出了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虽然在天外天, 他不知道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却不会低。 练丹术方面, 他如今也会定时进入到丹塔中练习, 还有进入空间进行神识上的训练。 现在剩下的便是实力上的问题, 近期他偏向了扶阵跟练丹术上, 修为又长幅太大。 要是没有配套的实力, 改日若是遇上强悍的对手, 那他可能就惨了。 即便有扶阵的能力在, 却也需要有其他手段才行。 每天在蜒蜒风上练习着剑法, 原本在外面练习着的姜乐烟听到了大殿中, 哐当连续几声加剧倒地的撞击声, 察觉不对, 急忙停止了练习, 朝着大殿内飞块去。 刚入门, 便见到苏叶荀痛苦地一手捂着脑袋, 一手撑在地上, 脸上的表情异常争鸣。 像过! 姜乐烟被他的模样吓到了, 急忙跑了过去。 所幸苏叶荀即便此时很是痛苦, 却还多少有些理智, 想要扯出点笑容来, 却是怎么都没办法。 为了不让小丫头担心, 苏叶荀艰难地说道, 没事, 过会便好了。 瞧见这般的苏叶荀, 姜乐烟眼泪都快下来了, 但却知道, 此时并不是哭的时候, 放出灵丝, 开始诊断了起来。 苏叶荀无论在怎样的状态下, 都不会伤害姜乐烟, 若是其他人在此时对他用灵丝诊脉, 定然要被他震飞了去, 但对于姜乐烟他却极力地隐忍着。 在收回灵丝之后, 姜乐烟从空间内取出了之前炼制的佛炎聚神丹, 这是之前治疗哥哥姜燕的时候炼制的, 对神魂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苏叶荀如今的情况, 神魂很是不稳定, 吃下佛炎聚神丹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相公, 你先服下药会好些? 要入口即化, 苏叶荀在吃下药之后便直接睡着了。 望着他沉睡中仍然有些痛苦的神情, 姜乐烟心里满是担忧。 以他如今药之一道上的修为, 是看得出来苏叶荀现在是什么情况的, 他只能努力寻找相关的丹药, 看能不能缓解痛苦。 虽然他并不知道苏叶荀为什么神魂会出现这般的波动, 但他相信有相关丹药对他有帮助。 此时苏叶荀躺在一旁昏睡着, 姜乐烟坐在旁边, 脑海中开始将红艳师父传承的那些东西再次过了一遍, 最后终于寻到了一样丹方, 可那是天外天才能够有的丹药。 若是他炼制的话, 怕天道下来雷洁不允许这样的东西存在世间。 再看向苏叶荀, 姜乐烟如今纠结万分, 该死的天道怎么那么多破规矩? 系统, 对于苏叶荀如今的情况, 你有办法解决吗? 系统很是明白苏叶荀如今是什么情况, 因为这一世有了与宿主的道理契约, 又有了实质性的关系, 苏叶荀身体的状况得到了缓解, 一定时间之后, 封印在灵魂深处的记忆便也跟着开启, 只是这个过程对神魂确实有一定的影响, 会比较痛苦。 宿主想到的那款丹药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至少能够减少痛苦, 让那些记忆慢慢恢复, 对一切没什么影响。 也不是不可能, 你那款丹药便能够使用, 就是你可能需要承受一定雷洁之力。 姜乐烟毫不犹豫地问道, 我承受了雷霆之力后, 那丹药是不是便能够被允许存在这个世界上了? 理论上是这般, 知道这位最是害怕雷洁了, 没想到都不问雷洁会到什么样的程度便直接答应了。 要知道, 那丹药的等级可是超越这个世界的存在, 可想而知那雷洁的情况该是多么的恐怖。 系统也不大敢为难宿主便直接道, 宿主可以用一个成长礼包兑换雷洁粹体功法, 在不得不经历雷洁的时候对自身有好处。 那东西还是以前宿主惧怕雷洁, 有时又没办法, 尊尚为此特地研究出来的粹体办法。 在度过雷洁的同时还能够化雷洁为己用, 不用担心雷洁过大受到严重损害。 其实在尊上上一世犯下大过只为帮宿主转变体质, 如今宿主平日里完全无需再为抗雷而担心, 一开始这功法便形同虚设, 如今也就这样的特殊情况才需要用到了。 有这样的功法? 真的有用? 他心里明白超过这个阶层的存在雷洁定然不凡, 之前在丹塔上便已经体验过了。 有, 或许你还需要一次抽奖机会来进行雷洁上的减弱, 不过若是使用那功法建议是不要, 这样起来效果会更好。 蒋乐烟下意识地再望向了沉睡中的苏叶寻, 他明白这样的情况定然不会紧这一次, 越到后面越是痛苦。 换吧, 炼制的材料空间里都有, 他必须尽快炼制出来。 要知道以苏叶寻的实力正常情况下, 不会仅是一枚丹药下去便昏睡过去的, 这样的情况令他有些担心。 第261章 众人精 好的宿主, 是否用一次成长礼包兑换雷霆脆体功法? 兑换。 这个时候的苏叶寻暂时没有大碍了, 他正好可以趁这时研究下那丹药的炼制跟功法。 至于雷杰, 丹药可以在万延峰炼制吗? 这里承受得了那雷杰? 虽然妖族已经认主, 如今的情况不可能再冲击封印, 苏叶寻更是不用时不时地消耗灵力去控制封印。 但要是万延峰直接被雷杰给批出问题来了, 那问题估计会大调。 他不怕麻烦, 却也不想给苏叶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想了下都不用系统回答, 将了烟便决定去吴旺牙, 那里距离昆仑最近, 来回并不用多少时间。 说行动便行动, 在确认兑换之后, 他空间内便多了一本相应的功法。 取出来看了下上面的介绍, 这种只有在经历雷杰的时候念出口诀, 在雷电进入体内按上面的方法进行引导便可以了, 正常情况下练习是没用处的。 这就有些心慌慌了, 要是一个不好弄错了, 那真的会变成焦炭的。 虽是如此, 但那丹药是他必须炼制的。 即便真的被雷劈到了, 他也毫不畏惧。 突然间发现他惧怕雷杰的特性也是分时候的。 就如现在, 为了苏叶旬他心甘情愿, 骨子里的惧怕也在这一刻被压制了下去。 将那本功法仔细研究记在心里, 确保万无一失。 也幸好小白虎在这时醒了过来, 如今小白虽然能够幻化人形了, 但还是有些不适应, 因此仍然以虎身世人。 将了烟命气留下来守护苏叶旬。 虽然他现在没什么大碍了, 估计再过不久便能够醒来来, 但有小白虎看着他也比较放心。 在苏叶旬所在的房间布置了防护阵法, 安排好了一切后, 将了烟这才置身前往吴望牙。 吴望牙处有一个巨型的囚域, 在那个结界里面, 求着宗门内犯了大错的门人。 而靠近吴望海的位置, 有着一大片的海滩, 那里异常的空旷, 将了烟便选在了那里。 虽然水能导电, 但迎接雷劫一般都是在半空中的, 因此并没有差。 有上一次苏叶旬带他来过的原因, 这次过来并不用再另外勘察地形, 直接取出防护阵盘, 跟罗伏笔布置了一个大型防护阵法。 周围凶兽或者其他修仙者, 过来了也毫不用畏惧。 准备妥当后, 将了烟取出了今年跟空间里采摘好的药材。 药材出现的那一刻, 空气出现了一阵波动。 能够炼制出超出这个世界存在的丹药, 其材料定然也不是什么反品。 宁心静气, 一火而出, 灵力流转间药材随着进入到了丹炉内, 在艳阳与幽冥的包裹下慢慢地被分解。 而后剔除杂质, 整个过程江乐烟不敢有丝毫地懈怠。 就在这时, 朱雀破体而出, 辅助着丹药的炼制。 丹香飘散而出, 却又很快被江乐烟用特殊的方法困在了丹炉内, 这样能够令丹药的效果更加地好。 随着丹药的凝结, 天空中的劫云越聚越多, 那架势隐隐有突破天际, 直接砸向人间的架势。 昆仑的大能们纷纷被这异常的劫云给惊到了, 急忙出来探查是何情况。 就连附近几大城的老家伙们也都出来查看是什么情况, 可那雷杰就还在聚集便已经那般的恐怖了, 他们完全不敢轻易上前查看, 生怕被那雷杰殃及便完了。 就那架势完全不可能是什么宝物诞生的前兆, 立雷杰更是不可能了, 飞升上界的雷杰都没有这般的恐怖。 想到这里, 所有人心中闪过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 难道出现了超越这世间存在的东西? 这一下子, 所有人都赶忙远离, 生怕被波及到。 要知道, 即便是飞升一个不好都会被劈成粉末, 这超过正常范围的存在, 他们根本扛不住。 昆仑这边更是人心惶惶, 要知道, 吴旺牙离昆仑最势近, 那雷杰虽然不在他们上空, 可雷杰的威势却是声声压得他们感到有些难受。 当众人觉得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的时候, 那雷杰却还在积压, 黑漆漆的一大片上面隐隐还有雷电在浮动。 就在此时, 苏叶旬醒了过来, 只看到小白虎却没有见到江乐烟身影, 突然察觉到了外界正在酝酿的雷杰, 心里不知怎的竟然莫名联想到了他家小丫头。 这情况很是不妙, 心里一阵焦急, 想要赶忙出去看看, 可刚醒来体内的灵力一时不济竟然直接摔倒在地。 你主人在那是不是? 一向对别人冷情的可以的苏叶旬在交集下终于有了丝烟火器, 可若是可以, 这样的烟火器谁也不想要。 面对这位, 小白虎心中还是有些惧怕的, 但因有主人的吩咐, 他硬是忍耐, 下了心中的恐惧。 您别担心, 主人有办法躲过雷杰, 不会有事的。 这些都是主人交代他说的, 只希望有用, 主人给你留信了, 说你看了便知道。 焦急之下都忽略了, 幸好又想起来了。 苏叶旬急忙将神石沉入红色节线玉佩, 再听到江乐烟流言后手上的力气不自觉的大了, 特制的椅子把手, 竟然应声而碎。 要知道, 为了防止有事修为外露, 不小心破坏了家具, 避免经常替换的麻烦。 屋内的摆设都被特制过了, 并不是轻易便能够损坏的。 而苏叶旬此时修为完全提不起来, 竟然靠着身体的力气, 将椅子破坏了, 足以看出此时她的心情非常地糟糕。 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听了江乐烟的话后, 苏叶旬心中稍安, 可却还是担心透过屋顶看向天际的情况。 围巾之际便是努力恢复修为。 这边苏叶旬醒了江乐烟并不知道, 一开始节云出现的时候, 她还很是紧张, 一边控制着炉内丹药的炼制, 一边开始运转功法。 天空轰隆一声巨响, 紧接着密集的轰隆声不断, 荧光乍现, 丹炉中朱雀飞舞而过, 圆润的丹药发出好看的金光, 带着无上奥义。 江乐烟惊叹, 不愧是上界丹药, 连蕴含的丹意都完全不同。 丹药出, 雷杰微边下, 江乐烟心中一颤, 却又咬牙阴雷而上。 既然要面对的, 那便勇敢些, 说不定就真的成了呢。 体内功法流转, 雷杰正中劈了下来, 入了江乐烟体内。 幻想的四处交香并没有出现, 雷电顺着功法在身体内流转, 淬炼着肌肉与经络, 每过一处便有脏东西排出体外。 或许刚开始操作并不熟练, 雷电还有一落, 垫得江乐烟整个人都觉得酥酥麻麻的, 真的是外焦里嫩。 第262章, 批得太狠。 在经过几次后, 他便熟练了操作, 每一道雷电在进入到体内之后, 都对他的身体进行了一次淬炼, 随后便通体舒畅。 渐渐地, 看着天空中黑沉沉的雷洁, 江乐烟瞬间觉得这雷洁, 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不知道下了多少道雷洁, 直到天空中的洁云消散, 江乐烟都麻木了, 完全忘记了到底批下了多少道, 反正批了蛮久的。 外面的老家伙们早被这架势给吓住了, 一个个的都不敢往前查探。 昆仑的老祖们见那雷洁在昆仑之外, 并没有波及到宗门, 便纷纷松了口气。 看那雷洁的架势, 要是真的全部落在昆仑之上, 他们都担心护宗大阵还会不会存在, 到时就连昆仑山估计也被批没了。 雷洁过后, 江乐烟落在了地上, 看向手中装着那些丹药的瓷瓶, 发现里面竟然一下子有五颗。 原本以为就这丹药的等级, 有上一颗便已经不错的了, 没想到有那么多。 要知道, 雷洁是天道, 不允许有这超乎世间的东西存在, 才会批下来。 雷洁过后, 只要还存在那便没关系了。 突然江乐烟发现, 瓷瓶内的丹药, 隐隐有溃散的征兆, 心里大惊,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 他好不容易承受了雷洁, 不要告诉他, 这丹药还是存在不了。 此时, 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正常直接服用是没关系的, 但宿主若是需要留存下来, 就得另外想办法了。 毕竟超出这个世界的存在, 躲过了一时, 不可能永远都能够躲过。 此时江乐烟心中很是慌乱, 希望便在眼前, 却又要立马消失了, 有什么办法? 既然系统说出另外想办法, 那便是有其他方法。 不然以系统的尿性, 不会这般说。 宿主需要用一次抽奖机会, 换取放置这东西的容器。 这样, 只要不取出来, 便能躲过天道的探查, 一旦取出来, 便须立马服用下去, 否则一定时间内担药, 便会自然消失。 江乐烟如今已经没有心思再去计较, 又需要一次抽奖机会了, 急忙毫不犹豫地应道, 兑换。 兑换成功, 剩余抽奖机会一次。 盯的一声后, 江乐烟在空间内看到了充满正纹的乳白色瓷瓶, 那平身的材质一看, 便与这个世界上的不同。 江乐烟惊喜地赶忙将那五颗丹药倒进了那乳白色瓷瓶, 虽然损耗了些, 却多少还保留这些药效? 心里输了口气, 看向了晴朗的天际, 雷杰已经彻底地消散, 唯一证明他来过, 完全顾不上, 只用除尘咒, 还是有些不舒服了, 只要身上干净没异味变成了。 接下来再次从空间中取出所需要的药材, 幸好原先红烟师傅传承融合进他空间已经长成的灵草便不少。 数了下, 那数量全部炼制出来, 够苏叶寻服用很长一段时间, 接下来他便需要努力再重一些了, 防止后面不够用。 对于草药造成的空间波动, 江乐烟已经完全戏意为常了, 将草药扔进了今年炼丹炉。 如今有了刚才的经验, 他在炼制上完全驾轻就熟, 很快天空中的黑云再次聚集。 附近大能们原本见天空中已经没有结云了, 便想过来看看, 结果黑色结云再次聚拢, 这样的情况惊呆了所有人。 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够引来第二次的雷洁? 原本已经朝着无望牙所在的位置赶去的大能们, 纷纷止步不敢再上前, 有的更是急忙退后, 生怕变成殃及的池鱼。 要知道, 就刚才那雷洁的威势, 他们都有自知之明, 要是真被批中他们, 完全承受不住。 而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的苏叶荀感知到了自家小丫头的存在, 如今这样的距离, 她是能够感知到她的想法的, 在知道她没事之后, 心中的担心终于减少了些。 但在天空中雷洁再起的时候, 平静些的心再次被提了起来。 知道小丫头在炼制丹药不能分心, 想要出去看看, 小白虎却挡住了她的去路。 虽然自己的修为完全不够苏叶荀切菜的, 但是小白虎还是挡在了门口说道, 你不能出去, 你过去了, 主人会担心, 一担心便会分心, 很危险。 对上苏叶荀那清冷充满威势的眼神, 小白虎心中有些怯, 但还是咬牙迎难而上。 最终苏叶荀叹了口气, 其实心中已经听到了小丫头心中所想, 如今, 这是已经炼制了一次完成了, 没事了, 天上在线的劫云是小丫头再次炼制引来的, 可心中还是会担心的。 叹了口气, 为了不让小丫头分心给他造成不必要的危险。 苏叶荀只能在屋内坐了下来, 但神识却时刻关注着外面的变化。 这边再次飞上天空, 迎接雷杰的江乐烟已经不再惧怕雷杰, 甚至还很是享受被雷电劈的感觉。 每一次雷电从身上游走而过, 便会带走身上因为修炼而存留下来的杂质。 雷杰很是密集, 江乐烟发现, 杰云的威势好像比上一次变得更加的强悍了。 到最后, 空间中都出现了些微的空间波动, 虽然并不明显, 但江乐烟却能感知到。 在这次雷杰结束后, 江乐烟忍不住问系统道, 这雷杰不是每次都一样的吗? 对于这点, 系统表示很无奈, 这超出世界的存在, 躲过的次数多了, 天道便生气了, 他一生气, 这不就发火了? 这还真是, 是不是我炼制的次数越多, 这威力便会越强? 那要是次数太多了, 那这雷杰岂不是会毁天灭地? 是, 不过你那翠体功法完全不怕, 但你可悠着点, 要是翠炼出仙体, 我还能帮你隐藏一二, 这要是翠炼成圣体, 我就完全没办法了。 仙体? 圣体? 江乐烟有些不敢相信, 可仙体不是应该飞升天外天后, 才会演变的吗? 我这翠体之术也可以, 再联想到, 这天道不正是因为丹药超出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才劈得那般的狠, 要是它本身也变成了超出这个世界的存在, 会不会天道也会想要劈它, 甚至让它消散在这世间, 这一想来便觉得好可怕。 其他东西我没办法遮掩, 但对于宿主我倒是可以的。 他本身跟天道也有联系, 帮宿主遮掩一二, 躲过探查还是可以的, 安全上完全无虑。 第263章, 节云四起。 对于系统有这样的能力, 江乐烟很是惊讶, 但却也满是惊喜。 我再多炼制几次, 应该不可能催炼到圣体的结果吧。 他自己估计连仙体都很玄, 因此江乐烟并不担心, 看向了乳白色磁瓶中的丹药, 发现这次比上次多了三颗, 加上刚刚的五颗, 如今已经有了13颗丹药。 对于这样的数量, 江乐烟还是有些满意的, 后面这次炼制的丹药品质上, 肯定比上一次的好很多的, 药效更是百分百, 完全没有一点流失。 这个要看天道的愤怒情况了。 就是说, 系统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天道接下来会安排怎样的雷杰, 超出如今多少, 他完全不知道。 虽然有点心甘胆颤, 但为了苏叶寻, 江乐烟咬了咬牙, 决定继续。 刚小白虎已经与他说苏叶寻醒了, 为了他不担心, 江乐烟先发了消息给苏叶寻。 相公, 等下雷杰要是太恐怖, 你也别担心哦, 我又引雷杰化为己用, 进行脆体的攻法, 刚那两次便是这样的, 完全没问题, 你别担心, 他其实是想让小丫头回来的, 但他心里明白, 这情况自己定然是劝不动。 跟苏叶寻说了之后, 江乐烟便没有了后顾之忧, 再次取出药材进行了炼制, 这回那云层都快直接占满 整个无望牙的半空了。 囚牢中的囚徒们人心惶惶, 即便他们恶贯满盈, 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惧怕的, 可这一次超乎寻常的雷杰, 离他们如此的近, 都快令他们吓破胆了, 生怕一个不好, 整个囚牢都直接灰飞烟灭了, 从来没有过的惧怕死亡。 雷电在劫云中游走, 那数量明显的比刚还大了不止一倍, 这恐怖的程度, 就连昆仑深渊底下的护宗神兽白起也跃身而上, 黑色的巨大龙身在昆仑之上游走。 抬头望向了不远处的雷电, 心中不眠, 有些担心。 他是能够看清楚劫云之下的情况的, 刚的两次, 雷杰他也完全看清楚了什么情况, 因此, 他并不担心这雷杰会连累到昆仑山, 却有些担心小丫头出事, 那魂小子直接失控。 白起停在了半空中, 看着江乐烟的动静, 准备一个不好帮忙救下那小丫头。 昆仑中的弟子们, 因为两次大雷杰的动静已经纷纷出来, 大部分甚至准备逃远一些, 怕一个不好, 自己变成了雷杰下的亡魂。 不过护宗神兽出现之后, 整个昆仑好像有了依靠, 准备逃离的也没有再行动, 而是安心地待在了宗门内。 在整个昆仑人的眼中, 只要有护宗神兽在的地方, 便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加的安全了。 因此, 所有人不再惧怕, 反倒有了看热闹的心思。 你们说, 这次是谁在杜剑? 不可能是进阶雷杰吧? 我看岛像是有什么东西, 引起天道的注意, 第一次媲美死, 这三番五次的, 还是没有被毁灭, 真是强悍。 我看也是, 定然有什么超乎这个世界, 存在诞生了? 不然天道雷杰不会这般穷追不舍。 这些都是猜测, 等雷杰过去了, 再去看看现场, 说不定有什么蛛丝马迹呢? 只听另一个弟子吃笑道, 去哪里看? 那方向可是无望牙的位置, 那地方也不是谁都能去的, 不死在半路上, 已经是不错的了。 众人讨论着, 说法不一, 却完全没有人联想到, 这是炼丹所制的丹结。 毕竟这个世界上,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要想炼制出超乎这个世界的丹药, 那得多么强悍的实力。 就这炼丹石本身, 估计早就被天道给披没了。 接下来两次, 江乐烟都平安地度过了。 乳白色瓷瓶中的丹药数量, 如今已经有了将近30克的存在。 看了下空间里面草药存货, 预计还能够炼制出一如的存在。 咬了咬牙, 就最后一次, 雷杰再大他都抗得住。 现在他被淬炼出来的躯体, 也还没有达到仙体。 因此, 江乐烟毫无畏惧。 但外面的人们, 那颗颤抖的心, 简直都要被吓出来了。 那恐怖力量, 都有毁天灭地之势了。 也不知道, 抗过这么多次雷的, 到底是何东西? 他们已经完全没有朝着人这方面想了。 要知道, 这世间完全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抗过那么多雷结的, 全靠人体,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不用说那么多次了, 估计第一次都直接被劈成渣渣了。 对于宿主的决定系统没有劝阻的意思, 反正也还没有到达圣体, 他完全不担心。 而且, 宿主这脆体还是多少有用的。 这般强悍的肉身, 将来开启天外天也多了一份保障。 这次的空间波动更加的明显了, 那将近扭曲的空间, 使得整个天空黑中带着红, 红得异常的诡异, 让人很是明显地感觉到了天道生气了, 而且非常的严重。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在这段时间里, 整个昆仑附近, 无论是人还是兽, 都纷纷离开了原来的地方。 昆仑附近完全空空如也, 一个生物都寻不到。 这扭曲的空间, 应该不会把我带到其他地方吧? 若是带到了其他阶层, 那可就完蛋了。 不会, 这是雷电太过强大, 造成的空间扭曲, 跟空间缝隙不一样。 江乐烟心下烧鞍, 这样便好。 经过这一次, 江乐烟明显地感知到了, 他丹田处的阴阳鱼的不一般, 那法觉一经运转, 便自动流转了起来, 根本不用他太过费心费力。 不过这样危险的情况下, 江乐烟完全不敢轻忽, 还是认真地控制着, 确保万无一失。 这一次, 因为天空中的红光, 所有人看见了雷云中央的那道身影, 整个昆仑的人看得最是清楚。 但那身影的面貌, 却是一点都没看出来, 也仅能确定那是个人。 竟然是有人再度雷劫。 可这接二连三的雷劫, 完全不可能是晋升雷劫啊。 难道是炼制什么神器诞生? 可即便是神器诞生, 也仅是一次, 不可能这么多次。 还有, 人竟然能够抗得住这么多次如此恐怖的雷劫。 这真的很是匪夷所思。 这边江乐烟不断地淬炼着躯体, 突然他感觉自己好像到了一个临界点, 要破不破的, 就像踩过了这个点便是另一个全新的世界一般。 天空中的雷电更加地强悍了, 空间的扭曲程度使得天空好像都变得有些模糊了。 这一下子变得这般强。 处在雷劫当中的江乐烟被这雷劫的突变也给惊到了。 第264章 超乎寻常 宿主尽管放心, 这次雷劫过了之后, 你的体质便能够上升到另一个阶段。 系统自己也没想到, 天到这次竟然也这么帮着。 是天外天那边懂不得了吗? 无数世界的封印已然太久, 久到再不开启, 估计一切都毁了。 对于系统的话, 江乐烟一向最是幸福, 因此很快便专注地应对着每一道雷劫。 这一次的雷劫, 整个天空都变得有些模糊, 就连附近的周线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有人震惊地等待着这次雷劫的消失。 咔嚓一声响, 江乐烟感觉自己体内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 全身根骨与经络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更加有力, 更加完美了。 看着上面毫无杂质, 还泛着金光的模样顿时大喜。 系统, 我这是不是体质进化了? 此时, 江乐烟所在的位置天空虽然扭曲变得模糊了, 但浑身上下散发而出的金光, 却在漆黑充满节云的情况下, 照耀了整个天际。 渐渐地, 金光慢慢地收敛。 当天空中节云完全消散之后, 那道身影也老早便消失无踪了, 没人看清那道金光里到底有着什么东西。 有人好奇想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却因为惧怕那雷劫在起, 怕一个不好便成了雷下灰, 也有贪心比命重要的。 再等了一会儿见雷劫没有再出现后, 便朝着吴望海的位置飞去。 可惜好不容易到了的时候, 却发现周围空无一物, 崖岸四周就连被雷劫击中的焦黑都没有。 正常情况下, 只要有雷劫, 四周定然多少也会有被波及的地方, 可这里愣是平静的可以, 连四周一点的痕迹都没有。 有人开始怀疑, 是不是其实那里雷劫的并不是在吴望海, 而是在吴望海, 再看向那黑漆漆的海水, 再贪婪的心也就此不甘心地歇了。 这边江乐烟在雷劫消失后, 便急忙朝着万延峰的位置飞去, 如今, 她的身体感觉更加地轻盈了, 浑身充满了力量。 就如今的程度江乐烟觉得, 要是在一个如天全山广天藏那般实力的袭击, 估计仅凭身体本身的力量, 她便能直接干掉对方。 殊不知如今的她, 不仅身体状态变了, 就连容貌也变得更加地精致好看了, 甚至隐隐中有着若隐若现的仙气在其中。 回到万延峰, 江乐烟急忙朝着苏叶巡所在的位置跑去, 在见到苏叶巡已经好好地坐在那里后, 心里舒了口气。 走进前去, 江乐烟感觉到了不同的氛围, 很是明显地感知到她家苏叶巡生气了, 吐了吐舌头, 有些心虚地凑了过去。 相公, 我回来了。 此时并没有急着取出那些丹药, 估计她一取出来便是火上浇油。 苏叶巡在见到平安无事的小丫头后, 同样也舒了口气, 可这丫头也太胆大了些, 那样的也敢去。 心里明明知道, 要想她成长必然需要放手, 可在遇上危险的时候, 却又宁愿小丫头平安无事地生活在她的羽翼下。 脑中两个想法在打架, 整个人的气场看上去便有所不同。 这是她为数不多的情绪失控, 这个世界上估计也就小丫头才能够令她这般了。 仔细观察小丫头的变化, 苏叶巡顿然有些惊讶。 这脆体到这般地步的时间估计就塌了, 这般的江乐烟看上去让人一不开眼。 雷杰脆体? 联想到刚天空中超乎寻常的雷杰, 心中了然。 江乐烟一阵心虚, 是, 不是一向害怕雷杰吗? 苏叶巡不笑的时候, 清清冷冷的, 看着你的时候那眼眸便自带威严, 换作别人被这般看着, 定然心生畏惧吓破了胆。 但江乐烟却是一点也不怕。 只见她笑嘻嘻对苏叶巡道, 相公莫担心, 我得了一本特殊的功法, 能够用那功法淬炼, 对于雷杰便比较不怕了。 说完, 江乐烟直接将那本功法取了出来。 看, 相公, 便是这本。 原本苏叶巡是不准备看那本功法的, 小丫头如今平安地回来证明那功法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在看向功法上面, 那些在她脑海中过了无数次的图腾, 瞬间正住了。 抬手接过了那本功法, 随手翻看了起来。 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那般的熟悉。 脑海中忍不住浮现小丫头满脸娇气地对她说, 相公, 你可不可以让天道每次给我下雷杰的时候偷工减料下? 每次都这么猛。 好像知道我害怕雷杰特的坑我一般。 抬眸望去, 小丫头并不是如今这般模样, 跟她如今脆体之后的模样很是相似, 眉宇间更是多了些阴气, 精致的五官看上去更加的出彩。 苏叶荀知道那是江乐嫣, 却又不是江乐嫣。 闭上了眼眸, 再次睁开眼, 那些幻象已经消失了, 对上小丫头紧张兮兮, 生怕她生气的眸子, 苏叶荀心中一软, 最后说道, 以后莫再如此。 江乐嫣赶忙点头硬道, 下次定然不会这般冒险了, 相公放心。 其实要是再有下一次, 为了苏叶荀, 她的第一选择还是会这般的。 知道苏叶荀会担心她, 说不定会因此而生气, 但为了她的安危, 一切都会被排在后面, 只要对苏叶荀好的她便会去做。 这些想法江乐嫣并不敢在心中想, 生怕被苏叶荀感知到。 苏叶荀点了点头, 将人拉了过来抱在了怀里, 双手还着她, 心下这才有了思安定。 偷偷看了眼苏叶荀的脸色, 发现此时她那骨气已经过了, 小心翼翼从空间里取出了那个乳白色瓷瓶。 相公, 这个瓶子里的丹药对你有好处, 每次难受的时候, 你就吃上一粒。 那些丹药不能离开这个瓶子太久, 不然会自然消散。 最后一次炼制出来, 竟然超乎平常的多了许多, 加上前几次的, 整个瓶子里面装了六十多颗。 这绝对是比大数量。 苏叶荀一眼便看出了瓶子的不凡之处, 因最近混乱的记忆在作祟, 对于她家小丫头能够拿出这般东西, 她并不觉得惊讶, 心中却五味杂陈。 结果瓶瓶, 苏叶荀问道, 刚是为了这瓶丹药。 江乐咽一阵心虚, 你看啊, 我丹药炼制出来了, 你的情况能够得到缓解, 我也因此得到了淬炼, 好处多多。 第265章, 遇上尸检。 见苏叶荀看着手中的乳白色瓶瓶, 江乐咽心中有些慌, 相公, 要不你吃一颗试试看, 有没有效果。 看向江乐咽, 苏叶荀好征以侠地问道, 你刚不是说发作的时候吃吗? 她心中并未怪江乐咽, 只是心中有着担心, 感觉让小丫头为她复显, 自己很是无能。 江乐咽尴尴尬一笑, 却又很快恢复了自然, 没事, 现在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 若是需要改进我再另外联制。 苏叶荀认真地看向了江乐咽, 知道我为何生气吗? 真的面对这个问题, 江乐咽其实是有点怂, 只希望你好好的, 若是这次发觉没用, 你陨落了。 那我要这些丹药有何用? 江乐咽低着头, 苏叶荀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的情况我知道的, 死不了, 没多大关系, 所以下次莫再因为这个冒险了好吗? 听到这句话, 江乐咽其实有些生气的, 什么死不了? 你不要虎骗我, 这个伤及神魂, 要是一个不好会怎样,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原本趋于弱势的江乐咽, 此时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本的目的, 我并不是冒险, 我是有十足的把握才敢去做的, 所以莫要担心好吗? 若是真的有危险的话, 我定然不会擅自去做的, 我发誓, 在江乐咽即将发天道誓言的时候, 苏叶荀制止了他, 下次注意便好, 下不为例, 他知道小丫头的性格, 若是有下次, 他知道自己可能依然没办法制止他, 唯一的办法便是好好做好防护, 将一切危险扼杀在萌芽中, 江乐咽无辜看着苏叶荀, 心里明白这件事算是过去了, 一定注意, 一定注意, 瞧着小丫头傻笑的模样, 苏叶荀有些无奈地刮了下他的鼻子, 傻, 说完苏叶荀将刺屏收了起来, 我先收起来, 待下次发作了用, 那你可记得啊, 认真的看向苏叶荀, 担心他到时不用, 那一切都白费功夫了, 好, 记住了, 抱着小丫头, 瞬息着他身上特有的香味, 刚提着的心终于安稳了, 阳光照射进屋内, 远处小白虎趴在了地上自在的休憩, 窝在苏叶荀怀中的姜乐烟只觉得岁月静好, 世间不知过了多久, 苏叶荀将之前聚宝阁送来的特殊储物戒指, 交给了姜乐烟, 这些是幽名大陆那边的药材, 要用的时候再取出来, 说完, 苏叶荀取出了一个通体漆黑的特殊阵盘, 倒是要用的时候先开启阵盘, 虽同样是药材, 但毕竟是魔族那边的东西, 为了避免有心人巡视, 该有的防护还是要有的, 姜乐烟接过那两样东西, 研究了下, 惊讶地问道, 这是魔族的储物空间? 看情况, 要是拿去魔族, 定然是高阶的储物戒指, 这时他才想起, 魔族的东西, 确实需要用魔族的储物容器装才好些, 不过它的空间应该是不分的, 不然它空间内那么多魔族的药材, 早就出现问题了, 嗯, 契约之后放在空间内, 除非必要墨药拿出来, 这下姜乐烟有些诧异, 相公不是说我们仙魔体末要接触魔族那边的气息, 不然容易沾染上而被改变体质, 我要是契约了这个, 会不会有影响? 随后又马上想到苏叶巡对他的保护, 若是有影响的话, 他是完全不可能让这些东西出现在他面前的, 不会, 你没过去幽冥大陆吸收那边的魔器, 便没多大关系, 以如今你的修为并不是一点点的魔器能够改变的, 听完这个解释, 姜乐烟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 是不是即便体内不小心沾染了魔器, 那么, 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过段时间, 玄天大笔便要开始了, 他其实有些担心, 上了仙魔战场后他该怎么办, 要知道, 那可是两个大陆的接壤, 要是魔器外溢过来, 他不小心沾上了, 那岂不是完蛋? 知道小丫头心中所想, 苏叶巡宽未到, 在玄陵大陆没关系, 没有特意去吸收魔器并不会怎样, 但要是过了, 结界入了幽冥大陆, 届时想要回来, 只要身上被查出有魔器, 便没办法过来, 这样的话, 江乐烟多少放下了些担忧, 只不过, 当初与户足古术的约定, 估计得泡汤了, 如今只能寄希望在系统上了, 系统, 我族人那边, 你有相关的办法吗? 此时的系统, 竟然直接装死不回答了, 江乐烟有些惊奇, 这样的情况, 还从未发生过, 苏叶巡疑惑地, 看向了自家小丫头, 对上他探究的眼, 江乐烟扯出一抹笑, 相公怎么了? 如今, 他也仅剩一次抽奖机会了, 以后努力做任务, 说不定积攒多了, 便能够有办法了呢? 无事, 看来他似乎不小心探计到了小丫头的秘密, 江乐烟并没有多想, 两人腻歪了一会, 为了炼制丹药他, 确实也累坏了, 最后竟然直接窝在苏叶巡怀中睡着了, 时间就这样慢慢地流转, 附近城镇中离开的居民修士们, 纷纷回来了, 有胆大的前往吴望海探查情况, 但最后全部无功而返, 有些甚至被吴望海的凶兽给伤得不轻, 最后, 那日诡异的雷劫变成了众人的谈资, 再后来变成了传说怎样的说法均有, 这日江乐烟接到消息说, 云虫子师父出关了, 要知道, 自从云虫子的伤势变严重后, 便很少能够出洞府了, 必须天天努力维持伤势不恶化, 每日承受着伤口带来的痛绝, 没想到, 这次既然能够出关, 对江乐烟来说是件大好事, 这证明洛言丹对师父有效果, 当初从丹宗回来后, 他便将炼制好的洛言丹交给了师父, 经过这段时间的条理, 应该是出效果了, 与苏叶荀说了一声后, 江乐烟便想去重云风看看, 这次苏叶荀竟然意外地说道, 我随你去吧, 江乐烟愣了下, 随后欢喜地道, 好, 下意识地招苏叶荀伸出手准备给他抱, 苏叶荀也很是自然将其抱了起来, 踏破虚空, 朝着重云风而去, 当再过来寻师父的颜艳艳, 猛然遇见自家小师妹被别的男人抱在怀里的时候, 那心里简直就像是自家养大的孩子被狼雕走了的感觉, 心酸得很, 可内心却是希望小师妹真的能够幸福, 那滋味别提多矛盾了, 与自家师姐正面对上, 江乐烟翘脸一红, 一向厚脸皮的她竟然没来由地害羞了, 师姐, 第266章, 无人能敌, 嗯, 来了, 师父正等着, 我们过去吧, 说完颜艳艳便朝着师父云虫子的洞府行去, 此时, 江乐烟已经从苏叶巡的怀中下来了, 拉着苏叶巡便随着自家师姐去了, 远远的江乐烟便见到自家师父坐在凉亭中, 那模样比往昔气色好了许多, 要说以江乐烟如今的修为跟体质情况, 云虫子要想发现, 她的踪迹是完全没可能的, 只不过, 前头有颜艳艳在, 云虫子在抬起头之后便看到了他们, 见到小徒弟之后还微微一愣, 随后大笑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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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到了三声好, 心里是真的为这小徒弟高兴, 江乐烟等人此时已经入了凉亭, 师父, 何时这般高兴, 分我们也开心开心如何, 云虫子对上自己这个促侠鬼小徒弟, 还是比较宠的, 脸上满是慈爱, 如今要不是有洛言丹吊着命, 此时他估计老早便大限制, 随时都有消亡的那一日, 刚帮你算了一挂, 好事, 看向苏叶巡, 云虫子说道, 你担心的事情都会迎难而解, 无需太过解怀, 听了师父的话, 江乐烟愣了下, 随后对苏叶巡传音入密道, 相公, 你是有什么烦恼的事吗? 苏叶巡一向有什么事都不会表现出来, 要不是师父如今说出他都不知道, 他心中正在发愁着事情, 无事, 你师父不是说了, 无需太过解怀, 证明事情并不用烦恼的, 所以别担心, 他确实担心小丫头的修为增长得过快, 到时要是天外天没有开启, 小丫头修为又压制不住, 那等待他的, 估计便是直接被天道抹杀, 他那以雷电淬炼的功法, 能够吸收丹雷, 自己的进阶雷结, 却不知道行不行, 要知道, 修为超出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天道, 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披上一次, 躲得了一时, 难道躲得了一世? 要知道他们, 仙魔体是完全没有限定的, 这个世界上的灵气再怎么稀薄, 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样的情况, 要么便是开启天外天, 最后被毁灭在这个世界上, 如今, 有云虫子的挂象他心里多少安定了些, 不过该做的准备还是要的, 既希望于别人并不是他的风格, 师父, 你吃下那丹药如何? 要还有吧? 江乐燕关切地问道, 当初他炼制若严丹的时候, 多炼制了不少, 要还有很多? 您不要担心, 几人闲聊了一会, 甚至直接就地做起了美食, 炎燕燕怎么也没想到, 这位神秘又高冷的大师兄, 竟然会做主饭这样接地气的事, 而且, 全程差不多都是小师妹在吃, 他负责烧烤, 这时, 他终于信了, 小师妹在万言封过得不错了, 瞧那宠着的程度, 他们都快赶不上了, 那神情动作绝不作假, 再说了, 以大师兄如今的修为跟地位, 完全没必要的, 师父, 师兄何时回来? 玄天大比赶得上吗? 距离玄天大比, 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他估计再过几天, 宗门便会组织前往帝都, 师兄司徒留云, 这段时间外出历练并未回来, 具体时间未定, 这次玄天大比, 对于弟子跟宗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于宗门, 整体的实力, 鉴定了他们在整个大陆的地位如何, 而弟子们只要入围便能够上仙魔战场, 那里是立功的机会, 权势与威望最是容易得到的地方, 因此, 只要有这样的机会, 谁也不想放弃, 可以, 过两天估计就回来了, 你们也要准备好, 到时入了围便是直接上仙魔战场, 东西准备齐全了, 随后云虫子看向了一旁的苏叶巡, 笑道, 这些事情你们自行安排, 难得苏师只有时间过来, 要不喝上一杯, 云虫子平日里喝零酒主要是能够缓解伤口的痛感, 但这次却是真的开心, 必须饮上一意, 几人气氛非常好的喝了不少, 最后江乐烟依然被苏叶巡抱回去的, 这时, 炎燕燕已经完全淡定了, 云虫子笑呵呵地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 望向天际, 一切皆有命定之术, 如何行事, 还看个人, 而作为当事人江乐烟完全没有用灵力驱散酒气, 整个人醉醺醺醺的, 看上去却又异常的乖巧, 第二天醒来, 江乐烟整个人都蒙在被子内, 他竟然在师父跟师姐面前大为师太, 幸好师父师姐待他有些事很是严厉, 有些事倒是宽松得很, 甚至大多他想做什么便做什么的, 接下来的日子, 江乐烟再次帮自己师父制作了不少的洛言丹, 另外, 补灵丹他也制作了不少, 丹药这种东西完全不怕坏的, 因此能做多少他便尽力地做, 这次出门需要那么久的时间, 要是像上次不小心进到如妖界那般灵气稀薄的地方, 没有灵气的情况下真是万事皆难, 因此他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 这段时间苏叶寻也忙得很, 他知道定然又去给他准备东西去了, 果然没错, 当苏叶寻再次将一个储物戒指交给他时便证明了江乐烟的猜测, 相公这次又准备了什么好东西, 江乐烟满是好奇地看向苏叶寻, 手中已经开始动手取出储物戒指里面的东西, 他与苏叶寻之间不分彼此, 从这次为了炼制丹药抗雷开始, 他心里便明白, 只要苏叶寻遇到事, 他定然会奋不顾身, 无论做什么, 只要对他有帮助, 而苏叶寻对他亦然, 这种情况他若是矫情地拒绝了, 估计苏叶寻心中更加担心了吧, 查看了下里面的东西, 发现里面竟然又有一个玉色傀儡娃娃, 相公, 你之前不是已经给我一个了吗, 之前那个还能用并没有损坏, 如今还安静地躺在他的空间里呢, 这个留着备用, 若是之前那个时常到了再换这个, 苏叶寻说得轻松, 可江乐燕明白, 若是通过神魂系在傀儡娃娃上面, 时间久了定然会有伤害的, 心里满是心疼, 相公, 别担心, 我如今身体强度, 在这个世界上估计无人能敌的, 江乐燕满脸傲娇, 他如今可是仙体, 这个世界上除非有其他人能够遮挡住天道的探测, 不然体质上是绝对不可能比他强的, 这一点绝对是先天优势, 而且我如今扶阵之法不夸大的说, 这个世界上也绝对没有比我更厉害的, 要真遇到实力强的, 估计早就被我的阵法困死了, 嘴上虽然这般说着, 不要担心, 手上却很是诚实地将那些东西收尽了空间, 第267章, 偷偷伪装, 苏叶寻有些好笑, 江乐燕一点也不尴尬, 笑得贼兮兮的, 我先收起来, 以防万一, 接下来江乐燕便在努力地准备跟巩固修为中度过, 如今他的修为去到悬天大笔上是稳赢的局面,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是要好好地稳固修为, 毕竟这个世界上不长眼, 或者有眼红病的, 还是不少的, 幸好他的体质别人看不出真实修为, 加上有欲穷颖, 能够随意改变他, 面对世人的修为,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 他决定, 修为先不显示, 等进入悬天大笔前, 再看向众人的情况, 选个差不多的修为显示, 这样会耗一些, 二师兄司徒刘云, 终于在宗门通知动身之前回来了, 气息明显的大变样, 这样的情况, 估计这次出门历练, 遇上了让他改变的事情了, 师姐曾经问过他, 出去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江乐烟原本以为面对师姐, 二师兄定然会置无不言的, 没想到一点都没说, 只是笑着摇了摇头道, 没事, 妍妍妍跟江乐烟明显是不相信的, 不过并没有追问, 遇上事, 却不愿意跟他们说, 这件事情, 定然是师兄不愿意提起的, 他们决定以后慢慢观察, 看能不能看到一点蛛丝马迹, 离开的日子很快便到了, 这次离开, 在天旋大笔上若是成功晋级, 那么便是直接前往仙魔大陆的, 时间上便不是几个月的事情了, 估计几年都有可能, 相公, 我会想你的, 你可记得有空便与我聊天呀, 这时他都有些担心留给苏叶巡的那些丹药, 不知道够不够了, 只恨当初空间内没有多储存一些药材, 使得当初炼制的时候, 只能炼制出这么多来, 系统心理吐槽, 要是再多, 到时直接被劈成, 圣体他可是护不住的, 那数量, 其实苏叶巡是差不多够用的, 连这位的记忆都在渐渐复苏了, 估计离开起天外天的日子, 不会远了, 好, 虽然很是舍不得小丫头, 但他并不想将她聚在身边, 加上那些不断浮现的记忆, 他的判断要是没错, 小丫头的成长刻不容缓, 有需要用人的话, 你就拆遣伤红烈, 他可信, 需要什么, 尽管去聚宝歌曲, 有什么是记得与我说, 手轻轻附上江乐烟的脸颊, 毛子里满事不舍, 上次张瑞丽的事情发生后, 他便加大严查, 这次伤红烈也是确定了之后才敢, 让其跟着小丫头的, 好, 在苏叶巡各种不放心的交代下, 江乐烟离开了万言峰, 来到了广场集中的地方, 此时, 崇云峰的师兄师姐们都到了, 江乐烟走了过去, 师姐, 师兄, 师妹, 众人打过了招呼, 昆仑等一干高层一同过来了, 为首的是掌门葛华海, 玄天大笔这个张显实力的大笔宗门显然非常的注重, 加上这次去的都是本届的中坚力量, 因此, 整体护送实力也提升了不少档次, 具体的掌门带队, 除了火炎峰赤炎峰主之外, 还有门内的几位长老, 江乐烟熟悉的三长老张伯涛师父, 此次并没有一起, 云虫子师父的情况多变, 虽然有洛言丹在, 他离开前也将新炼制的丹药交给了师父, 但众人还是不放心, 估计是前段时间差点直接大仙道给吓到了, 张伯涛跟顾瑜师父两人隔几天都会过去看下情况, 掌门召唤出了宗门飞船, 这次的飞船比上次的那艘还要大些, 那里的装饰更加的豪华, 此次昆仑参加玄天大笔的人数不少, 相较上次参加荒原秘境的人数, 至少多了两倍不止, 房间仍然是单独一间, 对于宗门内的大手笔, 众人鱼有容焉, 要知道飞船越大, 损耗的灵气也越是巨大, 越是精致省灵力的飞行器, 也是需要财力等各方面的实力在, 江乐烟仍然被安排在自家师姐隔壁, 昆仑与帝都的距离不算近, 即便这次使用的飞行器比寻常的要好很多, 却也需要将近一个半月的路程, 没有了萧生生, 夏淼嫁机随机, 跟着徐恒与玄天宗的人一起出发, 宗门内好像一下子清静了很多, 完全没有任何的风浪, 虽然王倩见到她的眼神, 带着深深阴谋在里面, 好像随时伺机而动, 准备报复一样, 但江乐烟并没有在意, 如今想要欺负她, 还真的得掂量掂量, 可惜王倩完全看不出江乐烟修为上的变化, 至今都还以为, 这位以前任他们欺负的崇云峰小师妹, 最高也就金丹或者原因期, 完全没有想到江乐烟如今的修为 比他们昆仑掌门葛华海还要高尚些许, 王倩然在看到江乐烟的时候, 简直高兴坏了, 江江, 终于再见面了, 我好想你啊, 从上次分别后, 他们便没有再见过面了, 自己也被师父拘在了洞府中潜心修炼, 完全与外界断了联系, 这段时间才被放出来, 都快把他给憋坏了, 不过他也知道自家师父是为了他好, 所幸这次他进步了不少, 面对王倩然的雄抱, 江乐烟笑着并没有推开, 笑着说道, 闭关结束了, 看他的修为也长了不少, 在上传后, 江乐烟特地看过了, 众弟子的修为都还在金丹跟原因之间, 能到原因后期的已经很是难得了, 像上官井那样化神奇的估计少有, 昆仑却也不是没有, 但却也仅是一两个而已, 要说昆仑整体的实力还是不错的, 相较其他门派来说, 那也是碾压的存在, 直到下飞船, 江乐烟这才决定将自己的修为伪装在原因后期, 这样的修为在整体参赛弟子中已经属于不错的存在了, 不会太险, 也不会太过弱, 被瞧不起, 闫燕燕等人对于这次竟然看得到小师妹的修为感到了一丝的惊讶, 还担心地问了司徒刘云, 如今司徒刘云的修为已到了原因大圆满, 隐隐有着突破化神的迹象, 闫燕燕也差不多, 只有比对方修为更高才能瞧见对方的修为, 修为同等也是多少能够感知到的, 司徒刘云同样担心地看向了江乐烟, 生怕小师妹出现了什么状况, 对他们来说参不参加, 玄天大比不重要, 重要的是小师妹好好的, 没事, 我偷偷用了伪装修为的道具, 这样才能够省去一些麻烦, 江乐烟偷偷地跟自家师兄师姐解释道, 要知道, 她在外人眼中要是没有隐藏, 那边一直是刚引气入体的小菜鸟, 你说一个刚引气入体的, 怎么可能突破重围, 进入玄天大比, 昆仑上层又不是傻子, 浪费这样一个名额, 如此便是有着猫腻, 谁也看不出真实修为的情况下, 便容易胡思乱想, 她这般正好, 听了小师妹的解释, 两人这才放心了下来, 并没有询问小师妹真实的修为是什么, 帝都很快便到了, 玄天大比汇聚了大陆中众多的宗门家族, 人员极其的庞大, 整个比赛的藏地被安排在了帝都外专门的场地上, 只有到后面决赛才会在帝都内进行, 第268章, 当年发生了河市, 比赛场地虽然设在了帝都外围, 但整体的设施跟繁华程度完全不输一般渡城, 与帝都隐隐有着双城的感觉, 江乐烟有些不解这样的设定, 原本并不想顾问什么, 但自从飞船落了地, 体内的阴阳玄便开始蠢蠢欲动, 不停地颤动, 这是怎么了? 要知道, 从契约阴阳玄开始她便很是老实地待着, 加上预设阵盘比她的等级高, 本身有等级的压制在, 她是完全不敢胡来的, 再者, 他们是契约关系, 这点更加地不用担心, 如今这般非常的不同寻常, 阴阳玄苍老的声音中带着颤抖跟疑惑, 主人, 这里让我有种熟悉感, 莫名有些难受, 甚至有些伤心想落泪, 阴阳玄心里明白, 这样的难过感定然与前主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若不是她已经另外契约新主人了, 在那感情的充斥下, 估计都直接伤心地流下眼泪了, 因为契约阵纹令她对宪主人的感情联系更加地深, 其他皆是次要的, 伤心想落泪, 江乐焰很快便明白了, 这里定然藏着阴阳玄忘记了的记忆, 想到这里, 江乐焰靠近自家师姐偷偷问道, 师姐, 你知道这里成为比试用地之前是什么地方吗? 炎焰焰明显一愣, 在只有他们两人的时候, 开启了防护阵法, 严肃地问道, 师妹, 你为何会突然问起这个? 对于自家师姐的谨慎, 江乐焰有些奇怪, 心里瞬间明白这里定然不同寻常, 不然师姐从来不会这般, 就是好奇, 感觉这里不大一样, 炎焰焰松了口气, 了解小师妹如她, 明白要是今日不说明白, 小师妹也定然会自己寻办法去查清楚, 检查了下周围的环境, 再看了看阵盘是否安好, 炎焰焰这才多少放下心来, 江乐焰奇怪自家师姐怎么这般小心, 于是直接换出可罗伏笔, 在原有防护阵盘上做了巩固, 师姐可以放心, 除非我们愿意, 不然有这个阵法在, 世间定然无人能够听得见我们在说什么, 对于小师妹说的话, 炎焰焰从来没有怀疑过, 甚至是对于别人来说, 感觉像是吹牛说大话一般的话语, 炎焰焰也从来没有觉得怎样, 而是一样的信她, 小师妹既然说可以放心了, 炎焰焰也便真的放心地说道, 这里原是旧都原址, 后来初老师变空了, 又因这里底下有龙脉, 国师测算过后一四国, 都应继续留在此处, 因此当初, 便在另外一边见了新帝都, 如此变成了双城的局面, 旧都原址, 原来的帝都发生了的什么吗? 见小师妹疑惑, 炎焰焰接着解释道, 这件事也是我偶然得知的, 一般不可谈论, 我与你说了之后, 出了这里, 你便当不知道, 记住了吗? 看着自家师姐如此地慎重, 江乐焰也认真地点了点头保证道, 记住了, 出去定然绝口不提, 这件事原本也没什么, 但涉及到魔族, 还有玄灵大陆的脸面, 无人提及, 后来便被世人望之脑后, 如今的掌权人更是好面子的, 那件事根本不能提及, 江乐焰恍然大悟, 原来是当今好面子, 他当时什么大事会惹祸, 使得师姐这般的小心翼翼的,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就当年帝都有个女子天眼之术非常的厉害, 甚至有那实力, 能够争得国师之位, 后来被族人迫害, 死了, 在他死了之后, 他的道理为他复仇, 途径了害他的人满族, 最后为了复活他, 他更是在当初帝都城中设了血阵, 整个帝都直接成为了血海, 说着, 炎焰焰有些神秘问江乐焰, 师妹猜他的那位道理, 是何身份, 要知道, 修道人士一般不会设置血阵, 为复活一人, 让万千性命做代价, 这样的性情跟魔族形势很是相符, 难道是魔族中人? 对, 正是魔族中人, 瞧着小师妹的眼神, 知道小师妹对那女子有着一定的误会, 那名女子并非大奸大恶之人, 当年在帝都的名声可是不错的, 我知道的并没有详细地讲解他与那魔尊是怎么成为道理的, 但整件事真是惊心动魄, 这件事听着莫名地觉得有些伤感, 突然很想知道那女子的道理后来的结局, 是否也随着那女子去了, 后来呢? 炎焰焰一时没反应过来小师妹问的是什么? 什么? 随后又反应过来他问的是什么? 后来天下全雄群起而攻之, 费了好大劲, 终于将那位封印了起来, 不过还是奇差一招, 虽然封印了, 但那位的躯体却逃离回了幽名大陆, 只侃侃将那人封印在了躯体内, 大佬们每年都需加固封印, 生怕那位冲破封印重回世间, 这样的结局怎么听着那样的耳熟, 要说他的记忆也算是好的, 知道的情况下不可能忘记, 脑海中努力地回想着, 终于灵光一闪, 想到了什么, 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 师姐, 那女子的道理不会便是钱魔尊吧? 之前户足古术便是让她偷钱魔尊的躯体, 天泉山更是每天维持着封印的存在, 此时她忍不住联想起来, 是不是钱魔尊为了心爱的女子大闹了玄陵大陆, 最后被玄陵大陆的人围剿, 逃跑的时候只成功了一半, 灵魂直接被封印了起来, 至此便被魔族的人保护在了境地内, 越想将乐烟心中越觉得自己猜对了, 要知道户足古术那奸诈的, 既然能够要了他们族的江家全族人的性命来充当养料, 那么绝对不会要简单的躯体, 原来是魔尊的灵魂还被封印在体内, 难怪户足古术愿意用那尊躯体换取他们全族人的性命, 炎炎炎有些惊讶, 你怎么知道, 那位的身份原本她也完全没想到, 跟当年那场动荡完全没联系上, 也是另外一次意外下她才知道真相的, 再多便没有了, 具体当年的女子怎么被族人害死了, 修道者曾与修魔者结为了道理, 这样的事情特别的匪夷所思, 最终那里的具体情况无人得知, 只知当年的魔尊单枪匹马地杀了很多人, 杀到众人畏惧担心, 下一个莫名地便轮到自己, 直接被那狠人扔进血海做养料, 我猜的呀, 上次在藏书阁意外地看到了前魔尊沉睡的记载, 其他的并没有记录, 如今师姐说起来, 我便想到了, 第269章, 系统你醒了, 两人并没有多聊, 炎炎炎吩咐小师妹不可再乱想之后, 便撤去了防护阵盘,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收拾下好好休息休息, 距离比赛还有几天, 这段时间别的门派跟家族的人都陆陆续续过来了, 此时整个玄天城热闹非凡, 好, 师姐也好好休息, 他们宗门在这边有房产, 弟子们过来便直接住在昆仑自己的地方, 大部分参加比赛的都是这般, 除了有些家族实在资产不丰的这几天才会住客栈, 只希望自家子职能够进排名, 上了先魔战场, 立下赫赫功继, 这般方能为家族获益, 整个玄天城非常的热闹, 美食一条街, 淘宝一条街, 江乐烟还意外地看到了聚宝阁, 独自一人闲逛在大街上, 师姐因为有事先行回去了, 此时商洪烈来到了她的面前行礼道, 参见夫人, 看到聚宝阁后, 再看到商洪烈, 江乐烟也便不觉得奇怪了, 苏叶荀说过, 商洪烈会跟着她, 要是有什么事都可以交代她去办, 嗯, 你自续寻一处休息, 若是需要, 我再捏碎丹丸, 她并不起这般一直被跟着, 若是这样, 便什么隐私都没有了, 她家苏叶荀想要知道的话, 她可以与她说, 但除了她家苏叶荀, 其他人, 她并不希望被探查所有行迹, 是, 商洪烈非常听话, 隐于暗处离开了, 尊上曾经说过, 除非对方人多势众, 或者修为更他匹敌的存在, 才去上前帮忙, 其他时候, 夫人均能够自行安排好, 除了侍卫守护不让进的地方, 外能逛的她都逛了, 暂时并没有发现什么, 阴阳玄一直在波动, 好像有着深埋的东西即将破体而出,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点, 记忆怎么也没办法恢复, 越是如此, 江洛烈发现阴阳玄情绪越发地明显了, 促眉的边走边逛, 再不行, 只能从侍卫守护的地方下手了, 阴阳老头, 你能够感知到, 哪个地方最能影响你的情绪吗? 据师姐所说的, 那名女子当初便是天眼术法非常厉害的, 甚至都可以竞争国师之位了, 阴阳玄本身便是天眼阵盘, 来到这里, 阴阳玄波动又这般的大, 其实她也想过, 阴阳玄会不会是当初那些被魔尊献祭了的人的法器, 但以阴阳玄那牛逼轰轰的样子, 江洛烈觉得, 还是那位女子, 是她原来主人可能性更大些, 并不能, 感觉这里四处都是她的气息, 非常的飘忽, 怎么都无法捕捉, 这只能循序渐进了, 幸好这次玄殿大比例是不少, 她还有不少的时间可以慢慢地查看, 想到这里, 江洛烈想到了系统, 试着问道, 系统, 你知道这里问题处在哪里吗? 自从上次跟她说话, 结果没得到回应之后, 她便以为系统像上次一般沉睡了, 没来得及与她说, 正常过一段时间便醒了, 距离离开昆仑,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 按上次沉睡的时间, 系统应该醒了吧? 某系统真的想大骂, 沉睡你个大头鬼, 要出大事了, 这位还一点也都不知, 这段时间她可是提心吊胆的, 担心在那位的探查范围内被发现了, 那事情便有些大条了, 时间还未到, 到了, 你就能够发现了, 听到系统的声音, 江洛烈有些惊喜地问道, 系统, 你醒了? 这还真是意外之喜, 平日里没有系统这个大百科, 在心里好像缺了什么, 有系统在的时候, 好像多了很多的安全感, 我根本就没沉睡, 以后不可在你家那位面前喊我了, 会被发现, 江洛烈有些惊疑, 这是什么情况? 以前苏叶巡不是都听不到吗? 或许跟她记忆的复苏有关系, 系统并没有准备再瞒着, 能够让宿主知道的她, 定然会开始慢慢地说给她听, 什么时候的记忆? 她其实心里明白, 可能是前世封存的记忆之类的, 但她却又有点自欺欺人的, 不想往那方面想, 上一世的记忆中, 估计没有她, 上一世又发生了什么? 是不是上一世, 她也有自己的另一位道理? 她是不是也如现在一般, 宠着那一世的道理? 此时姜乐烟整个人都变得很是不得尽, 心里酸得很, 她心底其实明白, 这一切都是过往的事了, 可心里想到这一点, 便难受得很。 上辈子, 或者说上上辈子, 系统能够感知到宿主的想法, 对于宿主打翻自己的醋坛子, 这是她觉得自己, 有必要提醒她一下, 不然要是太颓丧, 耽误了大事, 那可就不妙了, 因此来了句眉头末尾的话, 没有其他人, 她的道理一直都是你, 无论是哪一事都是, 江乐烟有些讶异, 心中却又莫名有些欢喜, 你怎么知道? 难道你知道苏叶旬的记忆是怎样的? 知道宿主想要知道什么, 系统赶忙急刹车, 记忆这方面只是略知一二, 具体还得看情况。 还略知一二, 江乐烟猜系统定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 不过她也清楚, 若是继续追问下去, 系统不回答的事情, 也便完全不会回答。 苏叶旬恢复记忆, 对她有伤害吗? 上次看她那般难受, 即便自己已经对她进行了临死诊脉, 又已经准备了相对的担忧, 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的? 不会, 只会让她的实力更加的强大。 就如魔族的那位, 上次觉醒之后修为一下子暴涨, 要不是宿主还在这个阶层, 他都估计尝试着破开天外天了。 对于系统的话, 江乐烟是完全信服的, 系统说没事, 她的心中悬着的心便也放了下来。 既然系统说时机还未抖, 那么她便也没有再继续逛下去的欲望了, 直接朝着昆仑所在的住处走去。 距离玄天大比已经没几天了, 各大宗门家族的人也来得差不多。 在回去的路上, 江乐烟竟然意外地碰到的玄天宗的人, 以她如今的修为并无需靠太近边能够看清那边的情况。 在看清夏淼的情况后, 江乐烟异常地惊讶, 徐恒到底是寻到了什么样的方法? 看如今夏淼的情况, 竟然隐隐有种炉顶的感觉。 那气息虽然隐蔽, 一般人都看不出来, 但她如今的神识与单只一道的修为, 判断一个是否卢顶, 还是很轻易的。 好奇之下, 江乐烟隐藏了行踪, 仔细查探了下, 赫然发现夏淼的修为虽然已经恢复过来了, 但身体内的隐患却是不少。 第270章 哥哥的去向 就夏淼如今的情况, 修为静意很是费劲, 完全不能靠自己来获得自身修为的进展, 只能靠双修。 好好的奋斗闻女主, 怎么会沦落成这般? 还是原著中便是如此? 系统, 这一切与我穿越过来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在她印象中, 自己与夏淼的接触并不多, 她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之后便更加的少了, 除了原本属于飞羽剑的剑林之外, 她并没有抢夺原著女主的任何机缘。 没关系, 你是你, 单独的个体, 从上次原著中你的死亡时间点过去了之后, 一切便与夏淼毫无联系。 至于原著中的情况, 那作者写着写着偏移了原设定的大纲, 为了肉而肉, 爽点完全是徐恒带着夏淼一路前行一路肉。 当然, 系统并没有与宿主解释, 毕竟没多大关系的是, 玄天宗那边的人并没有发现江乐烟的存在, 待那些人都进了玄天宗的地盘之后, 江乐烟这才继续朝着昆仑的所在地走去。 对于夏淼如今的变化, 他并没有多大的心理变化, 只是感慨了夏儿仪。 昆仑所购置的房子与玄天宗的相差不远, 整栋宅子非常的大, 容纳下此次过来的弟子们完全足够无压力的。 此时, 大家都已经安顿好了, 江乐烟直接去寻了自家师姐。 因为阴阳玄的异样, 江乐烟跟师姐说了后, 先去查探情况了, 这边住处自家师姐已经帮忙安排好了。 回来了! 炎燕燕见小师妹回来, 便带着她朝着隔壁房间走去。 这里便是你这段时间的住处。 谢谢师姐! 刚进入房间, 炎燕燕就开始说起了回来后听到的见闻。 师妹知道吗? 没想到天泉山这回, 竟然也派人回来参加比赛了, 真是天下奇事。 要知道, 天泉山那边的人个个高傲得跟什么似的, 往年可都是参加都不愿意参加的, 这回竟然派人过来了, 所有人纷纷猜测天泉山这是何意。 江乐烟听了这消息后, 明显也愣了下, 师姐知道天泉山那边都来了哪些人吗? 炎燕燕摇头, 不知, 不过掌门已经让人去查探了。 往常提前几天过来参赛地的目的, 除了怕路上耽搁之外, 还有便是留了时间探听下其他宗门家族都有哪些俊杰参加了, 相关的探查人员会将所有的整理成策发给弟子们,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这点上昆仑一向不会高傲地认为遇到了变战, 战术上面还是要的。 江乐烟突然想到, 自家哥哥也算是天泉山的人, 哥哥自从说他要闭关之后便没再联系过他了, 心里有些担心, 却没办法, 就连使用乾坤镜不知为何也还是没能寻到哥哥的踪迹。 这次哥哥会不会也过来? 试着发消息给哥哥江燕, 可惜并没有收到相应的回复, 心里不免更加担心了。 之前苏叶寻有将商洪烈的联系方式告诉他, 因此江乐烟直接发消息, 让其帮忙查看一下天泉山都有哪些人过来。 这次天泉山即便来人了, 被关注度也是极高的, 要是想查他们相关的资料应该不是很难。 商洪烈在接收到夫人的吩咐后, 异常的惊喜, 这样证明夫人愿意用他们了, 有用武之地, 他们便比较不担心被主上召回。 要是真召回, 那估计会比较惨, 除非主上有其他事情需要他们去办。 聊了几句, 炎炎炎便回去了, 没多久商洪烈那边竟然传来了消息。 这让江乐烟很是惊讶, 毕竟连掌门都还没能得到消息, 他却这般快地查出来了, 足以看出谁的实力更强些。 姚慧, 魏薛年, 王沐衍, 庄智杰, 万成云, 左洪云等数十人, 相较其他大宗门来说不算多, 但他知道这些都是天泉山的精锐。 在这些人里, 没能见到哥哥的身影江乐烟有些失落, 心里有些忧愁, 哥哥江燕不知到底去了何处。 系统, 你能找到我哥的踪迹吗? 老吴音讯却是蛮让人担心的。 要是你记忆恢复后, 正常想去的地方会是哪里? 对于前段时间, 系统自己直接自我屏蔽了起来, 没有事先通知, 让宿主误以为他沉睡了, 多少还是有些过意不去, 因此, 这样一点, 江乐烟好像想到了什么。 换位思考下, 要是他这般恢复了记忆, 那么最想见到的, 是被压在户足古树下的亲人们。 我哥在虚昌, 难怪联系不上, 甚至连乾坤静都寻不到他的去处。 原来去了虚昌, 再想到户足古树的情况, 江乐烟不免有些担心得到, 哥哥该不会也变成户足古树的养料了吧。 想到这里, 江乐烟心中有些焦急, 恨不得立刻前往虚昌, 看看哥哥到底什么情况。 系统内心吐槽, 古树那老东西可不敢, 就那恢复记忆的神魔, 不被他反息了, 已经很是不错了, 还当养料。 他料定那老东西, 如今估计乖顺的跟什么似的, 说不定都被那位收服了。 宿主放心, 你哥哥定然无事。 见系统如此的笃定, 江乐烟有些疑惑。 为何? 就那桀骜不逊, 甚至要求他去偷到前魔尊的躯体的性格, 怎么可能轻易地善罢甘休? 上次我好像有提过你哥哥觉醒的, 这点他倒是忘记了, 因为即便他因为魔眼的原因, 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 但却仍然还是他的哥哥。 系统,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哥哥江燕, 恢复了上一世的记忆, 苏叶荀也因以前的记忆备受折磨, 听系统的话, 很是明显地感知到, 他在这个世界上, 也有着以前的联系, 只不过实际味道, 还未能想起来。 就要妖界的事便可以看出来, 他自认以这一世如今的实力, 还不够妖族任何一位大妖切菜的, 可他们却都认他为主, 心甘情愿。 一个意外恢复上一世的记忆, 还好解释, 但一个个的, 这样的情况绝对有问题, 一切的真相好像越来越近了, 可却总是摸不着, 完全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没有啊。 什么事? 系统装傻充愣, 不过江乐燕也没有穷追猛打, 最后系统还是提醒到, 接下来这样的事情会更加地多, 慢慢地你便会习惯了。 第271章, 众人治。 是不是与天外天有关系? 旧妖界的事情, 还有从妖族大佬们口中, 多少还是能联系到一些的? 是。 随后江乐燕没有再问, 系统也没再说什么, 这件事反正后面还会有进展, 如今追根究底也没用, 毕竟并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事, 系统更是不知上面那些老家伙们, 到底有多少已经觉醒了的。 待看这回, 玄天大笔, 有没有沉不住气地跑出来吧? 不然要是没有露线的他, 几乎是不知对方也下来的。 幸好他的存在这世间, 这位便无人能够探查到。 苏家人在最近都到了, 丹宗那边的人过来, 甚至想要先参见他这个少主, 幸好他急忙地制止了, 凡是低调点的好啊。 他还准备默默无闻地上了仙魔战场, 倒是跟在众人后面简陋呢。 万佛门那边, 这次竟然是余增大师与余周大师, 这两位的实力在万佛门也是数一数二的, 却因余增的伤势, 两人均是多年来未曾面世。 最后江乐烟觉得自己龟缩着也不是办法, 以前想要龟缩还是因为原柱的存在, 他担心一个不好, 被原柱给做成炮灰给秒了。 如今原柱文中的女主性质都变了, 继续了后面的剧情, 那完全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剧情。 一切好像都与他无关了, 他或许应该活得更加的自以忘为险。 随后, 江乐烟先后拜访了苏家, 丹宗, 还有万佛门。 这种与认识的人互相串门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 江乐烟的竟然认识这些大佬的存在, 只不过, 这些外人并不清楚。 女施主可是听说了虚昌江家那边的人, 这次有人参加了。 于曾的问话, 令江乐烟瞬间震住了, 满是震惊, 心里第一反应便是哥哥江念。 因于曾大师与渔州大师都在场, 江乐烟很快便恢复了。 时胜地说道, 实不相瞒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大师可知具体是何人? 哥哥若是参加了,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要知道, 虚昌江家往常可都是玄天大笔的常住客, 要不是近年来出了事, 如今估计也不可能沉寂成这般。 不知, 我正让弟子们探查, 不过那边只透露出, 虚昌江家的人也参加了的事, 并未曾有其他。 江乐烟有些可惜, 得到这个消息后, 他的心里便开始不安定了。 于曾两人也看出, 江乐烟有了心事。 了然地终结了话题, 江乐烟回了昆仑。 帮我查下虚昌江家那边是否有人参加, 具体有几人, 都是些什么人。 刚一出万佛门的地界, 江乐烟便急不可耐地发了消息给伤红烈。 内心非常的胶着, 其实这次透露出, 虚昌江家这回有人出来, 那藏在暗处的人必然会关注。 虚昌江家这次出来的人实力越是强悍, 那么后面的便更加想要除掉这个隐患。 江乐烟又惊又喜, 心里隐隐有预感, 那定然是哥哥做出来的。 试着再次发了消息给哥哥江彦, 哥哥,你是否也在帝都? 焦急地等待下, 原本以为最先得到的消息会是伤红烈那边查到的, 没想到还会走回到昆仑的住处, 便收到了哥哥江彦的回复。 嗯,刚到帝都, 有什么事我们通讯与佩联系, 莫见面, 看见我也当做不认识知道吗? 某处高楼上, 身着黑色锦袍的发官高树, 整个人慵懒地躺在了大堂椅上, 看上去无比的慵懒, 却又令人觉得危险。 手中的酒杯一饮而尽, 外面手, 撒户的护卫与侍女, 一句话都不敢说, 要是有洛京江家那边的人在场的话, 定然能够认出眼前此人竟然是他们一直瞧不起打压的对象。 可惜如今整个洛京江家死得死, 伤得伤, 每个人都心惊胆战地不敢出门, 生怕一出门便出了事。 因此, 这次一向爱线的洛京江家的人, 今年竟然一个也没参加。 收到哥哥的回复江乐燕满怀的高兴, 之前一直担着的心, 一下子放了下来。 心里已经非常确定此次代表虚昌江家的定然是哥哥江燕了。 虽然这般想, 但江乐燕还是问道, 哥哥, 你代表足弟参加了比赛吗? 联想到刚哥哥说的话, 他甚至觉得他是不是跟自己之前的想法一样, 准备永用自己做影子, 引出背后的那些人。 嗯…… 江燕的回答正视了他的想法, 虽然苏夜寻说建议他从仙魔战场上回来后再复仇, 但如今哥哥独自一人, 他很是不放心。 哥哥, 现在还能嫁人吗? 我与你一起吧。 知道自家小妹会有这般的想法。 江燕说道, 你暂时先在昆仑, 引在暗处, 这样那些人冒头了, 才能趁其不意。 所以得乖乖的, 即便见到我也当不认识知道吗? 江乐燕心中一阵难受, 却还是艰难地答应了。 苏夜寻明明知道他的修为增长速度, 如今的实力在整个大陆上也能够站得一席之地, 但却还是不同意他暴露自己, 必须从仙魔战场上下来, 足以证明对方不简单。 若是他藏在暗处的话, 至少能够出其不意。 还未到达昆仑住处, 江乐燕便远远瞧见了二师兄司徒流云正在与人争执。 二师兄最是冷静, 平常表情平淡, 凡事都不会有什么大波动, 他从未见过二师兄这般的生气。 江乐燕急忙赶了过去, 远远地便听见对方对他二师兄道, 别以为你救了大伯母便能为所欲为。 甚至假借与当年丢失的大兄相似, 试图在我拓拔家占好处。 就是, 也不照照镜子, 我们拓拔家也是你能攀扯的, 小心偷鸡不成十八米,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那群人有男有女, 看上去都是一副傲慢的嘴脸。 拓拔家? 江乐燕仔细回想了下, 玄陵大陆中除了几大门派几大家族比较出挑之外还有, 便是几个影视家族了, 拓拔家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大陆上的地位比那些大家族还要高。 难怪这些人各个傲慢的样子。 这时, 江乐燕隐隐地听到了其中一个年轻男子低声对二师兄说道, 小子, 上次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 随后环音测测地说道, 还真没想到你能活着走出来, 算你命大, 下一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江乐燕很是生气, 难怪二师兄从回来之后便察觉到了他的情绪不一样, 整个人的气质也完全不一样了, 那个样子很是明显的便是遭逢大难才会如此。 此时, 江乐燕一个箭步走了过去。 师兄, 第272章, 断旨。 对于小师妹的到来, 司徒刘云明显的一愣, 原本冷硬的神情终于有了些缓和, 并不想与那些人多攀扯, 带着江乐燕便想直接离开。 乃成想拓跋家那边的人根本不愿意那么轻松地放他们离开, 其中有人看见江乐燕的模样, 色心大气, 一向肆意妄为惯了, 因此, 拓跋家的人完全不惧怕踢铁板, 因为没有谁比他们更铁的了。 眼前这两人并不是哪位大能的弟子或者子侄, 他们欺凌了也完全不带怕的。 哟! 没想到你小子还有师妹。 说着, 试图去勾江乐燕的下巴, 嘴上还见得很, 你应该庆幸本少看上了你, 小娘子陪我一晚, 我倒是可以考虑让你入了拓跋家为妾。 瞧那不可一世的模样, 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拓跋家族全是滔天, 没有谁能奈何得了他们, 人人都应该追捧他们一般。 江乐燕眸光一冷, 灵气而过, 那男子的手指直接应声而断, 啪哒一声, 那根手指直接掉在了地上, 血流如注。 拓跋家的那男子惊叫出声, 瞬间惊动了城中巡视的护卫。 拓跋号整个人疼得都快在地上翻滚了, 事情发生之后便吃下了只血丹, 地上的手指被他收了起来。 以他们家族的能耐断的手指, 完全不带怕的, 回去后, 很快便能恢复如初。 此时阴沉地看着江乐燕, 在都城护卫队过来时, 拓跋号直接取出了拓跋家的令牌。 我拓跋家私事, 还望不要多管闲事。 态度上明显好了很多, 但护卫队都是什么人, 那是在帝都有特权的存在, 帝都内多一跺脚都能阵上一阵的存在, 对方即便是皇族中人, 他们也不带怕的, 更何况还仅是拓跋家中的子侄而已, 一个原因期后期的修士。 请随我等去公堂上说清楚, 护卫队队长根本没有理会, 直接要将他们带走。 玄天大笔各大势力汇聚, 难免有矛盾, 因此帝都特地设置了公堂, 一旦有矛盾去公堂上走一遭便知谁对谁错, 况且在城内便有明文规定, 不准动手。 若是有什么丝绸, 请逼武堂上决斗, 或者出了都城, 无人会管。 拓跋好脸色更加难看, 不仅是伤口的原因, 还有被吓了面子的关系。 此时远远护着的拓跋家长辈赶到了, 气势上直接想要碾压江乐烟两人, 完全不顾及护卫队的存在。 江乐烟脸色微沉, 压得, 一个练须镜中期竟然想压制他, 练须镜大圆满, 还如此的嚣张, 真是活腻歪了。 原本想要碾回去的, 反正玄天大笔上又没有实际修为的限制, 最多也就对手多防着他而已。 江乐烟望去, 竟然看到了光华, 没想到他竟然也来了。 暗处的伤红烈觉得, 此时若是不站出来, 替夫人撑腰的话主上定然会不高兴的。 他若是出来了, 那么即便是拓跋家也需要掂量掂量了。 于是, 在江乐烟没有召唤的情况下, 伤红烈直接出现在了江乐烟的旁边, 跪了下来行礼道, 属下来迟, 请夫人责罚。 因为主上说过, 除非与他修为差不多的, 才需要动手, 但也吩咐过事实情况变通, 因此, 伤红烈完全不担心主上知道了责罚。 伤红烈的出现, 还是令江乐烟未知一了。 那边刚拓跋家朝着江乐烟下手的人, 再见到伤红烈之后, 整个人都梦了, 伤护法今日怎么有空在此。 看伤红烈对江乐烟恭敬的态度, 拓跋家族二长老心中暗道不好, 很是明显地自己踢到了铁板。 伤红烈不仅身份上吓人, 就连实力都比他强上许多, 下意识地看向周围, 此时不禁冒出了冷汗。 这位在此, 那么尹煞的人绝对还有其他的在附近, 一想到这拓跋家族二长老更加地惊慌了。 要知道惹到尹煞, 绝无全身而退的可能, 就他们的实力, 这次拓跋家过来的人估计都不够他们砍的。 甚至整个拓跋家出动对于尹煞来说都不带怕的。 拓跋家族二长老努力扯出笑脸, 这都是误会, 一定都是误会。 此时伤红烈已经行完礼, 站在了姜乐烟的身后, 态度上明显的主仆之态, 姜乐烟是主, 他是仆。 对于对面那笑得难看的老头, 他完全没有理会的意思。 只要夫人一声令下, 他必然毫无犹豫全盘照做。 那边在伤红烈出现之后, 护卫队长直接朝着伤红烈拱了拱手道, 不知伤护法可需要帮忙。 这位是他们惹不起的, 看着情况即便没有上公堂, 估计也很快便能够解决。 因此, 护卫长决定若是不需要, 他们绝不烫着浑水。 扯上尹煞的人, 那估计要有那个命。 伤红烈并没有回答护卫长的话, 而是恭敬地问姜乐烟道, 夫人还需要将他们送往公堂吗? 苏叶巡给他的护卫这般大的能量姜乐烟完全没想到, 不用。 得到答案, 护卫队的人便纷纷撤离了, 拓拔好嚣张惯了。 没想到, 竟然踢到铁板了, 整个人都不好了。 姜乐烟朝着关华行了一礼表示感谢, 关华明白此时的情况不用太也没关系了, 因此笑道, 举手之劳而已, 小有无须介怀, 若有空可来别院做作。 一定一定, 关华来了他定然是要过去拜访下的, 这位对他诸多帮助, 况且还是哥哥姜燕的师父。 关华离开了, 此时仅剩原先欺负司徒二师兄的拓拔家人, 还有那二长老。 姜乐烟扯出一抹阴沉笑容, 看向拓拔好, 英策策地说道, 事情还没完, 小心比赛中别被我遇上。 赛场上出什么事可都是有可能的, 虽然拓拔家那边的长老对桑洪烈非常的恭敬, 但姜乐烟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是不会莽撞行事, 担心给苏叶勋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赛场上动手脚, 伤了残了, 事后死了, 谁也不能说什么。 拓拔后满脸的愤恨, 在二长老的带领下, 拓拔家的人呼啦啦地走了, 临走前, 拓拔家那个二长老还不断地向姜乐烟跟桑洪烈道歉, 夫人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的。 伤红烈觉得还是需要让夫人知道他们的能量比较好, 以后用起他们来说定然更加的顺手, 不然这么久了都没见夫人拆遣他们。 你先回去, 过后我再寻你。 处理他们的方法他有很多, 但有些事他还虚理清楚。 伤红烈离开了, 只剩下姜乐烟跟师兄司徒刘云, 此时司徒刘云脸上的表情已经恢复如常了。 对上小师妹探究的眼, 司徒刘云道, 回去吧, 我会将事情与你们说。 第273章 毫无顾忌 一路上沉默无声, 回到住处的时候刚好颜艳艳在院子外, 瞧见二师弟情绪不高, 小师妹随在后面。 多年的师姐弟颜艳艳知道, 两人定然遇上什么事了。 师姐也来吧。 说完, 司徒刘云帅先进了附近无人的亭子, 将乐烟等大家都进了亭子之后, 取出阵盘开启了阵法。 对于他们说的话, 外界无人能知, 估计连苏叶寻过来神时也是探查不到的。 司徒刘云坐在一旁, 深吸了口气。 我可能知道我的身世了。 颜艳艳与江乐烟纷纷有些惊讶, 但没有过多高兴, 因为看司徒刘云的样子定然是遇上事了。 而江乐烟想得更加的多, 是拓跋家吗? 从那些人刚得恶言恶语他, 联想到了什么? 拓跋家的人是不是想伤你? 对于小师妹连续性的问题, 司徒刘云点了点头, 苦笑道, 对, 是拓跋家。 司徒刘云并没有说他们为难自己的事, 夫人司子心窃病倒了, 这么多年来只能靠丹药为耻。 前段时间我出门历练偶遇族长夫人或许是血脉感应, 加上我的长相与拓跋族长很是想象, 族长夫人便拉着我不放。 叹了口气, 被族长夫人说动, 我便随着他们去了拓跋家族, 血脉波动很是明显, 所以很是确定我与拓跋家族有联系, 但不确定便是族长夫人之子。 拓跋号等人知道了后百般为难, 甚至在血脉测试前夕将我骗了出去, 落入了陷阱之后, 我倒是因祸得福修为有了进展, 但出来后眼看快到悬天大笔的日子了, 我便先行回来了。 严严严并没有见到过是拓跋号等人, 但却也恨得咬牙, 他们重云风的人最是互端, 胆致他失地为险境, 这样的人定然不能轻柔。 虽然也是明白实力有悬殊, 对方怎样的修为他并不知道, 但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再联想到原本是低力恋回来这段时间, 情绪已经稳定不少, 今天出门再回来便这般了。 那么对方定然也是过来参加比赛的, 为了确认自己的想法, 严严严问道, 拓跋家那些骗你出去的都来了吗? 要说谁最了解, 严严严非司徒流于莫属, 见自家师姐这般问, 她多少已经猜出她准备做什么了? 嗯,来了, 若是遇上, 师姐断不可手软。 严严严听了非常不满地说道, 我何时对别人手软过, 更何况对方还是那般可恨之人。 师兄出来后, 有与拓跋夫人在联系过吗? 司徒流云点了点头, 有, 但并没有详细说什么, 因此, 他们并不知我在昆仑并参加了玄天大比。 拓跋家族是大家族, 其势力不容小觑。 要说之前司徒流云并未透露出个人的任何消息, 如今参加了玄天大比, 定然一查便知道了。 师兄想要认他们吗? 若是不认他如今, 有千般万般种方法去整治他们, 今天就拓跋家的那些人的作为, 估计商鸿烈已经报告给了苏叶巡。 他若是发怒起来, 估计那什么拓跋家族会很惨。 乔拓跋家族的那位二长老, 在见到商鸿烈的态度, 便足以看出拓跋家也是惧怕苏叶巡的势力的。 若是认, 那他便帮忙师兄查清楚, 但拓跋家那些无理惹怒他的人, 定然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只不过处理起来的方式都有不同, 他家苏叶巡那边也是要跟他说一下的。 离开不了昆仑, 只能被困在固定的位置不能出来, 再听到属下汇报的, 以他的性子, 倒是定然要担心了。 认可以, 但我并不想回拓跋家。 之前司徒刘云自己便想过了, 他并不排斥拓跋夫人这对父母, 当年他会被丢失也仅是别人的阴谋。 拓跋家族虽然在这个大路上占得了一席之地, 他却是不稀罕的。 他的性情便是如此, 他希望一辈子待在昆仑, 与师父师姐还有小师妹一起。 江雷烟点头表示明白, 笑着对司徒刘云说道, 师兄别担心, 那些麻烦还有我们呢? 你不是独自一人。 他从小便跟在了师兄师姐身边长大的, 说是他们帮忙, 抚养长大的也不为过。 没有云虫子师父, 他估计就死在了外头, 没有师兄师姐的照顾与关怀, 如今他估计要长成小可怜了。 因此, 师兄的事便是他的事, 他愿意为了师兄的事去费心思。 炎炎炎也赶忙点头, 对, 你还有我们, 你不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以后有什么识别自己一个人抗。 撤了防护阵盘之后, 两人纷纷劝司徒刘云回去好好休息一番, 凡是还有他们, 也有师门呢。 莫要担心。 显然司徒刘云并不知道小师妹如今的能耐, 但鉴于司徒刘云对他像自己亲妹妹, 甚至亲女儿一般的心态, 对于江乐烟的话, 他毫无意义。 回到房间后, 江乐烟主动将今天的事跟苏叶荀说了, 为了还忍不住安慰道, 相公, 没事, 就几个小喽啰, 我自己能够收拾。 而且我准备让商洪烈先教训他们一顿, 悬天大笔上在光明正大的废了他们。 就拓拔二长老一出现, 便要置他于死地的碾压, 便很是该死。 但他并不会让苏叶荀知道, 他准备私底下去处理了他们。 但了解江乐烟如苏叶荀, 一下子便猜到了。 出门的时候, 让商洪烈派人跟着。 其实江乐烟更喜欢独自一人, 这个世界上出行, 便呼啦啦一大群人的并不是没有。 甚至那些大家族家的小姐, 不少都是这般的。 以前不喜欢, 但如今知道苏叶荀的不安, 他愿意将那些人带在身边。 好。 想到拓拔家二长老对商洪烈恭敬的态度, 江乐烟忍不住好奇道, 相公, 商洪烈很厉害吗? 或者你控制的组织, 是不是足以令人惧怕的存在? 听出小鸭投眼语间的兴奋, 苏叶荀笑道, 足够你在玄天大路横冲直撞, 毫无后顾之忧。 其实苏叶荀说少了, 就引煞在玄冥世界如今的影响力, 那可不仅仅是玄灵大路而已。 但苏叶荀担心小丫头胆大包天真的跑去游民大路, 那到时便麻烦了。 江乐烟知道苏叶荀这人从来不会夸大, 很是惊讶苏叶荀在这个世界上的能量, 想到他对他的那片心, 江乐烟心下一暖。 第274章, 可知师弟的下落。 那相公, 以后我就靠你了哦。 江乐烟说得开心, 苏叶荀也跟着乐了。 两人闲聊了会, 并没有再去提拓拔家的事, 但万言风上苏叶荀看向远方, 眸光里满是冷冽, 但对小丫头下手的人想要安然, 也要看他答不答应。 因为与伤红烈约好了, 江乐烟没多久便又出门了, 来到了与伤红烈说的地方。 参见夫人, 再见到江乐烟后伤红烈等人均纷纷行礼, 室内除了伤红烈之外还有两名女子, 在对上江乐烟时满是恭敬。 据介绍, 江乐烟得知了两名女子, 一名合体七后七, 一名合体七大圆满。 这样的修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跺一跺脚, 足够让这个世界都抖上一抖的存在。 江乐烟很是好奇, 这两人对他怎么会如此心甘情愿地伏地作小。 很快, 系统便帮他解答了, 这两个便是记忆苏醒者。 这一下江乐烟有些惊讶了,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甘愿如此? 其实江乐烟忽略了妖族的存在, 要是联想到妖族的一切, 那么他也便不会觉得奇怪了。 心里只想着, 这两位如此地修为在这个世界上定然能够呼风唤雨的存在。 看那样子, 心甘情愿地必然有其中缘由。 甘愿, 也可信。 系统自己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 废话, 这两个原先的身份便是那位给你的护卫, 忠心绝对没有问题。 虽然宿主如今看着弱报了, 但有苏叶旬的吩咐, 他们门清得很。 有了系统的确定, 江乐烟也便放心地收下了。 对于尹煞这个组织, 江乐烟还蛮是好奇的。 商户法知道拓拔家族的具体情况吗? 在今天街上发生那件事后商洪烈便已经将资料准备好了, 此时直接呈了上来。 看着上面事无巨细地详细介绍江乐烟对尹煞的好奇程度更深了。 拓拔家族为尹氏大族, 声望却远超县世八大家族。 看资料内的介绍, 如今的拓拔家族有如空壳, 子弟大多都坏了根, 族长除了丢失的嫡长子外便再无所出。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晚辈后继无力。 拓拔家族的传承已经很久无人能够达到高阶的传承程度了。 因族长唯一的子嗣丢失了, 膝下空虚, 因此族内蠢蠢欲动的不少。 在看上面的为人情况, 族长为人有勇有谋, 性格温文尔雅, 是个很好相处的人。 族长夫人性情也不错, 但在妻子丢失了后便性情大变, 经常殷勤不定。 大致看了下, 姜乐烟再看向上面的处事纠葛, 确定这次过来的人中有几个是拓拔组长那一系的, 为人都是不错的。 姜乐烟翻看着资料, 旌旗上面竟然有每个人类似照片的存在。 就其清晰程度, 若是真遇上那些人, 他一眼便能够认出来。 看了资料之后, 姜乐烟突发气响地说道, 商户法, 比赛的顺序, 还有需要面对的人能偷偷控制的吗? 问完之后, 姜乐烟自己也好笑地笑了, 这要是真能调整, 那比赛的公平性便有待考究了。 而且, 他下意识地认为隐煞在厉害, 难道还能影响到帝国的事情? 结果还是姜乐烟低估了苏叶旬的能耐, 只见商洪烈恭敬地回道, 可以的, 不知夫人想要调哪些人? 这下轮到姜乐烟惊讶了, 更多的是, 惊讶他家苏叶旬不是都一直窝在昆仑的吗? 这样庞大, 又颇具势力的组织他是怎么办到的? 那便将那些人安排给我, 做得隐蔽些。 姜乐烟一说商洪烈便知道, 他想赛场上解决。 是。 在走出隐煞的房子后, 姜乐烟愣住了, 望向对面客栈上某间开着的窗户正在了原地。 那是哥哥姜燕吗? 气质完全变了, 气息变得非常的强势, 面容也好像变了, 看上去成熟中带着高深莫测。 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 但却令人看不透。 以他的实力竟然看不透, 哥哥如今的真实修为。 姜燕似有所感动的, 朝姜乐烟所在的位置看了过来, 只是轻轻一瞥, 姜燕笑了。 原本哥哥姜燕一看, 便是不常笑的人, 如今面对他的这温润笑容却有些独特。 此时姜乐烟的通讯预排有了动静, 姜乐烟查看了下, 发现是哥哥姜燕发来的消息。 乐儿, 等比赛结束我再去寻你, 遇上什么事, 记得与我说。 姜乐烟笑着点了点头。 好。 窗户边, 有侍卫走了过来, 朝着姜燕行了一礼。 即便如今他的修为这距离想要偷听的话, 是绝对没问题的, 但显然那边有防备, 他一点也没听到。 原先他还担心哥哥的实力独自一人面对, 要是仇人想要杀人灭口, 那便危险了。 现在看来, 就单单哥哥本身的修为便安全无虑, 加上手下, 起来他的担心便去了不少。 哥哥在明处, 他在暗处, 希望这次能够有所线索。 姜乐烟离开后, 姜燕望着那已隐隐有天外天风姿的女子, 眸子闪过一抹意味不明, 在看追随行在他身后的两名女子, 姜燕脸上一片平静。 丫头, 这一世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我还是做你的哥哥。 虽然没能如那位事无巨细, 都为你想好准备好, 但无论遇上什么事都有我。 想到这一世是亲哥哥, 心中无奈又欢喜, 真是一下子绝了他的心思。 如今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守护好他, 望向远方, 眸中杀意一闪而过, 就从害得虚昌江家的背后之人开始吧。 姜乐烟顺路拜访了光华, 在见到光华后, 姜乐烟下意识地看了下他的身体, 明白他以前伤势所带来的后遗症已经完全消失, 现如今炼制丹药的话估计毫无问题。 小友别来无恙, 姜乐烟向光华行了一礼, 早上的事还要感谢大师出手相救。 光华笑道, 区区小事无足挂齿, 小友不必客气。 其实若是我没出手, 小友也是能够自行解决的吧。 虽然确定也是如此, 但当初要是伤红烈刚好没在附近, 那他的修为便要暴露了。 而且, 即便光华经过, 也得他愿意。 这份秦他灵, 不然正常人都不会去掺和路上遇到的不平事。 姚慧跟魏薛年此时过来了, 朝光华行礼后便与姜乐烟打了招呼。 看向姜乐烟, 姚慧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鼓起勇气问道, 姜妹妹可是知道师弟的下落。 看姚慧那纠结的神情, 姜乐烟说道, 知道, 或许你们还能够遇上。 第275章, 初赛。 姚慧纠结了那么久, 但终于有了消息, 心中还是有些稀奇的。 他想那次估计是因为师弟才刚刚醒来才回那班, 或许再次见面便不会了。 姜乐烟并没有多说什么, 哥哥是怎么计划的他并不知道。 因此, 他并没有过多地透露消息, 姚慧有些疑惑, 那师弟如今是在旧城内吗? 哥哥有事要办, 我不便过多透露, 到时你见到了便知道了。 闲聊了一会儿, 姜乐烟便起声告辞了。 几人都没有提起为何这次天泉山会过来参加玄天大比, 其中很明显的便是也想瓜分仙魔战场的名额, 另外的便不知了。 天泉山为何要过来参加比赛, 对于姜乐烟来说并不重要。 回去后, 姜乐烟便没有再出门过, 期间拓跋家的人往尹煞那边送了歉礼。 尹煞有专门地址攻击任务, 这情况估计是还未查到他的身份, 或者只是惧怕伤红烈, 因此李悟从伤红烈出过。 反正这段时间以来他与师兄师姐们都没有再出过门, 因此破跋家那边有没有预备找他们的麻烦并不知道。 很快比赛便开始了。 此次姜乐烟直选择了炼丹跟无比, 扶阵之类的其实也有专门设置了比赛。 但当初苏叶荀只让他选择炼丹跟无比便好, 毕竟不能把所有底牌都暴露在人前。 无比上胜出后直接上战场, 若是加上炼丹的话那便能够赢在后方, 这样安排起来也比较自由些。 至于天眼之术那些, 他并不是很擅长, 便不参加了。 每位参赛弟子都会分发一枚玉牌, 在比赛前那玉牌上面便会显示比赛的顺序。 姜乐烟看了下, 炼丹术的比赛比较靠前, 随后便是无比, 时间上很是充裕。 炼丹术比赛的第一比便是在限定的时间内, 炼制出二阶丹药, 观品质进行评选晋级。 虽然他要隐藏, 但对于区区二阶丹药, 他只需要控制承担的数量, 品质上并不准备遮掩, 待到后面再看情况。 毕竟实力高低以后, 在仙魔战场上也是能够决定地位的因素之一。 这次参加比赛的炼丹师不少, 分了场次, 赛场上形成了方阵, 隔着一段距离便有一个比赛位置, 整个广场上足够容纳下近百人之多。 姜乐烟所在的位置比较靠边, 初赛比赛方是有提供炼丹的。 看着前面普通的炼丹炉, 使用一伙是不可能的了。 因此, 姜乐烟非常自然地选择了普通火焰。 分到药材之后, 姜乐烟完全不假思索, 便开始炼制了起来。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丹成的时候, 剂量时间的香才燃了一半。 而其他人还在努力地炼制当中。 总的两颗极品丹药, 这样的结果已经是他特地控制过的结果, 但对于观众们与参赛者们来说, 却是非常惊悚的存在。 练丹树比赛分了几场, 此次姜乐烟并没有与摇惠他们同类竞争。 教完那丹药, 但负责人将他的成绩录入了之后, 姜乐烟便洒然离开, 直接朝着无比的位置走去。 依然是大筛选。 每个打类台上都有50人同台比试, 50进25, 差不多淘汰掉了一半。 要说战场上一般都是人越多的越好。 另外, 未能晋级的那部分, 还会根据个人的意愿。 若是愿意进入战场, 从小组开始的话, 那便再次进行无比赋榜上的排名。 总体来说, 排名的先后, 对于上了先魔战场, 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若想改变, 只能靠军功来提升。 姜乐烟在见到拓跋号的时候, 毛子里闪过一丝笑意, 伤红烈还真会办事。 乔眼前除了他之外的另外49人里面, 便有五六人之前, 一起欺负师兄的拓跋家的人。 这回姜乐烟直接开虐, 逮着拓跋家的人便狂揍。 那些人原本瞧见姜乐烟独自一人面对他们这么多, 还很是兴奋。 心里虽然记着二长老的提醒, 但这是比赛场上, 生死有命, 若是出个什么事, 谁也没法怪罪他们。 因此, 几人便将姜乐烟选为了第一个合力攻击对象。 结果那一个个被打成猪头, 浑身疼痛的酸爽感觉, 真是不言而喻。 要知道, 如今他们的修为可都是原因期啊。 这样的修为正常一击, 都有移山倒海之势了。 可他们如今却如普通人一般, 姜乐烟的恐惧更甚了。 其他人虽然也在打架, 但都纷纷下意识地远离了姜乐烟的所在地, 真是太凶惨了。 拓拔后已经后悔惹上姜乐烟了, 嘴上不断求着绕。 要知道, 那打的方式真的令他们整个人都生不如死, 恨不得直接跳出比赛场地一聊百聊。 可是为了进阶, 他们只能努力反击, 努力忍耐, 希望其他淘汰的快点结束。 这样, 他们还在场中便能够直接晋级了。 可惜姜乐烟看着呢, 哪里可能让他们好受。 这几个被分到他这边的, 都是当初远远看见, 便满脸比翼嘲弄他二师兄的人。 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卡着点, 直接把他们扔出了比武台, 独独留下来了拓拔号。 有那色星便不要担心下破胆。 比赛场次还有不少, 他准备慢慢地虐。 至于死不死的, 哪有他下的手段来得爽? 他可是专挑学位打的, 还用了担药。 那些人回去需要忍受的痛苦无法想象的, 若是处理不好, 过段时间直接避命也是有可能。 也并不是惹了他的人都得死, 但这些人涉及他师兄, 差点害死师兄, 这种人死了也不觉得惋惜。 如此大费周章的计划, 还是不愿意被看破连累的师兄弟师姐妹们, 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比赛很快便结束了, 姜乐烟顺利地进入到了下一轮。 姚慧在得知了姜燕的消息后, 便留联在每个比赛场地间, 希望能够再次遇到的师弟。 既然在旧都, 那么师弟定然也是过来参加比赛的。 探查了洛京江家都参加了什么项目, 结果被告知洛京江家今年并没有参加, 心里一阵颓丧。 除了洛京江家便是天泉山了, 他想不通师弟能够以什么身份参加比赛。 苦思不得, 苦寻不道, 最后姚慧坐在了观众席上, 很是颓丧。 脑海里不断地回想着那日师弟看过来的眼神, 他想要自欺欺人一次, 再让他见一次师弟。 他想知道是师弟因为魔眼变了, 还是这段时间已经恢复。 就在初赛快结束的时候, 姚慧看到了那道日思夜响的身影, 可那明明是他, 看上去却又那般的陌生, 陌生地令他有些害怕。 第276章 万荒星辰 被师弟姜艳看过来的眸中的神情吓了一跳, 那样的冰冷, 犹如置身寒冰冷窑中, 令他瞬间僵在那儿。 眼泪缩缩往下掉, 此时姚慧心里明白自己已然没有可能。 万般痛苦, 使得他连离开此地的戾气都没有。 高傲的自尊心使得他极力的忍耐, 才没有彻底的崩溃。 虚昌江家? 脑海中浮现关于这个家族的资料。 与洛金江家不同, 虚昌江家是最为古老的家族, 与那些影视家族相比更甚。 当年不知道什么情况, 直接封闭了对外的一切, 如今是封闭结束再次现实了吗? 还有, 师弟不是洛金江家的人, 而是虚昌江家的。 一大堆的问题浮现在脑海中, 可他此时完全没有那个心思去想太多。 比赛很快便结束了, 江彦离开了, 但底下的人却沸腾了。 当年的虚昌江家是何等的实力何等的风光, 如今要重新面试了吗? 江乐烟坐在后面观察着周围人的反应, 但还是无功而返。 接下来休息了两天, 第三天比赛又起, 依然是练丹比赛比无比早些。 经过上一轮的比赛已经淘汰了不少人, 此次练丹比的是练制三接丹, 同样的模式。 这次江乐烟依然很快便完成了两枚极品丹, 因为比赛炼制出来的丹药都会被上交, 然后用到仙魔战场上, 数量也是贫选的一部分。 当评委们看到这一次, 竟然还是两枚极品丹, 简直震惊了。 其中有位评委忍不住问道, 敢问小友在丹制一道上的修为几何? 这是问他到几节炼丹失了, 江乐烟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了怎样的阶级。 红彦师傅给他的传承他差不多都已经消化完, 天外天的丹药也是能够的, 而其他族的丹药他也是完全能够炼制的。 因此, 江乐烟直接摇了摇头说道, 具体什么等级我并不知道, 没测试过。 礼貌地回答之后, 看成绩已经登记, 江乐烟便离开了, 留下一群自行猜测的评委们。 大陆上炼丹失不少, 这位应该是说, 还没试过能够达到瓶颈的丹药吧? 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 毕竟有些单方的材料比较难找, 很多炼丹师确实也是因为这点止步不前。 因此, 评委们并没有奇怪。 无比这次是美人比试十场来进行排名。 这次拓拔号再次遇到了江乐烟。 上次回去后, 要不是家族跟来的炼丹师及时地处理, 估计他们不死也惨了。 想到这, 拓拔号看向江乐烟的眼神, 好像脆了毒一般, 阴狠地可怕。 在拓拔号出现的第一时间里, 江乐烟便看出来这位已经被治好了, 但他暗处留下的隐患却没有除。 那至少要过段时间才会发作, 大头可都是在那呢。 江乐烟脸上很是平静, 甚至带着些微的笑意。 哼, 还笑得出来, 等下可别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对于拓拔号的嘲讽, 江乐烟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依然笑眯眯的, 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要说上次打得那么狠, 正常人再次瞧见江乐烟的话, 定然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要知道, 能够对他们压着打, 还让他们那般惨的实力, 绝对不容小视的。 而拓拔号此时竟然能够这般的嚣张, 还大放厥词, 这便让人不免想到他估计是有什么依仗才敢这般。 对于依仗不依仗的江乐烟并没有多在意, 比赛开始之后, 江乐烟便换出了伏笔, 看似随意的几下, 周围已经无形中被布下了阵法。 收起罗伏笔之后, 号整以侠地站在那, 飞语见现。 整个过程, 江乐烟的速度很快, 拓拔号完全没反应过来, 警惕地看向了地上微不可见的阵纹, 发现没有任何的反应后, 便轻蔑一笑。 我倒是多么厉害的招式, 虚张声势。 江乐烟并没有回他, 脸上依然平静如常。 他可从来不会虚张声势, 好戏还在的后头呢。 排除危险之后, 拓拔号手提本命剑, 移上去便强攻, 招招致命。 可他无论出什么招式, 江乐烟都好像很是轻松的样子, 甚至每个招式都诡异地反噬回了自己身上。 拓拔号震惊地看向地上微微发亮的阵法, 心里开始害怕了起来。 这是怎样的阵法? 为何他从来没听说过? 接下来越是拓拔号心中越是慌乱, 此时他已经被反射弄得遍体鳞伤, 招式也不再如原先一般狠命了, 甚至到后面都快成虚招了。 看向对面凄惨无比的拓拔号, 江乐烟奄然一笑, 不打了, 那该换我来了。 手中飞雨剑泛出盈盈光芒, 还未出招那气势便使得拓拔号心里忍不住害怕。 因为地上的阵法, 拓拔号原本针对江乐烟准备的大杀招完全不敢用。 面对江乐烟此时蓄势待发的招式, 他心中从来没有过的害怕。 一向桀骜不逊, 不可一世的他在这一刻直接想要喊放弃, 可不知为何话语到嘴边愣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精具地看向江乐烟, 脸上满是恐慌, 此时的他甚至想过要朝着台下跑去, 可脚下去却又好似惯了牵一般无法动弹。 江乐烟微微一笑, 看上去是那般的人畜无害, 可在拓拔号眼中, 这简直便是恶魔般的笑容, 充满了邪恶, 令人惧怕无比。 拓拔号深知, 这样下去, 自己必死无疑, 心下一发狠, 血脉激发, 拓拔家族特有的血脉绝技, 万荒星辰, 蓄势待发。 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突然出现了点点星光, 虽然不是星河万里, 却也隐隐有着一股威势。 这就是血脉绝技的力量吗? 台下的观众纷纷赞叹, 今年的第二轮比赛, 竟然比往年还要精彩, 没想到, 都有人使出家族血脉绝技了, 更甚者, 这使出绝技的, 还是拓拔家族的人。 当星辰之势聚拢, 血脉威势被全部激发, 拓拔号发现自己竟然又能动了, 莫名的清洗令他完全忘记地下阵法的作用, 此时心中只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便是杀了对方。 从空间里取出了增强的丹药, 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 整体的气势瞬间节节攀升, 星辰之势更加强大了。 江乐燕手中飞羽剑, 挽了一个剑花, 一道由剑气形成的防护罩, 瞬间形成。 说时时内时快, 天空中的星辰形成的威势, 瞬间朝着战台涌去, 拓拔号发绝流转。 星辰之势化成了攻势, 朝着江乐燕的位置袭击而去。 第277章 剑江燕 当万荒星辰遇上剑气护罩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们纷纷以为江乐燕会玩, 没想到那星辰之势在接触到剑气护罩的时候, 直接反射了回去, 朝着拓拔号的位置反了过去。 突如其来的巨变使得众人震惊不已, 拓拔号内心恐慌不已, 脑海中瞬间想起刚每次打斗, 反到他身上的情况, 心中悔恨极了。 心里知道这万荒星辰之势自己是抵挡不住的, 急忙取出防护器具, 想要趁机跑下台去, 嘴上大喊地投降。 可惜那万荒星辰速度极快, 瞬间便击中了他, 就连看护者想要急忙救护都来不及, 无比正常都会有看护的大能, 只要比赛者说出弃权的话, 看护的大能定然会救护。 光芒包裹住了拓拔号, 将他整个人带着冲下了台飞出老远。 众人哗然, 防护者急忙过去查看, 拓拔家族跟过来的人更是带着丹药师急忙地冲了过来。 少爷! 毫无例外的, 拓拔号死了, 拓拔家的人便想要冲过来杀了江乐燕替他们少爷报仇, 防护者跟周围的护卫队急忙拦住了拓拔家的人。 作何? 比赛大家都看到了, 这位江道友仅是自我防护而已。 意思很是明确, 跟江乐燕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误伤而亡的情况下, 比赛者无需受到惩罚, 更何况如今的情况是江乐燕正当的防护。 虽然防护照有反转的作用在, 但那招式却是拓拔号自己发出来的。 拓拔家的人愤恨地看着江乐燕离去, 却又无能为力。 这次, 拓拔家当初设计影司徒刘云想要置其于死地的主谋, 死于非命。 缓缓走在街上, 江乐燕有些忍不住看向自己的双手。 这是他第一次当面直接杀人。 从来到这个世界, 全因苏叶旬的训练他如今并不惧怕决斗中杀了对方。 如今的他越来越冷血了, 甚至差不多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 强者为尊。 心中自我安慰着。 他没错, 是那些人死有余辜, 他们设计要害死师兄在先, 斩草不除根, 以后可能死的便是他们。 如此想着, 心中便不那么慌乱了。 走着走着, 突然一道熟悉的气息袭来, 江乐燕直接被拉进了附近的高楼内。 原本有些惊慌, 想要防护的江乐燕在看清来人之后便放松地随着来人走去。 今日伤红烈送过来的那两名女护卫并没有跟来, 留在比武台那边探查拓拔家的动向了。 房间的门关上之后, 江乐燕才开口道, 哥, 你不是说暂时装不认识吗? 江燕拉着江乐燕坐了下来之后才开口道。 第一次, 原本计划是为了保护小丫头, 所以没准备现在被别人知道他们认识, 但一直观察着她情况, 见小丫头比赛完心神不宁的样子便知是怎么回事了。 看小丫头的样子, 江燕知道估计她的记忆还未恢复, 不然灭了对方便灭了, 哪来那么多心思? 第一次, 江乐燕一时反应不过来, 随后便明白哥哥问的是什么意思了。 嗯, 第一次, 我缓缓便好了。 江乐燕知道自己这个心态在这世界上很是不同, 若是对方置她于死地, 她还妇人之人心生不忍的话, 那么估计死的便是她自己了。 休息了会儿, 江乐燕看向了哥哥江燕, 近处看她, 对于她的变化更加的明显了。 系统说过哥哥江燕也是记忆复苏者, 就是不知哥哥上一世是谁。 见小丫头一直盯着她看, 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 江乐燕摇了摇头道, 之前哥哥昏迷, 我关你神识有义, 是不是觉醒以前的记忆了? 江燕有些惊讶, 小丫头竟然直接问了, 但并没有瞒着, 小丫头早晚也会恢复记忆, 到时早晚也会知道的。 嗯, 觉醒了。 江乐燕有些好奇地问道, 哥哥, 可否讲讲你以前的事情? 乔小妹满是八卦好奇心心眼地望着她, 江燕明白她想听的是什么。 这丫头还是与往常一样, 好奇心不驯当年, 以后等你天外天的记忆也恢复了, 便过来寻我, 到时再讲给你听。 江乐燕看向了江燕, 我天外天的记忆, 妖族的人换她主上, 系统的态度也很是明显地, 让她感知到她以前的身份不会简单。 如今哥哥说她天外天的记忆, 这是不是证明她上一世跟天外天有关系? 可既然在天外天, 那为何她又会成为妖族的主上? 按以前看书看电视剧的经验, 好像妖族根本不可能让一位先祖统遇啊。 对, 以后你便知道了, 江燕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江乐燕也看出来了, 因此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哥哥回过虚昌族地吗? 虽然之前系统说过, 哥哥江燕尽了虚昌江家财联系不上, 但她还是担心地问道。 户足古术的厉害她是领教过的, 上次余增进去更是直接伤了神石, 余发进去直接出不来了。 嗯, 回去了。 说着, 江燕摸了摸江乐燕的头发, 安慰道, 莫担心, 那老东西伤不到我, 还被她整得很惨, 估计再见到她都不敢再乱放肆了。 哥哥这次以虚昌江家的名义参赛, 可有一场, 心里期待着会有消息, 可这种事却是急不得的。 还未, 不急, 慢慢来, 到比赛结束, 还有不少时间。 此时外面的护卫敲门, 进来之后, 瞧见有外人在, 朝着江乐燕行了一礼之后, 便将手中的玉锦交给了江燕, 便出去了。 哥哥是暂住着吗? 看周围的环境, 不似客栈, 倒似私人房屋。 嗯, 这是我们江家产业, 等比赛过后, 我再带妹妹四处走走认认人。 知道小丫头的八卦前置, 江燕直接说道, 这段时间, 我接管回了家族内的产业, 过段时间, 便能恢复到以往鼎盛时期。 那些人适合原油至虚昌江家全族灭亡, 一件件抛出来, 他就不幸不能查到任何的马脚。 哥哥辛苦了, 他什么也没能帮上, 心中有着愧疚。 你好好地学习本领, 待寻到仇人, 便有你的用武之地了。 直到小丫头心中所想, 江燕再次宽慰道, 后面我也还有其他事需要你帮忙, 如今, 你还不是暴露身份的时候。 他心中其实有着猜想, 当年的事与和苏家的殷亲关系, 多少也是有挂钩的。 第278章, 田出思来了。 回到昆仑, 那两名女护卫也回来了, 两人一个叫又一, 一个叫左宇, 右宇的修为更高些, 但却以左宇为主。 据右宇解释, 左宇计谋比他好, 跟着他不容易被卖。 夫人, 拓拔家那边已经通知了主家, 估计比赛前那边便会来人, 其他几人正准备比赛的时候, 整丝途流云。 听着左宇的汇报, 江乐烟陷入了沉思, 右一汇报道, 商户法那边已经做好准备了, 安全无虑。 就他们尹煞的实力, 即便整个拓拔家都出动都不带怕的。 尹煞存在世间那么久, 威慑力十足, 可却从未暴露过真实的实力。 不说一个拓拔家, 即便是对抗整个帝国都是使得的, 只不过主上没那意思。 他们更是明白大家最想的便是开启天外天。 江乐烟点了点头, 师兄那边还是要防着点, 拓拔家的人过来后通知我一声。 拓拔家不拓拔家的, 其实他现在也是不怕的, 就是修为上还是有些差。 若是过分了惹出拓拔家那些老家伙出来, 那便比较难办了。 如今他的修为是炼虚七大圆满, 上面还有合体七、大成、杜结、几大境界, 每一个修为实力差距都甚大。 至于仙人, 因为天外天的封闭, 正常都不敢随意晋升仙人, 到了一定境界都是能压制修为的, 尽力地压制修为。 不过因为有空间锻炼神石, 还有炼丹与扶阵, 这两样能够提升神石的存在。 如今他神石已经相当大成七, 都快靠近杜结七了。 突然想到, 若是他神石先破了杜结七, 是不是也会被天道追杀? 一道天雷下来, 直接将他劈成了灰灰, 虽然他有化雷断体的功法, 却也是需要以防万一的。 这点宿主莫担心, 神石超过了天道, 也找不了你的麻烦。 如今你的情况, 已经屏蔽了天道规则的探查。 系统的话, 令江乐焉想到了, 之前系统说过, 如今他的躯体, 已经达到了仙体。 圣体之前, 他都能够帮忙遮掩。 是因为遮掩了仙体的存在, 其他也能跟着遮掩是吗? 系统笑着说道, 也可以这般想。 那是不是我的修为, 不用再努力压制, 你也能够一起遮掩。 若是修为上去了又有遮掩, 那他便丝毫不用惧怕天道的探测, 而直接与命了。 修为上还是慢慢来得好, 压制修为一步一步来对你有好处。 基础必须打好, 不然即便有以前的基础, 也容易造成修为不稳。 要是以后以前的修为回来, 到时便得受好大的苦头。 江乐焉也明白, 修为上还是稳扎稳打得好。 是他想要复仇, 太过着急了险。 通知了伤红烈帮忙注意那些人的安排, 尽量避开拓拔家的人。 他猜测拔拔家那边估计也是准备这般做, 从比赛上动手。 师兄也不是个傻的, 但疯狗容易乱咬人, 他还是防这些的好。 关于师兄的事情, 他与苏叶旬说了, 所幸苏叶旬并没有误会, 拓拔家族长夫妻还是可以的。 若是你师兄想回去, 便争取早日进行血脉觉醒。 想到拓拔家的血脉传承, 苏叶旬不免想到了从前的某人。 若是那人的话, 就拓拔家那些小喽喽还真不够看的。 江乐烟硬了下来, 想到之前比赛的时候, 拓拔号使用的万荒星辰。 那威力, 师兄早日觉醒血脉多一项绝技也是好的。 拓拔家那边你不用担心, 安心比赛就行。 谢谢相公。 在这样的环境, 若是能够安然度日, 定然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江乐烟对苏叶旬帮他做的一切心中都明白。 杀死拓拔号他并不后悔。 来到这个世界后, 他便明白了一个道理。 对你起了杀心的人, 一旦你对其有不忍之心, 那么死的便是你自己。 就这样, 江乐烟安然地度过了一段时间, 练丹比试在练了四接丹药之后便进入到了决赛, 到时会在帝都举行。 而无比这段时间也顺利地过了, 期间拓拔家的人竟然意外地一点动静也没有。 原本以为是他家苏叶旬的威慑力, 后来想想, 估计是拓拔家的那些人正准备着憋大招呢。 叮。 翻身做主人, 我超强, 请宿主进入血迹之地寻回阴阳玄残缺部分, 成功奖励抽奖一次, 失败惩罚攻略对象雷劈惩罚。 系统突如其来的任务, 还是让他有些没反应过来。 为什么惩罚是批苏叶旬? 江乐烟对这点非常的不满, 狗系统发布任务就发布任务, 拿苏叶旬来威胁他便让人很是不高兴。 虽然每次系统发布的任务都是他得意, 但惩罚归到苏叶旬身上, 他突然有种被触犯到底线的感觉, 很是不高兴。 因为如今能够威胁到你的就攻略对象了, 好好努力完成任务便啥是没有的。 宿主如今可是仅剩一次的抽奖机会了。 最后一句瞬间提醒了江乐烟, 可是对于威胁对象变成了苏叶旬, 江乐烟还是距离力争希望换一个。 就像苏叶旬带他一般, 他绝对不会愿意将他置身在危险当中的, 可他若是为了得到系统的奖励而将苏叶旬置身在危险之下, 那是他最不愿意的。 那你换一个惩罚。 此时系统终于有了一种自作孽不可活的感觉, 宿主如今雷电不轻, 他连威胁都威胁不了。 换做什么? 你自己想一个吧? 若是能够让我满意的话, 我便同意更换惩罚。 这就有些为难他自己了, 但为了那奖励, 又为了苏叶旬不冒险, 他还是努力地想了想有什么惩罚。 真是没有谁比他更难的了。 好好的竟然要想着怎么惩罚自己的招, 真是太为难了。 惩罚我跟苏叶旬说甜言蜜语。 这个惩罚不错, 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系统便让他跟苏叶旬表白过, 可行性很好。 系统暗暗翻了个大白眼, 他们两人虽然分隔两地, 但时不时地撩骚话, 调戏苏叶旬甜言蜜语大箱的, 还需要他惩罚甜言蜜语吗? 见鬼呢? 一开始, 两人都填出丝来了, 那还需要他。 这点不行, 那个任务系列已经结束, 不能再开启。 听到系统的回答, 姜乐烟还是有些可惜的, 多好的惩罚方式啊。 不伤感情, 还不伤身体, 很是棒的惩罚。 行吧? 不行就不行, 他只能再想想其他的。 第279章, 你主上可在。 他最害怕的, 便是雷劫了。 如今他有那法觉, 是完全不惧怕雷劈的。 系统贼的狠才会换惩罚的, 因此, 雷劈是不行的了。 再仔细想了想, 姜乐烟试探地问道, 要不惩罚我, 多久不能吃东西。 爱吃美食, 可是他最大的爱好之一了。 虽然有些难受, 但姜乐烟觉得, 这绝对是可行的。 这个也不行, 你如今吃不吃的都死不了, 所以不成立。 就宿主如今仙体的体质, 不吃是完全死不了的。 甚至身为练须静, 老早就避鼓了, 美食什么的, 完全够不成威胁。 姜乐烟再次陷入了为难, 脑海里努力想着, 突然灵光一闪, 脑海里浮现之前, 系统在有苏叶寻在的时候, 一点动静都不敢发。 这是害怕苏叶寻的表现啊。 想到这里, 姜乐烟忍不住问道, 你这样用苏叶寻来威胁, 我他知道吗? 这话一出, 系统瞬间突然好像被定住了一般。 忍不住想到, 那位如今正在觉醒, 要是真让那位知道了, 他用他来威胁宿主的话, 定然要完蛋的。 心里有些发颤, 但却忍着没表现出来, 请宿主记住最初的规则, 不可暴露我的存在, 否则有可能影响到你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 他倒是忘记了这个约定了, 若是发现了, 我会再死一次。 怎么感觉, 这完全是系统在威胁的理由呢? 可却也明白, 从始至终系统都没有害过他, 甚至每次都在帮他。 此时系统再次提醒道, 允许你一次修改的机会, 宿主可是想好了, 换什么了? 错过了这次机会, 可就没有了。 江乐烟再次苦思冥想, 完全不知道什么惩罚好, 我觉得跟苏叶巡表白的方法不错, 系统真想给他来个大白眼。 想了很久, 为了系统不雷批苏叶巡, 最后江乐烟问道, 惩罚换成电机吧, 这个我也是怕的, 到时我不用法觉便是。 行, 电机分很多种, 虽然宿主如今是仙体, 但电机的感觉是完全不会被屏蔽的, 正好锻炼宿主的忍耐力。 系统答应之后, 江乐烟心中终于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雷批苏叶巡便吼。 可谁知此时系统再次来了一句, 这次任务已经发布没办法改, 下次任务会改过来, 所以宿主请加油。 江乐烟瞬间一噎, 狗系统真的是。 无奈之下, 江乐烟只能努力想办法完成任务了。 血迹之地, 是不是以前魔祖魔尊开齐血迹法阵的地方? 据说当年是在旧都进行的, 那么便在这附近了。 是的, 友情提醒, 宿主可借阴阳玄屏感觉去寻找, 这样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当年的血迹之地是不是被封印了起来? 这段时间他将整个旧都都逛了无数次, 可是却愣是一点发现都没有。 如今系统, 说凭感觉, 那么便是阵法将其藏在了某处。 是, 为了避免那位发现他用它来威胁宿主, 这次的任务他可算是知无不言了。 既然如此, 江乐烟也没有再耽搁下去的意思, 换出了阴阳玄, 对其说道, 炫老, 你仔细赶之下, 让你波动的地方在哪里? 此时阴阳玄整个阵盘都散发出阴阴光亮, 一股欺燃的气息扑面而来, 好像冰死之前的嘶吼, 令人心情异常地难受。 闭上双眸, 想要缓一缓情绪, 可是闭上眼之后, 那股气息更加地浓郁了。 甚至隐隐中, 好像有着什么在指引着他们。 心中哑然, 下意识地随着那指引走了出去。 出门的时候, 刚好遇上了师姐炎炎炎, 见自家师妹的状态, 心中担心, 急忙换了师妹的两名护卫, 随在了小师妹的身后, 担心师妹遇上危险。 炎道友放心, 夫人交给我们。 左宇是记忆复苏者, 对于夫人如今的状况, 他心中明白是什么情况。 江乐烟走得很快, 两名护卫跟上完全没问题, 但炎炎炎相对来说就有些吃力了, 最后没能跟上, 只能停了下来, 焦急地等待着。 三人快速地走着, 江乐烟的状态, 街上大部分都发现了不对劲, 可是到了一座楼宇附近时, 江乐烟竟然莫名地消失了, 两名护卫没能跟进去, 秘境瞬间暗道不好, 焦急地寻找那姐姐的入口, 可却怎么也进不去。 此时收到消息的伤红烈, 也急忙朝着这边赶来。 就在附近的江燕, 似有所感地看向了左宇他们的位置, 感知到了小妹的气息, 神识朝着那姐姐探去, 却被挡了回去, 眉间微粗, 瞬息之间便出现在了左宇他们附近, 在那姐姐上, 他感知到了那股熟悉的气息, 可那人原本应该掀弃最是纯粹之人, 竟然沾染了他们魔族的气息。 这样的情况很是不对劲。 对于江燕的出现, 左宇与右衣瞬间防备, 叙事待发。 若是对方做出什么来, 他们定然不会姑息。 江燕并不想耗在打斗上太多时间, 这两人的觉醒也是好事, 平日里能帮上小妹一些忙, 至于他们的主人, 估计已经知道了她的存在。 不过, 为何那姐姐里面会有她的气息? 还是那样的混乱。 魔神的气息瞬间释放了出来, 左宇思维确实比较活络, 在感知到那道气息之后, 瞬间便联想到了对方的身份。 右衣, 停下。 喊停了准备攻击的右衣, 左宇朝着江燕行了一礼道, 不知魔神大人至, 多有得罪, 请多海寒。 右衣惊讶了下, 瞬间也反应了过来, 同样朝着江燕, 行了一礼, 魔神大人在正好, 这个结界我等打不开, 夫人进去里面, 不知魔神大人可否有办法进入? 你主上可在。 提到主上的行踪, 左宇直接回答道, 这个问题请熟我等无法回答。 江燕吃笑一声, 也是, 这是你们主上的气息, 除非小妹自己出来, 要不就给你家主上来打开。 这就有些为难左宇跟右衣了, 但两人还是急忙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面。 而伤红烈在此时也感到了, 再见到江燕的时候, 有些惊讶。 护法, 这位是夫人的哥哥, 刚看到夫人进去, 急忙过来看一下。 左宇的话, 瞬间让江燕知道是什么情况。 眼前这位天界大将军, 怕是还未觉醒吧。 伤红烈点了点头, 刚才已经跟主上汇报了情况。 我们在这等着变成。 第280章, 幻境看打架。 再次睁开眼睛的江乐燕, 发现自己置身一处豪华的府邸后门, 而自己身前隐隐约约有着一道屏障。 幻境吗? 为及多想, 一辆马车开了过来, 马夫下了车, 朝着那门敲了几声, 后门便开了。 开门的是鸣身穿灰色仆装的小丝, 见到马夫便急慌慌地催促道, 快点快点。 两人从门内抬出了一个大麻袋, 朝着马车走去, 江乐燕蹙眉。 神石透过麻袋, 赫然发现里面装着一个人。 江乐燕本便不是多管闲事的主, 可在要撤回神石时赫然发现, 那人的脸竟然与他的一样。 奇怪之下, 江乐燕还是出手了, 在即将碰到那马车时, 他竟然直接被那道透明的屏障给挡开了, 怎么也进不了马车。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此时, 马车已经朝着城门口驶去, 江乐燕试着跟上去, 发现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系统没有动静, 倒是漂浮在他边上的阴阳玄太极, 正盘说道, 主人, 这不是普通的幻境, 而是别人记忆幻境, 所以主人改变不了这里面的一切。 记忆幻境? 罗浮笔现, 江乐燕试图破开幻境, 可却怎么都没有办法。 要知道, 他如今扶振的修为可是不低, 又有着万妖令中的传承, 没想到这个幻境竟然破不开。 炫老, 这个幻境与你主人是不是有关系? 看着前方的马车, 江乐燕有了某种猜测, 他是随着阴阳玄太极阵盘的感知, 才到了这里。 那么这是不是也有关系? 是的, 主人, 既然这样, 那便跟着看看, 说不定能够寻到突破口。 做了决定后, 江乐燕便快速地朝那辆马车追去, 再次靠近那马车的时候, 愣然发现前方竟然是悬崖, 而他再次被挡住了去路, 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两人将那麻袋抬了下来。 车夫一边帮忙姐, 那个口袋一边问道, 我们真的要这样吗? 毕竟还是府里的嫡小姐, 若是被发现, 我们可都得玩。 灰衣小四板着脸呵斥道, 怕什么, 上面还有夫人顶着, 她不下来。 说完便从那昏迷不醒的女子身上扯下一片裙脚, 鞋子脱下来一个扔在了悬崖边上。 做好一切准备, 灰衣小四箭那麻夫还在发愣, 便喊道, 快些, 要是耽搁了夫人的钥匙, 小心扒了你的皮。 麻夫被这一警告, 吓得赶忙帮忙抬人。 江乐烟大惊, 下意识地踏破虚空, 想要救下那女子, 可在要触碰到那女子的时候, 那道屏障在起, 直接将她挡了回来。 主人, 这是记忆幻境, 改变不了的。 江乐烟眼看着那与自己相似的女子掉下去, 却无能为力, 心里莫名地很是伤感, 既然是记忆, 那便是已经发生过了的事。 她想知道, 那女子最后是死在了崖底, 还是有那运气活下来。 不知为何, 那女子对她莫名有着吸引力。 想着江乐烟, 也便悦然而下, 随着入了崖底。 以她如今练虚境的修为, 一座山崖而已, 直接飞下去便成了。 已经处理好一切的灰衣小丝, 反倒开始焦急地催促起马夫来了。 快, 快, 赶紧走。 马夫复匪道, 刚没见你害怕, 如今倒是担心起来了。 嘴上虽然这般说, 却也力索地收拾好, 驾车离开了。 崖底处意外的游楚寒潭, 江乐烟一路下来都没有那名女子的身影, 神石扫向了寒潭, 发现底下又有一处结界是她破不开的。 醋梅沉思, 周围都没有。 那么那女子会不会掉入那结界了? 那女子若是跟这个记忆幻境有莫大的关系, 甚至是阴阳玄碎片的至关点, 那么她用感知的话定然能够再寻到那名女子。 手指阴阳玄阵盘, 再次凝神, 发现眼前的画面再次变幻了。 此时江乐烟异常地兴奋, 她这是找到了这个幻境的主要点了吗? 抬眼望去, 江乐烟瞬间被眼前引你的画面惊住了, 男子赤身拥着女子, 周围的温度异常地暧昧, 望了望边上冒着寒气的寒潭。 不是吧? 不会狗血的, 就是那女子吧? 这时, 那男子好像似有所感地朝着她的位置望了一眼, 那深邃的眸子好像看透了一切一般, 只轻轻一瞥便转过头去, 但那状态很是明显便是失去正常意识的情况。 此时, 江乐烟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为何那人那般的像苏叶巡? 又为何那女子的模样像她? 可她知道那两人都不是她们。 炫老, 是因为我进来了, 所以里面关键人物的面貌, 才幻化成我们的模样了吗? 不是的, 这是他们本来的面容。 对于阴阳玄的否定, 江乐烟也没有多想, 毕竟这个世界上面貌相似的也不是没有。 虽然这样的巧合很不像巧合。 手紧紧握着, 身在记忆幻境里, 她想改变一切都不可能, 一个失去理智, 一个昏迷不醒, 她完全束手无策。 夫妻平等契约。 这样的契约, 是完全不输红色结缘玉佩存在的上古契约方法。 两人的联系更加的密切, 甚至根据阵纹烙印下的图腾, 还能辨别出两人的姻缘等级。 那女子不是昏迷着吗? 怎么能够契约成功? 再仔细看去, 江卫妍发现那女子此时已然醒了, 只不过迷迷邓邓的, 不是很清醒, 与那男子的状态很是相像。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就那两张脸, 她都有种看他们自己录像的感觉, 不过却异常的别扭。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 忽然啪的一声响, 那女子已经彻底地清醒, 看清自己此时的状况愤怒地挣扎, 更是朝着那男子拳打脚踢。 夫人别动, 男子压住了她, 制止了她的动作, 盯着她的毛子犹如深渊, 束缚住的女子正愣了下, 恼羞成怒, 谁是你夫人? 此时, 男子神志显然清醒了很多, 抬起女子手臂上的夫妻契约给她看, 不是夫人是什么? 此时顾了眼整个人都不好了, 试图将那图纹擦掉, 完全没有注意那图腾上面显示的, 赫然是天婚的标志。 上古姻缘契约, 阵纹分为了三种, 分别是, 凡婚, 递婚, 天婚, 天婚为最高。 契约之后, 阵纹便会自动显示出两人的姻缘等级, 姻缘天注定什么等级全靠两人的缘分, 而这样的区分, 却也得愿意使用高阶契约才有。 第281章, 答案都在里面, 看着他们吵架, 姜乐烟这才知道女子名幻顾乐颜, 男子叫寻夜, 姜乐烟听着这两个人的名字, 心中的怪异感更甚了, 模样相似, 连名字也这么相似, 最后, 顾乐颜很是颓丧地躺在哪, 说吧, 你我树不相识, 为何要契约? 明明上一刻还在家中, 如今却莫名身处不明之地, 甚至还失了身, 冷静下来的顾乐颜不用, 想都知道是他那位好妹妹与继母干的好事。 怎么不生气了? 寻夜好奇地看向了身下一场冷静的女子, 满含趣味地观察着她的神情, 顾乐颜并没有回答, 而是等着寻夜的答案, 他们都是陌生人, 他是看得出来寻夜身上中了药的。 中了药, 他刚好成为了解药, 那是可以理解, 但与陌生人节气, 甚至是永世有效的姻缘契约, 这就令人费解了。 哦, 刚好我中了药, 你从悬崖上掉了下来, 水到渠成? 寻夜满是暧昧地看向了顾乐颜, 因为药性刚过, 此时寻夜脸上满是慵懒无害。 俊逸的容颜另身为眼狗的顾乐颜, 差点晃了神, 那为何弃远? 顾乐颜此时心中五味杂陈, 根本不知做何想法了, 莫名有了一名道理, 还是终身去不掉的那种, 甚至莫名地被毁去了清白。 说起来他应该生气的, 可想起家里的事, 他却莫名有了抱负的快感。 感知, 寻夜并没有多说什么, 看今日的情况, 也不便多说什么便说道, 改日与你说, 既然已经契约了, 那么对于寻夜来说并不会隐瞒他, 只不过, 今日还有其他事情。 说着, 从空间内取出一枚古朴的戒指, 每一等顾乐颜反应过来, 便戴在了他的手上。 戒指原本有些大, 在上了顾乐颜手的时候, 瞬间缩小到合适的大小来。 一旁隔绝在屏障中的江乐颜, 看到那枚戒指之后, 震惊地下意识看向寻夜。 之前因为需要查找关于师父解药的材料, 他查了很多资料, 加上有着万妖令的传承记忆, 很是明显便知道, 那枚戒指是魔后的专有戒指幽玄戒。 看顾乐颜的情况, 应该是玄灵大陆的人, 有了那幽玄戒, 若是改日遇上了魔族的人, 定然不会有任何危险。 这边寻夜说道, 我先送你出去。 顾乐颜想要站起来, 可是却再次摔在了下去, 正好摔在了寻夜的身上。 抱歉, 顾乐颜试图再次站起来, 却被寻夜一把抱了起来。 我送你回去。 说着, 寻夜脚踏寒潭, 带着顾乐颜, 一下子便不见了。 江乐颜独留在原处, 这件事发生得很是莫名其妙, 为何一切都那样的水到渠成了呢? 炫老, 你如今能感知到这个幻境内跟你的联系吗? 还未, 但我感觉很是接近了。 在看向顾乐颜的时候, 他其实有种莫名的伤感, 可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是怎么回事。 是主人吗? 很像, 却又不大确定。 那两人给我很是怪异的感觉, 知道为何吗? 不知。 阴阳玄其实自己也不大清楚是什么状况。 多时不出生的系统此时终于出生了, 他们前世的姻缘天定的情, 所以自然水到渠成。 系统, 你终于出生了? 我们这是在哪里? 怎么才能出去? 还有你不是让我寻找阴阳玄的残缺部分吗? 不是在旧都里吗? 怎么会来到这里? 此时将额烟满肚子的疑问, 被困在屏障里出不去也联系不到外界, 甚至连他与苏叶群的红色结缘玉佩都没办法连通, 这样的情况令他异常的慌乱。 答案就在这里, 你凭感知便能够寻到答案, 所有的疑惑在幻境里便能够解决。 这可是宿主自己深藏的记忆, 因为上一世死得够凄惨, 这些记忆都直接丢在了这里, 若是这些记忆没能恢复, 将来那位被封印的魂魄也会受到影响, 到那时带着满身戾气怎么走得过天道传承? 是不是这两人故事的结局, 我便能知道答案了? 江乐爷莫名地有这样的感觉, 或许故事的结局一切也都得等明朗了。 是, 所以宿主安心地看着便能发现其中的关键。 说着系统更是又哄道, 宿主不是准备盗取幽冥界境地前魔尊的躯体吗? 这里便有关于他的一切。 你全部知道了以后, 对你也有所帮助。 江乐爷有些亚然, 但随后又想到了那名换巡业的人, 刚取出的便是魔后的戒指幽玄戒, 刚那巡业便是前魔尊吗? 说完江乐爷心中莫名地肯定, 这个需要宿主自行观察了, 我不便透露。 既然与那么多事联系, 他也便没了想要急忙出去的想法, 毕竟出也出不去, 也是要等到事情结束了才能够。 你刚又陷入沉睡了。 系统莫名的沉默令他还真有些无可适从, 从何时起他都已经习惯了系统的存在了。 刚进入休整下, 江乐爷再次感知了下, 此时画面再次变幻, 他发现周围好像回到了最开始的那座腹地。 此时顾乐爷正站在大厅当中, 上面坐着一对中年男女, 旁边坐着一名年轻女子, 四周更是站满了奴仆。 江乐爷第一眼见到那年轻女子便心生厌恶, 觉得很是反感。 看向四周并没有瞧见巡夜的身影, 突然有些好奇他送顾乐爷回来之后, 两人还说了什么? 还有巡夜去了哪里? 既然他能够拿出魔后的幽名玄介给自己的道理带上。 那么这位定然便是魔尊无遗了。 突然江乐爷想起见到巡夜的时候, 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任何的魔器。 他是怎么做到的? 跪下! 严厉的声音中带着咽气, 甚至有着恨铁不成钢。 敢问爹爹, 女儿何罪只有? 顾乐爷并没有听话地跪下, 而是站在那看向了上座的中年男子。 这么多年的不闻不问, 甚至任由忌妻随意整治他, 周围的人辱他, 伤他, 却丝毫无动于衷。 如今正是与帝国二皇子婚事更换新娘, 将他换成他那位好二妹的关键时刻。 继母二妹担心, 他碍事, 想斩草除根, 却反来质问他为何无缘无故失踪了。 顾恍被弃得不轻, 好, 我问你, 前日你为何伪装成跳崖, 令全府上下跟着担惊受怕, 甚至还惊动了圣上。 顾恍炎翻了翻白眼, 他看是因为惊动了皇上的缘故, 才这般暴跳如雷吧。 为何会在悬崖边上寻到我的东西, 难道不应该问问姨娘与二妹? 这句话瞬间炸了三个人。 第282章, 会不会便是你的主人? 她是你母亲, 什么姨娘? 顾恍气得直爬桌子, 还有你那是什么态度? 皇师被顾恍炎这般说, 瞬间哭得异常的伤心, 梨花带雨得好不可怜。 老爷我怎么这般苦命, 好好地轻视他不乐意。 这段时间, 我是愁得都休息不好, 日日为他操心。 他道好, 他道好。 顾家二小姐顾诗云更是哭着看向顾恍, 还请爹爹为母亲做主呀。 那日, 有下人看到姐姐独身一人出了府, 谁都没想到姐姐会去寻死。 如今道好, 反倒来指摘母亲, 母亲真的好冤。 整个大厅都是皇室母女的哭诉声。 顾恍恼恼地看向站在正中央的大女儿。 言而,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你这般怎对得起你过世的母亲? 顾恍恨铁不成钢地说出了这话, 瞬间令顾乐言炸毛。 别提我母亲, 我母亲便是被你们气死的。 脑海中满是母亲当年过世之前的不甘与凄苦, 堂堂江家嫡女却落得这般境地, 被小三上位, 丈夫宠妾灭妻, 恨不得她早日死了, 好为那见人疼位置。 被顾乐言这般说着, 那边黄氏哭得更加凄惨了。 老爷啊, 我不活了, 原来炎是这么想我的, 我冤枉啊。 站在屏障内的江乐音被此时的操作也惊愣住了, 确定这是修真剑, 怎么感觉这些人都不大聪明的样子。 争吵间有下人急惶惶地跑了进来说道, 老爷, 圣上旨意道, 顾恍急忙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那边黄氏也不哭了, 眼泪瞬间擦干, 就那模样与刚哭得凄惨无比的累人, 简直判若两人。 顾乐颜淡然一笑, 很是不在意的模样, 瞬间激怒了顾世云。 在走过他身边的时候, 恶狠狠地说道, 我看你撑到什么时候, 以后我等着你向我屈膝行跪拜大礼。 一想到二皇子未婚妻的身份, 便要变成他的了, 心中满身喜悦。 我等着, 等着你乐极生悲的时候。 顾乐颜淡然地扶了扶衣袖, 抬脚便跟着朝着外面走去。 落了下城的顾世云整人都不好了, 还是一旁的婢女提醒他该走了, 这才急匆匆朝着外面赶去。 江乐颜好奇地抬脚走了出去, 到场的时候, 远远地便听到那边正在宣读圣旨, 大概意思便是顾乐颜以死威胁父母, 品行有亏, 不堪为皇家习。 又念及顾家往日苦劳, 二小姐顾世云品性绝佳, 视为典范, 改二小姐为二皇子妃。 江乐颜站在屏障那撇了撇嘴,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但看那些人的嘴脸, 真是褪标脸了。 话说这个时候的皇帝是不是昏庸无道? 不然这样的圣旨怎么也发得出来? 真是神奇。 顾世云欢喜不已地接过了圣旨, 江乐颜下意识地看向了站在一旁的顾乐颜, 发现他异常的平静。 恭喜顾大人了。 在那些人互相恭维之下, 江乐颜知道了顾皇是这个皇朝的将军。 江乐颜站在那观察了下, 觉得这人很是矛盾, 有时感觉确实是皇朝大将军的模样, 有时又觉得有点像整日想靠攀附权贵升官发财的小人。 带顾世云欢喜过后, 想寻顾乐颜的晦气时却发现, 他不知何时已经溜了, 气急败坏的顾世云只想发飙, 但鉴于父亲, 在场他并不敢太过, 不然一直以来的良好形象便要没了。 要知道, 平日里, 他们虽然都狠着欺负顾乐颜, 那都是在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 在父亲眼里, 母亲带顾乐颜, 那是当自己亲生地抚养的, 只不过顾乐颜不堪教育, 烈性十足。 周围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了, 原本刚想要跟上顾乐颜的, 但他发现竟然跟不上去, 这样的情况他知道, 估计是需要换场景了。 再次感知了下, 江乐颜沉静了下来, 阴阳玄再次流转, 这次阴阳玄光芒大盛, 眨眼间周围的环境再次变换了。 高耸的宫殿, 周围异常地清幽, 给人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 皇宫? 感觉又不是, 好奇之下, 江乐颜顺着台阶而上, 在那高台上赫然看到了顾乐颜的身影, 此时他身穿一身高阶服饰, 款式与他们崇云峰专有的款式有些像。 专修天眼术法的天眼师样式, 大多数都是这般。 顾乐颜是天眼师? 师妹, 今日师父要带你入宫吗? 同行的是另一名身穿同款服饰的女子。 算下来, 修真戒一项等级非常分明, 看顾乐颜与那女子的衣着, 很是明显地看出来顾乐颜的等级更高一些。 江乐颜仔细看去, 发现顾乐颜如今的修为, 好像比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长了很多, 她不知道时间跨度是多久, 不过就顾乐颜如今的修为, 即便她那位父亲在她面前都要俯首屈膝的存在。 嗯, 顾乐颜面容沉静, 看不出任何心绪, 到大殿前对同房女子说道, 周师姐, 师父正等着, 我先行一步。 站在一旁的周姓女子, 微笑着点了点头道, 好的, 师妹忙去吧。 带顾乐颜离开后, 江乐颜便见那周姓女子脸色沉郁, 非常不愤地说道, 不就是拜了国师为师吗? 要不是她的出现国师的小徒弟位置便是我的, 我的。 对于在那暗自愤愤不平的周姓女子, 江乐颜觉得好笑, 自己遇上小丑的时候倒是有些不爽的, 可看到别人遇上了倒是有点吃瓜群众的感觉。 在她看来, 周姓女子估计也就是个跳梁小丑。 话说那寻夜一夜过后便没再出现过了。 这不能吧? 若是在后世形成仙魔战场的情况下, 倒是有可能, 可这还是天外天风硬没过去多久, 天下大河的影响还是在的。 幽冥大陆与玄陵大陆的状况没有那么的分明, 魔族过来也并不是到了人人喊打的近况。 此时, 一行人行云流水地朝着外面走了出来, 江乐颜下意识地看向了走在前面的男子, 很是先锋道鼓, 高人的模样。 原本以为那师父会不会便是寻夜, 看来他多想了。 随着他们来到了皇宫, 此时就连皇室在场的人见到了他们都要礼遇有价, 甚至天师宫的人都不用如普通人一般行礼。 江乐颜有些好奇, 炫老, 这个时候的天眼师的地位很高吗? 在重云峰虽然也能感受到别人对师父的敬重, 但却并没有到如今的程度。 想到天眼师将乐颜下意识地看向了顾乐颜, 炫老, 你说那顾乐颜会不会便是你的主人? 第283章, 天眼术没落的起点。 是的主人, 这个时候的社会风气便是如此, 天眼术盛行, 众人对天眼师很是敬重。 至于是不是前主人, 阴阳悬下意识地看向了顾乐颜的位置, 却不知为何都感知不出来, 有可能是, 却还是没法确定。 这位便是国师最小的徒弟吧? 皇帝和蔼可亲地看向顾乐颜, 那感觉很是和善的样子。 是的陛下, 这位便是小徒顾乐颜。 听完国师的介绍, 皇帝更是笑容可拘道, 听说国师这位新收的小弟子天赋绝佳, 堪担大任。 被皇帝这一夸奖, 国师心情变得更加的好了。 这次祈福一事便是需要乐颜一起完成, 我这副残躯已不济于世。 皇帝说了几句宽慰的话, 随后便有太监总管走了进来行礼道。 陛下, 国师, 外边已经准备妥当了。 天眼一族有一项特殊本领, 那便是利用天眼气息令周围的人身灵浮光, 被浮光笼罩后, 人体便能够去除很多病痛。 帝国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大的祭祀台, 三年一度的齐渊日天师府名下天眼师便会运用阵法进行天眼浮光降临, 民众得到了好处便有了信仰之力, 信仰之力回到阵中反哺天眼师, 对于天眼师的好处更是数不胜数。 百利无一害的事情, 因此, 全帝国的人都期待着这一天。 这边顾世云随着二皇子坐在祭祀台下, 心里满是兴奋, 这是他嫁入皇家后第一次参加祁缘节。 坐在前面便是不一样啊。 天地开阔, 等下得到的祝福还会更加的多。 想到这里顾世云更是欢喜得无法自拔。 得意之余, 心里忍不住想到一直令他厌恶的顾了言。 那小贱人自那日之后便没有再见到他的人, 后来父亲试图寻找, 却都没能寻到他的踪迹。 也是那件人躲得好, 要他说啊, 最好不要回来的好。 祭祀台上, 理官宣布祈福开始, 皇帝等人的身影也出现在了祭祀台前方。 皇帝在台上说了几句话后便坐到了座位上。 国师府的人散落在周围, 开始不起了阵法。 此时, 顾乐言随着国师师傅走到了台中央的阵法中。 坐在底下的顾世云正好对上了顾乐言,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怎么在上面, 怎么会在上面。 要不是进入皇家这两年的历练让他沉稳了很多的话, 此时他定然会做出一笑大方的事, 可即便如此, 他的脸色也很是差劲。 接受赐福是需要心平气和的, 如今他的情绪完全没办法平复下来。 台上阵法已成, 在顾乐言取出阵盘时, 将乐言满是阵惊, 却又有些了然地看向了那阵盘。 那赫然便是阴阳玄, 可看上去又有所不同, 那模样让人感觉更加的灵活。 炫烙, 如何? 阴阳玄明显苦恼得到, 主人, 还是不行, 感觉还差点什么? 祈福仪式开始了, 这是江乐言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天眼之术运用方法, 看着看着江乐言竟然有些看入了迷。 突然间顾乐言的目光与他相对, 江乐言愣了下, 下意识地看了回去, 他看得见我, 又想到了天眼术法的特性, 窥探天机。 只先是, 顾乐言在使用天眼术法的时候, 能看见他也不是没可能的事。 顾乐言的冷静程度令江乐言佩服, 竟然毫无意识地继续接下来的仪式。 在阵法的作用下, 整座城都被覆盖上了天眼之气, 金光闪闪得很是圣洁, 众人纷纷虔诚地看向了祭祀台的所在方向。 隐隐中江乐言可以看到另一些星星点点的金黄色, 朝着祭祀台上飞去, 没入阵法, 天师府的众人同样被光芒包裹, 只不过那光芒带着隐隐的神圣之意。 那些光芒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吗? 这样的光芒他从未见过, 要知道天眼术法因为窥探天机, 一般都多多少少会有些后遗症的。 可在那些金黄色的光点中, 他看到了天眼室的希望。 在那些光芒的作用下, 天眼室积累下来的陈年旧疾竟然不治而遇了。 这样的状况江乐言第一次见。 想到了这里是过去发生的事, 心里瞬间有些伤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天眼之术的没落, 最后甚至有些术法都消失了。 不,那些只有会天眼之术的人才能够看到, 而且需要一定的修为才可以。 系统声音变得有些优越, 好像进入到了某种思绪当中, 宿主猜得没错, 天眼室的没落症是从这个时代开始。 为何? 江乐言下意识地看向了舞台中央那位长得与他相似的女子。 近来换尽这般久, 一切的发展都是根据那位顾乐言的行动而进行着的。 这个记忆幻症中的记忆会不会变识顾乐言的记忆。 你看了便知道了。 系统, 这里面时间是怎么算的? 跟外界有什么区别? 虽然他知道要想解开谜题只能看到最后, 但想到云虫子师父的伤害等着他配置解药。 苏叶寻那边他也没有任何消息, 若是久了寻不到他苏叶寻该交集了。 还有比到一半的玄天大笔, 他答应了苏叶寻定会得到名次然后去掀魔战场的。 若是这里面时间迅速, 那一切都会很麻烦。 宿主放心, 这里面的时间是静止的, 只有出了幻境时间才会再次流逝。 江乐言松了口气, 万千世界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 因此, 之前担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此时整个仪式已经进行到了尾声, 江乐言奇异地发现坐在台下的顾诗云, 也就是顾乐言那便宜妹妹正满脸难受地捂着胸口, 那副样子并不四装的。 仪式结束了, 顾诗云身边的婢女见自家小姐这般难受, 也顾不得什么了。 直接冲着顾乐言喊道, 大小姐, 你公报私仇到底对我们皇妃做了什么? 国师看向了顾乐言, 眼儿认识她。 顾乐言脸上非常的平静, 并没有否认, 回师父, 那是徒儿妓妹。 这边皇帝也走了过来呵斥道, 放肆, 竟敢对国师无礼, 来人。 那婢女见皇帝要喊人来急忙跪地说道, 陛下赎罪, 国师赎罪, 奴婢只是担心皇妃心切, 顾乐言是我们皇妃的姐姐, 她定然是极恨当年婚事, 换成了我们家小姐, 才这般报复的。 说着那婢女更是连连磕头, 求陛下救救我家皇妃, 求陛下救救我家皇妃吧。 第284章 寻夜去哪了? 那婢女可谓生泪俱下好不感人, 一旁的二皇子, 手扶着痛苦难忍的顾诗云, 一边看向台上神圣不可侵犯的顾乐言, 心中无数的后悔跑过, 完全没顾那婢女的死活。 此时, 侍卫已经即将将那婢女带下去, 顾乐言喊道, 且慢。 说着, 顾乐言看了一眼顾诗云后, 再看向了那婢女, 你说我害你家二皇妃? 你可知欺负过程中心绪, 不敬之人定然有损, 这连幼童都知的事, 你家小姐会不知? 我看呀, 是你家皇妃对我续谋已久, 想趁机讹诈我。 婢女想要说顾乐言是因当年退婚之事才这般的, 定然是她趁着欺负的时候做了手脚, 可周围的阵仗令她一个机灵瞬间清醒了过来, 要是如今她那般说, 不仅损了皇家的颜面, 更是诽谤了天师府的人, 要知道天眼师的地位, 天师府的人地位更是超然。 我, 焦急之下婢女紧张的什么辩解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带下去好好拷问, 皇帝不耐地让侍卫将其带下去, 真是没眼色, 皇室还得靠天师府拉拢人心呢。 这顾乐言更是接下来有可能成为国师府继承人的存在, 这个时候若是得罪了她得不偿失。 想到这里, 皇帝看向原本还算满意的二皇子, 真是哪哪都不行。 一个大男人什么眼光,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那芝麻还是这般的货色。 要是当初没有退婚, 那国师的小徒弟便会是他们皇家的媳妇。 如今都不用伤脑筋地想着, 接下来要是国师之位换人了, 那皇家需如何与之打好关系才好。 国师与诸位辛苦了, 请到殿内休息。 在皇帝的邀请夏天师府的人陆陆续续离开了, 二皇子此时心情非常的糟糕, 抱着顾诗云的手都忍不住紧了紧, 低着头脸上满是阴沉。 顾诗云虽然有些难受, 可不知为何在对上自己丈夫的眼神时, 莫名有些害怕。 江乐烟此时坐在屏障内, 闲实地喝着茶吃着点心顺便看了场大戏。 因为没有接触过这般的祈福仪式, 并不知具体的情况, 但她的神识对这里面的人是有效果的。 神识扫过, 江乐烟看向了顾诗云, 发现她此时体内多有损伤, 筋脉凝滞, 乱象横生。 这种情况正常的恋丹师能治是能治, 但即便好了, 筋脉这东西还是有差的, 有可能根本好不了。 顾诗云会这般全都因她自己咎由自取, 江乐烟忍不住一笑。 大殿内, 皇帝笑眯眯地对顾乐烟说道, 没想到你竟是顾爱卿之女, 顾爱卿养了个好女儿啊。 那满脸笑意地看着顾乐烟的眼神, 真的有种无家, 有女出长成的感觉。 就连观众江乐烟看着, 都忍不住想要起鸡皮疙瘩。 此时顾晃来了, 朝着皇帝跟国师行了礼, 看向如今的顾乐烟心理真是五味杂陈, 复杂得很。 刚在台下她已经看到了一切, 若是换作往常, 顾乐烟敢伤害了顾诗云, 那便是要等着她的大发雷霆, 而后加一顿处罚的。 可如今, 因为顾乐烟拜入天师府, 更是能够同国师完成祈福一事, 这样的身份令她瞬间清醒地知道, 如今这个女儿, 不再是能够任由她打骂的存在了。 啊, 爱卿来了。 快坐, 听闻乐烟常年在天师府学习, 你们妇女定然许久未能相见了。 江乐烟看着老皇帝一头热, 想到当初那道圣旨, 真的好奇这老头不会骚得慌。 谢陛下, 顾晃那演技也绝对不遑多让, 谢了恩坐了下来便满是欢喜地对顾乐烟说道, 然而, 你当年直接离开去了天师府, 怎么不跟为父说说, 害为父好生担心。 顾乐烟瞥了一眼顾晃, 修真戒可没有什么笑不笑之说, 为正道做出什么来更是数不胜数。 当年的事, 她心里门清, 她那好继母为了让顾诗云嫁进二皇子府, 努力地败坏她的名声, 甚至不惜一把迷药, 想要让她跌入悬崖一劳永逸。 要不是有寻夜, 在她估计都直接死了。 可她这好父亲, 无论那对母女说了什么, 都是听之认之。 她即便受了欺负, 也完全无动于衷。 对于扎爹, 顾乐烟是不大想搭理的。 我看不然, 爹爹当时正欢欢喜喜地等着小妹与二皇子的婚礼, 女儿去哪儿恐怕并不在意。 说着, 顾乐烟也不想待着多跟他们掰扯, 直接起身朝自己的师父国师说道, 师父, 还有后续的事, 我先去处理了。 国师是知道小徒弟情况的, 更何况, 他们天师府的人从来不用看皇室的嘴脸。 嗯, 去吧。 国师同意了, 周围的人, 甚至皇帝都不好多说一句, 显然国师的地位决然。 顾乐烟离开了, 在回天师府的路上, 一道身影拦住了他。 夫人, 主上来了。 屏障中的江乐烟 颠颠地跟着他们走了, 是不是巡夜来了? 按钢他们话语中透露的信息来计算, 从上个场景到这时, 距离有三年多了。 这个时间跨度, 他们又发生了什么? 炫老, 这个记忆幻境不是一步步显现的吗? 离开现代社会太久了, 如今在记忆幻境中看着这些, 他都有些看三地投影的即逝感了。 嗯, 可能当初储存记忆时, 记忆的主人有生命危险, 所以记忆幻境断断续续的很不连贯。 说完, 阴阳玄心中莫名有些伤感, 若是这般, 那他前主人是不是死得很惨? 还有他自己的结局是不是也很不好? 他自己的实力自己知道, 就这情况竟然还能缺失, 甚至没能记住上一任主人的情况。 唯一的可能是他与前主人的契约烙印彻底消失, 并将他记忆剔除。 此时顾乐颜已经随着那名男子去了一处府邸, 其内的奢华程度相比顾府更甚, 但却奢而不俗, 整体充满了雅兴。 顾乐颜静止地朝着那里走去, 那熟门熟路的模样显然对这里非常熟悉。 整座府邸内多少还是有些吓人的, 在看见顾乐颜的时候, 众人更是毫不惊讶, 就好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 随着顾乐颜来到了一处房间, 周围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顾乐颜一进去, 门便锁上了。 这青天白日的江乐颜不免有些奇怪, 这是作合。 试图穿过门进入到屋内, 发现好像有着一层结界遮挡着。 江乐颜再次感知了下, 场景再次变幻。 第285章, 是因为顾家吗? 暧昧的气浪传来, 看着屋内进行着全套鸳鸯打架, 江乐颜不知为何跟着脸红星跳了起来。 这青天白日的, 一见面就来个全武行吗? 乔那干柴勾地火得好不激烈, 他都想直接退出去了, 可又担心错过了重要的话语, 只能坐在那, 手煮着膝盖, 好不无聊。 如今的场景, 叫他边吃东西边看这种戏, 他是吃不下的, 只能等着他们看会不会说些有用的东西。 忽略掉一些骚话之后, 那两人终于说了点有用的东西。 如今不怕我了? 声音的带着邪魅, 一听就很惑人。 要说, 这充满雌性的声音, 确定容易让人沉迷。 怕什么? 我知道你不会害我, 其他人与我何干? 顾勒颜的回答, 显然愉悦到了巡夜, 笑声异常的爽朗。 你这点我喜欢, 你记住了, 这世界上, 无论我伤害谁都不会伤害你。 我知道, 在这几年来他已经了解了他, 虽然聚少离多, 但却也足够他去了解他了。 或许是因为道吕契约在的原因, 他对他完全是不排斥的状态, 甚至有些清静。 好似他们本别应该如此, 上辈子应该是道吕, 这辈子是下辈子, 下下辈子也应该是。 江乐彦道有些佩服顾乐彦的胆色了, 看他那样子, 应该是知道巡夜的身份的, 竟然没有惧怕。 这个世界上, 仙魔两族的关系, 虽然没有到达剑拔弩张的状态, 但却也没有友好到哪里去, 毕竟种族不同。 当年天外天没封闭之前, 对两族的关系, 多少有所缓和的。 巡夜, 笑得更加的欢喜了, 这条项链你戴着, 跟戒指一样, 别人不会发现。 它可以帮你挡下三次攻击, 平日你有什么事, 也可用这个联系我。 手中握着那项链, 顾乐彦好奇地观察了下, 发现与平常的防护项链很是相似, 但在契约之后便能够发现其中的不同。 能够联系到巡夜的东西, 便足够证明它的不凡了。 谢谢相公。 说完顾乐彦看向巡夜身上大大小小的疤痕心疼的道, 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当时该多危险啊。 他知道, 魔族那这两年来, 对魔后是玄陵大陆这边的人, 多少有微词, 甚至有着一定的动荡。 加上这几年来, 他都未曾踏足过幽冥大陆, 都是巡夜冒着危险过来巡他。 魔剑那边的元老们早就有意见了, 甚至有叛乱者想试图篡位。 这次巡夜便是处理完叛乱, 魔剑安定后再过来的。 再等等我, 待我为母亲报仇了之后, 我便随你去。 魔剑, 永不再回来。 皇室估计以为他当年的计策万无一失, 可哪想到百密一书这几年, 还是被他查到了。 他定然要他血债血偿, 或许是从小缺乏亲人的疼爱, 对于父亲顾皇, 他竟然还抱着期待, 希望他还能反过来看看他这个女儿。 可从小的冷漠态度, 却还是令他无法忘怀。 对于顾乐言愿意随他回到魔族他满是欢喜的。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顾乐言对他父亲期盼, 对于江乐言来说却显然很傻的事。 就那群人本性难移, 如今他有了国师的庇护, 那些人为了捧他估计会做出一些让人误会的事情。 就顾乐言的心态, 江乐言怎么都觉得这位可能要糟呢? 再看巡夜, 那模样并不是蠢人, 为何不喊醒他直接带回魔剑? 原本在江乐言看来顾乐言是个形式果决的女子, 却没想到在亲情上估计还是得在。 喊不醒的, 就他那性格不撞男强不回头。 此时阴阳玄悠悠地说道, 江乐言惊喜地问道, 炫老, 你想起什么了吗? 要是阴阳玄想起什么, 或许整件事会更加好办了。 还未, 但心中却有着这样的想法。 眼前这一幕好像很是熟悉, 说着阴阳玄叹了口气道, 那位应该是要劝的, 但又担心顾乐言会认为他是魔族, 心狠手辣, 所以并没有多大的干涉。 原本以为可以这样护着的, 可谁又能够护得了谁一辈子呢? 这是你听了他们的对话想到的吗? 江乐言看向远处的两人, 现在很是确定的便是, 顾乐言是阴阳玄约的主人。 一个劫气乐的本命武器, 若是要脱离原主人, 另外欺骗须对方死亡, 魂飞魄散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 而阴阳玄, 如今残缺了一部分, 那便证明, 当年他的主人死之前, 经过了一番战斗, 战况异常的惨烈。 嘴上喃喃道, 他的死, 是因为顾家吗? 心里莫名有些伤感, 这般女子, 死于自己期盼着的亲情当中, 确实很是悲哀。 那边你浓我浓地亲腻着, 江乐烟却是两种不同的心境, 听说当年前魔尊之所以会被封印起来, 便是因为屠杀了帝都, 将整座城变成了血海, 而整个魔界也因此变了, 变得凶残, 对玄陵大陆的人更是阴狠。 这个我不知道, 但他的死, 虽然是两族关系变糟糕的源头, 却错全部在他。 说着事情, 阴阳玄发现自己, 对于那两人的事, 好像很是熟悉, 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 相公, 若是无事不可为我这般冒险了, 带我这边处理好边随你走, 所以回去后乖乖等我, 不可再如此了好吗? 真心换真心, 顾乐烟如今对寻夜不再是冷言相待, 甚至每次他冒险过来都让他担惊受怕的。 那你不可让我等太久。 说着, 寻夜宠溺地揉了揉顾乐烟的头发, 那眼神令远远看着的江乐烟晃了神。 此时寻夜的眼神与他家苏夜寻看他的眼神好像, 是因为有情人看自己的爱人都是这般的吧? 心里不知为何有些难受, 江乐烟不想再看下去, 突然觉得有些闷得慌, 想要出去透透气。 炫老, 你能带我离开吗? 直接开门出去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估计是被寻夜设置了结界, 很是奇怪他竟然出不去。 原先在寒坛底下的时候也是这般。 好, 阴阳玄流转, 江乐烟眼前的画面再次变了, 看了下周围的环境, 这显然是顾府的环境。 这散心怎么散到这里了? 这还能是散心吗? 他估计整件事没结束之前他是无法随处走的了。 那边房间内传出了顾乐烟那位继母皇室的声音, 查到了。 另一道声音响起, 夫人, 查到了, 没想到那件人那般好命。 第286章, 自小编契约的, 江乐烟神尸探去, 确定了皇室的所在位置便走了过去。 周围有一道结界, 毫无例外的江乐烟轻松地走了进去, 对他没有任何阻挡作用。 你细细说来, 皇室心中虽然有着不愤, 但心中却已经开始算计着什么。 江乐烟看向了皇室对面对他异常恭敬的人, 这人他认识是皇室身边的心腹, 大家好像都喊他周嬷嬷。 是, 夫人。 说着, 周嬷嬷的声音变得小了些, 但江乐烟还是能够明显地听到的。 玉眼龙族那边当年确实丢失了一名女婴, 据查证便是当年夫人捡到的那位。 确定, 皇室望向周嬷嬷, 脸上闪过疯狂的笑意, 真是老天都要助他。 那可是玉眼龙族啊。 这个大陆上最厉害的影视家族, 其厉害程度便是能够驯服龙族为自己所用, 因为他们本身血脉中便多少带着龙族的血脉, 运用起来更加有优势。 玉眼龙族的驯龙味, 可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虽然玉眼龙族的人长年不出, 甚至有祖驯不可轻易设施, 但其在大陆上的影响力却是不小的。 千真万确, 夫人, 当年您看那件人的灵脉比较厉害, 运用了秘法将他与小姐的对调, 后来更是因为小姐又替换他的血, 身上都已经差不多完全有了玉眼龙族的血脉了。 对于周嬷嬷的话, 皇室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还得周嬷嬷最懂他, 等下你将那块龙牌送过去给施云, 亲眼看着他滴血认住。 一旁的姜乐妍听得都快气得吐血了, 他们什么时候将顾乐妍身上那些东西换了呢? 要想换那些条件非常苛刻, 瞧着顾乐妍好像并不知道自己身上的东西被更换了。 而且, 他的修为也并没有因为更换了灵脉与血脉而受到影响, 看着那修为可是比顾施云还要强险, 因为他们是在他刚被捡到的时候便更换了。 皇室刚好会一门秘法, 那秘法实时所需的东西很是难寻。 当年孩子未出生便寻好一份准备, 到时孩子出生后若是资质不好便帮他寻一资质好的替换。 阴阳玄的声音听不出任何的波动, 但可以感知到他此时很是气愤。 那时顾施云刚出生不久, 恰巧被他遇上了顾乐妍, 皇室发现顾乐妍的资质极好便直接换了灵脉。 毕竟没有绝对的成功, 皇室原本留着顾乐妍是想着顾施云若是挨不过换灵脉死了, 那便将顾乐妍带回顾家保住地位。 没想到两个都活了下来, 那年他是借口出来的, 但主母姜氏却是因为有事回了娘家。 意外在外面生的孩子, 回去的时候碰上了凶兽, 死伤惨重, 姜氏从此重伤昏迷, 一干蒲丛都死了, 就连原来的大小姐也死了。 阴阳玄旭说着, 姜乐妍有些奇怪的道, 既然都死了, 那位何皇室不直接杀了姜氏, 这样自己便能够当上主母的位置。 据他所知, 皇室到转正可是费了不少的时间啊。 因为他那时还未笼络住顾黄, 顾黄对姜氏还是有情的。 而皇室因为家族的事必须隐藏谋算, 便顺手救了姜氏, 甚至因为顾世云刚换了灵脉, 担心出现状况, 所以将顾乐妍留了下来, 并替代了顾家大小姐的身份。 姜乐妍知道, 灵脉换取可能出现的状况很多, 若是完美融合成功的话, 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若是的出现点状况, 到时还是得寻其他的更换。 像顾乐妍这样, 被幸运留下来的多半是, 想当养骨一般养着, 需要用到时缺什么, 便换什么。 顾乐妍之所以能成为顾家大小姐的原因, 是不是顾世云身上出现问题了。 姜乐妍所料不错, 阴阳玄说道, 对, 预演龙族血脉的灵脉, 岂是那么容易, 便被人更换了的。 顾世云活下来了是活下来了, 但灵脉没办法完全发挥, 甚至后来身体越来越虚弱。 还是皇室设计顾乐妍, 将其弄昏并换了血脉。 另外, 她心知自己定然能迎面而上成为正事, 因此, 自己女儿还是留在自己名下。 顾乐妍便被推出去稳固情况, 顺便替顾世云的状况做遮掩。 这样恶毒的行径着实令人愤恨, 江氏还有整个顾家那么多人, 就没有人发现吗? 换血脉可是大动静, 这样还无人发现, 真该探一生皇室的好算计。 还有那顾黄, 说是对江氏有情, 但就后来对顾乐妍的态度感觉完全不像。 那时江氏已死, 皇室上位, 顾家无人管这位不受宠的小姐, 顾黄更是信任皇室, 觉得她一个大男人也不会带孩子, 便将顾乐妍的抚养全权交给了皇室。 听了阴阳玄的话, 江乐妍觉得顾黄还真是个大猪体子。 顾乐妍不是原来的大小姐, 无人发现。 江乐妍心中多少有了猜测? 没有, 换了灵脉, 感知上是判断不出的, 后来换了血脉, 更感知不出了。 整个顾家的人无人怀疑。 难怪了, 要知道, 越小更换越是感知不出来什么。 况且, 当年两人都还刚出生不久, 那时更换了灵脉融合起来更加的无阻碍。 再联想到皇室刚的嘴脸, 这位该不会又想李戴陶江, 让顾诗云冒充于眼龙族的人吧。 要知道, 如今要是顾诗云跟顾乐妍两人辨别起来, 是完全分不出的。 只能区分溶度上的问题, 但溶度高低完全不是事, 每个人血脉有高低, 这点无人会怀疑。 这时江乐妍才问道, 炫老, 你恢复记忆了? 只想起了这么多。 此时阴阳玄心中异常的沉重, 好像有着什么即将冲破而出。 可不对啊, 按如今的情况就连顾乐妍都不知道, 顾乐妍后来还被害死了。 炫老你当初即便契约了, 但应该也是顾乐妍成年之后的事了吧? 不, 预演龙族一出生便能够选取一枚武器。 我自从契约之后便一直沉睡, 周围发生的事都是知道的, 只不过没办法阻止。 阴阳玄对于这件事很是无奈, 甚至愤恨不已。 江乐妍奇怪得道, 那这样不对啊。 当初你既然是顾乐妍选取的, 那皇室的计划便会落空。 预演龙族的人肯定是知道你的存在的。 到时, 他们让顾世云展现的话, 他们展现不出来, 岂不是没用了? 他们有族牌, 因为顾世云有预演龙族的灵脉与血脉, 族牌契约是完全没问题的。 况且, 当年契约之后, 顾乐妍便遇到情况, 直接被传送到了外面, 过了许久, 他的族人才发现。 第287章 虚语尾舌。 这么说顾乐妍, 还是因为你才会从预演龙族丢失的? 这就感觉很是狗血。 是的, 顾乐妍一切的惨剧从一开始确实是他造成的, 为此他愧疚了很久, 久到如今, 恢复部分记忆仍然无法原谅自己。 感觉到了阴阳玄的心绪, 江乐妍安慰道, 你其实也不想的对吗? 说着, 江乐妍将自己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 为何与你签订契约以后, 顾乐妍会出状况? 他是意外被传送离开预演龙族的吧? 是的, 那时直接出现了空间间隙, 这是预演龙族从未有过的。 这不对啊, 他当初跟阴阳玄阵盘契约的时候, 可没有那情况。 你是不是被算计了? 是被算计了, 可到结束, 我好像都不知被谁算计的。 江乐妍沉默, 心里有着预感, 这次定然没那么简单。 有着魔尊相互的顾乐妍, 最后竟然死了。 要是当年顾乐妍从预演龙族消失另有隐情, 那么他的死说不定便不一定是皇室那些人的原因了。 毫无意外的, 周嬷嬷带着龙牌找到了顾诗云, 此时顾诗云的伤势显然已经好了。 这次江乐妍特地观察了下顾诗云的体内, 顿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经脉乱象横生, 对修为有碍, 但因为本身灵脉极品, 这些问题并没有显现出来, 原本他还以为是受伤的原因, 如今确实好多是陈年旧疾。 看着这情况, 如今不出现问题, 将来也必然出现问题。 瞧着顾诗云契约完龙牌之后, 那迈向更加的混乱了。 不知怎地, 江乐妍顿然觉得有些欢喜。 这样的人即便当场死去, 都是不为过的。 这是何物? 顾诗云契约之后感知了下, 发现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小姐只管带着便是, 若是有人问起, 你便说这是自小编带着的。 周嬷嬷轻声提醒道, 话语间满是慈爱。 顾诗云手握着像玉佩的牌子, 翻看了后便将其挂在了腰间。 行, 我会好好带着的。 屏障中的江乐妍再次自言自语道, 这样不行的吧? 外人要是看见了定然过不去。 顾诗云可不是从小编带着的, 用搜魂术, 或者让其发天道誓言不就无功自破了吗? 宿主, 你是不是看傻了? 要是有人故意装下一切, 不就混过去了? 再说了, 就皇室的功力, 这般完全不是问题。 系统觉得宿主还是没有经历过 内里窄斗的魔力, 想法不够。 江乐妍瞬间沉默, 一开始便算计了顾乐妍的人还在预演龙族呢? 若是预演龙族的人明明察觉是假的, 却还是帮忙隐藏, 让族人们完全相信顾诗云便是预演龙族的人, 那一切确实也说得通了。 那边顾诗云与周嬷嬷继续说着话, 但都是些没多大用处的。 正想继续窝在一旁, 继续边吃零食边看戏的江乐妍, 没想到这刚一转身, 没走两步, 周围的环境便再次变了。 乐妍, 一直都是为父的不是, 我只是因为你母亲死后难以接受。 你又长得那般似你母亲, 一见到你我便会想起你母亲。 为了担心大女儿误会自己, 对她不管不顾, 顾晃急忙解释道, 可为父有让你姨娘多加照顾的。 顾乐妍原本站在那清清冷冷的, 没有任何言语, 听到顾晃的话, 脸上忍不住露出嘲讽的笑容。 当初对她不是喊打喊骂的, 甚至孽女孽女的叫, 对她喊黄氏姨娘, 意见更是大得很。 如今倒是来她面前装可怜了。 哦, 那些照顾都是父亲你安排的。 说着, 顾乐妍笑得满含深意地看向自己的父亲顾晃, 那倒要好好感谢父亲了。 要不是父亲的那些安排, 我也认不清人心险恶。 这么多年来, 她对亲情早已不抱希望了。 如今父亲顾晃的态度, 更是让她彻底卸了心思。 师父曾经说过, 皇帝接收到了她, 可能是国师府继承人便会想办法来笼络住她。 当今皇帝的疑心病最适重, 唯有把柄或者关系牢牢地窝在手中, 才最是放心的。 其实国师师父没说的, 是若父亲故晃这边行不通的话, 那老皇帝估计该让人来勾引她了。 殷亲关系比这个更加地牢靠些, 直接成为他们皇室的人更加地不用担心这担心那的。 为了不暴露巡夜, 她决定先与她的好父亲戚与伪舍一番。 更何况, 母亲当年的死她还未能查清, 趁敌人不被再深入调查, 这样会更加方便些。 如今多少有些眉目了, 皇室是主谋, 一切都是她主导的, 但有没有她那位好父亲的授意她, 却是想探查清楚。 还有她的母家江家, 是何原因, 这么多年来与他们都不联系了? 这些事, 她不查清楚不放心。 顾皇很是明显地感觉出国乐言话语中的意思, 往年皇室如何带大女儿, 她多少也是知道的。 她甚至想着, 若是夫人知道了, 她的女儿受到了这般的待遇, 会从幽冥大陆回来, 回到她的身边来。 可最后这一切都落成了空, 如今她对大女儿的感情也完全淡了。 不知为何, 在面对这个大女儿时, 完全没有那种血脉相连浓郁的感觉, 就跟对那些旁之血脉 很是稀薄了的童族一样感觉。 因为这点, 她对这个大女儿一开始便亲近不起来。 虽是如此, 想到大女儿如今的权势, 还有陛下的吩咐, 顾皇脸上带着歉意地说道, 言而, 一切都是为父的错, 为父偏听偏信了, 害你受了不少苦, 我定然改, 定然改的。 顾乐颜还不想完全闹僵, 因此适可而止道, 行, 看你表现。 说完她也不想跟顾皇多在那瞎扯, 说道, 师父那边还吩咐了事情, 我就先回去了。 顾皇笑呵呵地急忙应道, 应该的, 应该的。 顾乐颜离开了, 将乐颜看着两人面上的和好, 心里有股不好的预感, 因为已经知道了顾乐颜的结局, 如今她看周围事情都会带着阴谋论, 猜测到底是哪个关键点导致了顾乐颜的死亡。 转角出顾乐颜收到了巡夜的消息, 将乐颜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够看到。 要知道, 这世间通讯玉牌这东西最是特殊了, 安全性也最好的, 唯有主人才能看到里面的消息。 想到她如今正在某人的记忆幻境内便又没有多想, 这或许是顾乐颜的记忆呢? 她的记忆里能够看到通讯玉牌内的消息也并不为过。 第288章 仲计 夫人, 近日有事暂时不能过去, 等我。 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 但顾乐颜脸上却莫名露出些微甜蜜来。 好, 我等你来接我。 她有预感, 她快接近真相了, 这边结束之后, 她便能安然跟随巡夜去到魔族了, 到时天高任鸟飞。 姜乐颜站在屏障中, 看着原本浑身带着不爽气息的顾乐颜, 瞬间变得欢快不已。 忍不住感叹, 爱情的力量真是不小啊。 此时屏障内突然一阵波动, 姜乐颜急忙开启了防护罩, 周围的环境都变得模糊了, 心里顿时一慌, 她不是还没看完吗? 怎么会这样? 系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手中阴阳玄的光芒也开始明明灭灭的, 若不是她的灵力维持, 估计都有可能直接碎裂开去。 主人, 这个记忆里并不是很完全, 当年, 设下如此阵法的时候, 魔尊正与玄灵大陆大佬们的围剿。 其实, 若是平日里那些人定然是拿她没办法的, 只不过, 巡夜刚完成血震, 灵力亏损严重。 说着, 系统叹了口气道, 等等便好了。 失去的那部分, 反正将来宿主记忆恢复后, 是定然能够想起来的。 可惜了那么多甜蜜的日子, 要是都在的话, 都可以成为一部精彩绝伦的爱情大片了。 你叹啥气? 将来言奇怪, 这还是系统为数不多的拟人话叹息了。 系统不是智能AI那类的吗? 感情也这么丰富, 没什么, 今后你会知道的。 系统一向神神秘秘的, 姜乐烟也没怎么在意。 此时周围的晃荡已经过去了, 黑暗中他听到了顾乐烟痛苦难耐的声音, 你下毒? 好, 好的很。 画面在此时也瞬间明亮, 只见顾乐烟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痛苦扶着椅子, 周围是顾晃, 黄氏一干人等。 姜乐烟看着周围的人, 各个都是实力强悍者。 这么多实力强悍的出现在这里, 便是件很是不同寻常的事。 姜乐烟下意识地看向了顾乐烟, 黄氏那一切皆在掌控之中的神情, 让姜乐烟明白这是黄氏的行动开始了。 按他们顾家的实力, 这些强者定然不全是他们顾家的人。 要知道这些实力, 要真是顾家的实力, 那他顾家在整个帝都的实力, 那绝对超级世家的存在。 再看那些人的腰排, 姜乐烟有些讶异, 没想到皇家竟然也加入到了这场阴谋当中, 他们就不怕国师府发怒。 看老皇帝的模样, 应该是很忌惮国师府的。 原先他以为那些人会是预掩龙族那边的手柄, 没想到反倒是没有。 难道整件事当初害得顾乐烟丢失的人直接罢休了? 不, 有预掩龙族那边的手段在。 顾乐烟如今血脉在寻业的帮助下, 已经将顾世云的那些残留去除得干干净净。 也正是因为脱胎换骨他才有了天眼之力, 甚至三年内天眼之术便隐隐有超过国师的能力。 江乐烟看向阴阳玄, 炫老, 预掩龙族都做了什么? 那毒粉便是预掩龙族的人提醒的, 因为预掩龙族的特殊性, 要想真的令他们彻底没有还手之力, 便得特殊手段处置。 这下江乐烟有些疑惑了, 预掩龙族的人不是很厉害吗? 何必费这么多功夫, 直接派人在无人处暗杀了, 岂不是更易劳勇义? 因为预掩龙族内有规定, 族人不可互相残杀, 若是出现互相残害的事, 那始作俑者必然自己受到反噬。 还有这样的事, 难怪阴阳玄当年也不知道预掩龙族幕后的黑手是何人。 有这样的规定在, 那预掩龙族的人定然不会亲自动手的, 不然即便不被人发现, 也会自己遭到反噬, 得不偿失。 要怪便怪你不识抬举, 死了也是活该。 皇室脸上含笑, 却是奸诈的嘴脸, 令人厌恶。 父亲也是这般的想法吗? 顾乐颜抱着最后的希望, 看向了顾皇, 希望他对他们的妇女之情还能够些顾念。 顾皇愤怒地拍向了桌子, 别喊我父亲, 你根本便不是我顾家的女儿。 我还道, 为何对你我没有任何像施育那般的血脉联系, 原来是个西背货。 顾乐颜惨然一笑, 之前巡夜帮他梳理完体内糟糕的乱象之后, 他心中便有所怀疑, 没想到是真的, 如今被确认了并不是顾家的血脉, 他连往日的息迹都没有了。 可那真真切切带他的母亲, 却是真的好。 如今, 他便也不会顾念顾家的一切, 直接便为了他报仇。 好一个神明大义, 怎么, 你亲生女儿, 被你的好亲人掉了包, 恼怒的对象, 不应该是他吗? 见顾谎辈说中, 隐隐有要发作的迹象, 皇室直接笑道, 那还真别扯那些有的没的, 是你自己不懂得变通, 违背了陛下, 天要往你谁就不了你。 说完, 皇室指了指外面亲生说道, 这周围的大阵, 即便是, 你那国师师父过来, 也发现不了。 能用上如此大的阵仗, 你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好, 我认灾, 反正也要死了, 当年我是哪里捡到的? 谁家的女儿, 你总知道吧? 对于顾勒严这般平静地坐在那, 皇室有些狐疑, 担心有诈, 但想到那位给的东西, 定然不是反品, 那要想绝对足。 这么多年来的经营, 还被这小丫头, 反超成为了国师最得宠的徒弟, 甚至有可能继承国师府, 这样的反差对皇室不可谓不刺激, 如今顾勒严的服软, 瞬间令皇室失了心神, 告诉你也无妨反正, 你是回不去了。 说完, 皇室脸上满是疯狂, 预掩龙族你知道的吧? 今后我们诗云便是预掩龙族的小公主, 凌驾于万人之上的存在, 所有的权势与利益都会倾向我们, 都是我们的, 我们的, 预掩龙族! 这道令顾勒严有些惊讶了, 对于从未见过面的族人顾勒严, 可以说毫不在意, 如今心中最在意的便是寻叶, 他答应过寻叶事情完了, 便随着他回到魔族的, 如今却是他大意了, 幸好他身上有戴着寻叶给的防护项链在, 替他挡去了不少毒素, 可体内灵气却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趁着说话观察了下周围的环境, 心下沉入谷底, 即便有了毒素的作用, 周围的武力之其上的话, 他正常情况下都很是费力, 更何况如今他的实力停滞, 想要全身而退不大可能。 第289章 宿主该你上场了。 顾勒严吃笑一声道, 好算计, 不过顾将军就这么愿意, 自己唯一的血脉变成别人呢? 真是心胸宽广, 黄世剑顾晃神色不对, 立马呵斥倒。 你说那些有的没的也没用, 我们诗云成了预演龙族的小公主, 后顾家便是预演龙族的恩人, 到时要什么没有? 见离间不了, 顾勒严瞥了一眼旁边的强者们, 这件事陛下知道, 他能让你们如此。 说着吃笑地看向了皇室, 我看, 你该不会事后来个杀人灭口吧? 这可是你惯用的伎俩, 这么大的秘密, 这么多人知道, 真能耐。 此时, 顾勒严项链中的能量, 已经将毒素分化去了不少, 面上仍然伪装成很是痛苦的样子, 但他急进地掉拨, 瞬间激怒了皇室。 别想拖延时间, 你这些都是借口。 说完皇室便看向周围的人, 喊道, 动手, 不留活口, 我要他魂飞魄散。 当初说好的条件, 我觉得, 你有必要先对线。 一旁的强者并没有及时地动手, 而是好整以侠地站在那等着皇室的回答, 显然是顾勒严说的话起到了作用。 江勒严看着周围紧张的氛围, 心里异常地紧张, 顾勒严是在这里殒命的吗? 能够逃出去吗? 不知为何, 就连顾勒严紧上项链发出的作用,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可这不看还好, 看了更是紧张。 心里期待着魔尊颂的那项链能够起到作用, 即便出现了魔族的魔气也没关系, 至少顾勒严能够活下来, 虽然这阵仗几率不大。 我不知道, 此时阴阳玄声音莫名的伤感, 好似压抑着什么, 可自己却又完全不知压抑的到底是何东西。 皇室心里对顾勒严恼怒不已, 都是这个惹是生非的, 要不是这死丫头都不用这么多麻烦。 虽是如此, 皇室依然笑得满脸和善地说道, 我这人你们是知道的, 该给的定然不会少了, 即便你们信不过我总信得过预掩龙族跟二皇子吧。 见他们只是稍微犹豫了下, 但还是没有行动的意思。 皇室狠狠一咬牙说道, 如今见在悬上, 若是被知道, 你们都参与了难道还有活命的机会? 也别想着告发我。 事情败露了, 遭殃的, 肯定不只是我。 威胁的话语真是一句也不守, 见那些人再次有了松动, 皇室再接再厉, 预掩龙族那边的人说好的好处定然是少不了的, 所以你们放心, 其中的利弊你们自己想清楚为好。 若是事情不成, 可不仅是我要遭殃, 你们也要遭殃, 陛下那边你们便第一个得不到好, 甚至还得罪了国师。 若是事情成了你们不仅能得到好处, 还能得到陛下的重用。 在皇室极力地劝说下, 那些人彻底下了决心, 一个个地朝着顾乐岩袭击而去。 原本以他们的修为, 杀一个顾乐岩并不需要那么多人。 但国师的得意弟子怎么可能那般简单的, 定然是有什么特殊手段在。 更甚者天掩饰的能力便是令人畏惧的, 因此, 在决定围剿顾乐岩的时候, 皇帝便多做了安排。 一旦决定要做那, 便得做好万全的准备, 否则若是没死绝, 到时尾大去不掉, 得罪国师的后果很是麻烦。 见那些人动手了, 将乐岩紧张地看着顾乐岩, 心里恨不得以身代之, 或者帮忙杀出一条血路来, 也是好的呀。 可惜, 这不过是个记忆幻境而已, 已经要飞出去的江乐岩被挡在了屏障内, 气恼地拍了下屏障, 看着被围攻中苦苦挣扎的顾乐岩, 即便拼尽了全力, 还是伤得不轻, 更别说是脱离困境, 逃出升天了。 房子倒了, 战斗到了外面的空地, 此时天空中竟然出现一道大型的屏障, 完全挡住了顾乐岩的去路。 江乐岩突然感觉到了顾乐岩心中的万般悲凉, 他还未为母亲报仇, 他答应巡夜要与他回去魔族的, 这次估计也要失诺了。 巡夜之前给的项链, 在替他吸走了毒素之外, 还替他挡住了一次危机, 可惜在逃离的时候, 还是被那阵法给挡住了。 黄氏, 你就不怕我师父帮我复仇吗? 此时的顾乐岩, 整个人都变得异常地疯狂, 孤注一掷, 召唤出自己所有的攻击法器, 尽力地抵挡那些人的攻击。 黄氏站在那看着顾乐岩如强弩之末, 心里异常地畅快。 你放心, 国师不会知道, 即便是知道了, 国师难道还敢与预演龙族抗衡? 顾乐岩知道自己今日估计, 便要陨落此处, 脸上笑得异常地诡异。 你会为你今天愚蠢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天空突然风云密布, 四周魔器开始聚涌, 黄氏一干人等纷纷警戒地看着周围, 担心是有魔族误入。 江乐岩见这般情况, 心中突然满是欢喜地问道, 这是巡夜来了吗? 不, 是顾乐岩激发了那项链, 项链最后一次便是召唤出魔君, 顾乐岩化魔。 可惜这次预演龙族那人, 想要除掉顾乐岩的决心异常地大, 整个防护阵的隐匿程度, 那些被召唤而来的魔君都被遮挡在外面。 对于阴阳玄的回答, 江乐岩有些奇怪地道, 召唤不都是能够直接到达的吗? 还有不是还能化魔吗? 难道今天注定是顾乐岩的死期? 是直接到达, 可这防护阵法是预演龙族的人, 部下的。 这个阵法盘本便是针对魔族入侵设置的, 双向都有用, 最终还是困住了。 这样的结果令江乐岩很是不敢想象。 难道堂堂魔后还未能成长起来, 便直接消亡在了这里? 还有顾皇与皇室这种奸诈小人, 竟然让他们就这般得逞了吗? 心中满是一难平。 此时只见顾乐岩取出阴阳玄阵盘, 整个人都被天眼气息笼罩, 就连天空都被一色笼罩。 在天险异象出现的那一刻, 皇室整个人都不好了, 急忙大声喊道, 赶紧杀了他, 国师府的秘迹成了你们, 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整个过程顾皇都站在了一旁看着, 一点动静也没有, 就好像一切发生的事都与他无关, 他只不过是个局外人而已。 他在召唤, 那竟然会国师府的秘迹, 可这是极其损耗寿命的存在。 他如今有毒素在身, 若是使用召唤之术, 那他估计今日必死无疑。 阴阳玄整个都在颤抖, 记忆深处的东西, 好像下一刻便会冲破而出。 沉默已久的系统, 在此时莫名提醒江乐岩道, 宿主,该你上场了。 第二百九十章, 他最该死。 江乐岩听得云里雾里的时候, 顾乐岩望向他, 满眼祈求地说道, 求求你,帮帮我。 他又看到他了。 这是江乐岩第一个想法, 随后下意识地问道, 你要怎样的结果。 此时江乐岩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 系统, 顾乐岩召唤的是我吧? 妖族的大妖们, 是不是也能来到这里? 邪氏笑容浮现在了他的脸上, 看着那在场的众人, 好像带宰的牲畜, 冷血无情, 毛子犹如脆了寒冰一般阴冷。 不行, 妖族过来对顾乐岩的损耗巨大, 若是这般他撑不了多久的。 这样的结果, 江乐岩还是略感失望了些, 但他并不气馁, 因为凭他一个便能够将这些人全部灭杀在这里, 寸甲不留。 得到江乐岩的回答, 顾乐岩露出了这么久以来第一个笑容, 话语中的疯狂却是令人毛骨悚然。 我要他们死, 统统死在这里。 好, 我答应你。 江乐岩声落, 以顾乐岩为中心, 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一直围绕在江乐岩周围的屏障, 顿然消失。 他就这般突兀地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对于这与顾乐岩长得一般无二的女子, 黄氏还是警惕地拉着顾黄来到了后面, 远离了战斗圈子, 嘴上却嘲讽道, 顾乐岩, 原来你也就这点能耐, 竟然召唤出这么一个。 你们两个加一块都不够诸位打尽兴的。 周围讥讽笑意络绎不绝, 江乐岩并没有理会那些人, 因为接下来他们将会都成为死人。 手中出现罗伏笔, 朱雀在此时出现在了江乐岩的身后, 抬手间灭杀阵法顺息形成。 此时江乐岩发现, 他的修为竟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提升。 如今, 他修为到了合体七大圆满。 这绝对是碾压众人的存在, 更别说他的特殊丹田, 整个一人形战斗机。 艳阳与幽冥神火, 从阵中冒了出来。 这还是他扶阵技能提升后第一次在阵中使用一火。 众人被困在阵中挣脱不出, 纷纷惊慌不已, 再也没有害怕, 最后杀死顾乐岩今后被狱眼龙族那边的人查到, 而成为罪魁祸首, 而隐藏实力。 所有的手段全部使了出来, 可在上古大阵中怎么都破不开阵法。 朱雀感知到了主人心中的愤怒, 超控起一火, 更是不留余力。 有了朱雀的帮忙, 江乐岩显然轻松了些, 妄想包裹住周围的防护阵法, 灭笑一声, 这也就糊弄不懂的人。 灵力飘过, 顾乐岩伤口处的残血飘浮而来, 手中结印, 那血液竟然汇聚成一道道复古的图纹, 隐隐中带着神圣气息。 去! 手指朝着天空中的防护阵法指去, 那些血红色图纹在碰上阵法的时候, 阵法直接破开了一道口子。 等在外面的魔军此时急忙赶了进来, 在见到里面的情况后, 顿然大惊。 周围的敌人都背得困在了凶器十足的阵法中, 而父亲感知到巨大魔气的大能们朝着这边赶来, 甚至此次因寻得女儿消息赶来都城, 准备见自家女儿的预掩龙族当家人也朝着这边看来。 二叔, 是父亲防护阵的气息, 定然是有魔族违约来犯。 一旁跟着的少年跃跃欲试, 二叔, 我们去看看吧。 魔族近年来甚是活跃, 这次更是数量不少, 说不定我们过去了还能帮上忙。 预掩龙族一向已能者居之, 当年家主之位以一招之差预掩老大输给了老二, 这件事一直都是预掩老大心中的一个结。 预掩横溢心中并不知道自己父亲所谋何事, 此时只是纯粹的一番热血, 想要与那些魔族战赏一战。 预掩族长同样也感知到了那边不同寻常, 点头应道, 好, 我们这边去看看。 感知到了其他气息的到来, 江乐烟突然有些后悔, 怎么那么早便开了防护阵? 这不是救顾乐烟, 是在害他。 那防护阵法刚消失, 江乐烟便从空间内取出一大把的瞬移辐色给了顾乐烟, 赶紧走, 聚魔剑, 别再回来。 只是顾乐烟并没有接, 而是惨然一笑, 来不及了, 我已游进灯窟。 这个秘书虽然成功了, 但却是他耗费了所有生命力召唤出来最强大的阵法, 待阵法结束, 也便是他彻底消亡的时候。 江乐烟大惊, 想要救他, 可却发现真的如他说的, 生命力耗尽, 他此时身上更是没有任何能够治疗的丹药。 从来没有这么痛恨过自己, 怎么不每样丹药都背上一些呢? 这样如今, 顾乐烟也便有救了。 毛子里满含伤感, 转过头去, 看着阵法中苦苦挣扎的众人。 你是要这些人全死吗? 对。 好, 我硬了。 魂飞魄散, 一个不留。 阵法在此时再次加强, 即便大罗金仙来了, 估计也破除不了。 突然顾乐烟手中抹撒着那枚魔后戒指, 留下顾恍的命吧? 让他也有点事。 原本在加强着阵法的江乐烟, 心中突然一阵难受。 这里的他, 指的是巡叶吧? 为何这般情况了, 巡叶都没能出现? 他都要死了。 这般危急的时刻, 他该是能够感知得到的啊。 泪意湿润了眼眶, 江乐烟极力让自己变得平静, 可声音却不自然地带着哽咽。 好, 我答应你。 手指清晖, 那距离奄奄一息不远了的顾恍, 被扔出去, 好远不知死活。 也是他运气好, 竟然被赶到的人救了。 快撑不住的皇室, 见赶来的人越来越多, 就像见到了救星一般大声喊道。 顾乐烟勾结魔族, 杀了他, 杀了他。 江乐烟醋眉, 一个带着凌厉的大尔巴子, 直接扇了过去。 皇室整个人被扇在了地上, 身上防护罩也被瞬间扇没了。 整件事, 救你罪是该死, 白死也不为过。 手中结印, 皇室整个人直接被一火吞没。 你不能杀我, 不能杀我, 我对预掩龙族愿有功, 我是预掩龙族的恩人, 你杀了, 我也别想好过。 即便躯体毁了, 但皇室向来罪毁秘书, 在身体消亡的那一刻, 残魂竟然大喊出声, 整个声音传出去很远, 使得在外围的预掩龙族的人都听到了, 甚至赶来的预掩族长也听到了, 朝着事发地的步伐, 更加地迅速了。 郭躁, 江乐烟醋眉看向了那残魂, 一个一伙再度拍下, 皇室彻底的烟消云散。 第291章, 你且等着。 皇室陨灭的整个过程, 正好被刚救醒的顾晃瞧见了, 整个人都抖得厉害。 阵法中的人, 一个个陆续扛不住死了, 神魂一点也不剩, 直接被消散在空气中。 扑的一声, 江乐烟意识到不好, 急忙看向身后的顾乐烟, 只见此时的顾乐烟土的满身都是血, 神石甚至有些溃散。 他手中阴阳玄上的天眼气息, 有些明明灭灭随时都有消散的可能。 江乐烟知道此时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你坚持住, 我这就带你离开。 看着这般的顾乐烟, 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来不及了, 此时的顾乐烟特别的虚弱, 他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久了。 看向江乐烟说道, 谢谢你。 江乐烟此时都有些哽咽了, 你忘了寻咽了吗? 你若是死了他怎么办? 你坚持住, 我带你去寻他, 他定然能够救你的。 虽然不知为何, 发生了这般大的事巡夜没有出现, 以这段时间随着他们, 看着事情的发展, 他知道巡夜定然是被什么事办住了。 不然这么多年来他看着画面的发展, 巡夜与顾乐烟的感情不会假。 是啊。 巡夜, 顾乐烟悠悠的呢? 难道, 心中满是怅然, 最终还是负了他。 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魔族的护卫首领焦急地问道, 夫人, 您先撤退, 我等断后。 顾乐烟自己此时的状况, 自己最是清楚, 看向周围担忧的魔族众人。 心中觉得老天还真是可笑得很。 人人惧怕魔族, 可人性有时比魔族更加的可怖。 抬头看向了江乐烟, 眼里满汗抱歉。 你能帮我送他们离开这里吗? 我撑不了多久了。 魔族护卫首领焦急地道, 夫人, 您不离开我等断然不走。 他们过来, 原本便是为了保护魔后离开, 即便是死在这里, 他们也绝对不能先行离开的。 我活不了了, 你们帮我带消息回去, 让你们主上帮我报仇, 我要这些人受到他们应有的代价。 顾乐烟灿然一笑, 这样有事做巡夜或许还能缓一缓。 属下让人先回去, 但我等定然与夫人同进退。 江乐烟知道顾乐烟的意思, 也看得出他如今躯体的状况, 犹如风中残竹, 已经完全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可魔族的凶狠, 真的狠起来是真的狠, 要是他们空手回去, 定然也是凶多吉少。 顾乐烟祈求地看向江乐烟, 手握着阴阳玄阵盘忍不住的颤抖。 因为知道顾乐烟对他需要耗费灵力, 甚至是生命力, 江月烟不再反对顾乐烟, 手中的罗夫笔灵力直接飞扬而上, 天空中阵法再次而起, 直接朝着下方而来。 魔族护卫们直接被罩在了当中, 魔族护卫纷跪了下来, 请夫人随我等离开。 可是此时顾乐烟身体已经开始溃散了起来。 魔族众人大惊, 焦急看向了顾乐烟, 满是不知所措。 怎么办? 我没办法了, 我维持不住了, 我不想让他们死在这里啊。 眼泪不自觉地滑落, 顾乐烟心中万般地悔恨。 原本以为就这样, 他能够很是轻松地解决的, 没想到如今变成了这般的田地。 江乐烟心中不忍, 如今唯一能够做到的, 便是将他们送离开, 手中的动作更加地迅速了。 放心, 你们都能够离开, 你或许还能再见他一面。 这是他最大限度能为他做的, 心中莫名有些伤感, 可他最终还是没办法改变真正的结局, 从来没有这般的无力过。 手上发痕, 此时阵法大量, 赶来的人按惊, 不好, 他们要逃。 可是即便发现, 他们急忙冲过去, 想要拦截住, 但却发现, 那阵法是完全进不去的。 众人发现, 那阵法的等级程度, 世间毫无如此程度的阵法, 这是怎样的存在? 下意识地看向阵中江乐烟的位置, 他们知道, 那是顾乐言召唤而来的。 天眼师的能力竟然强悍如斯。 帝都内, 被缠住了的国师, 好似敢知道了什么, 抬头望向了远处的天空, 手中捏起法绝, 快速地计算了起来, 皇帝试图打断, 却都无济于事。 国师看了计算结果顿时大惊, 心中暗道不好, 站起身来, 陛下, 无此时有急事, 先行离开, 告辞。 交集下的国师, 连皇帝留在附近, 准备拦住国师的护卫都没有用, 只瞬息间, 国师便消失在了原地。 虽然国师已经老了, 但皇帝并不想与之闹的太将, 因此并未追赶而去。 坐在座位上, 手敲了下把手, 身后一个全身黑衣的蒙面, 出现在了前方, 恭敬行礼道, 陛下, 嗯, 怎样? 此时多少也是会紧张的, 这次孤注一掷, 全怪顾乐言油盐不尽。 回陛下, 我们的人全灭, 不过顾乐言也不行了, 甚至与魔族有关。 原本听到自己的人全灭, 皇帝还想发作, 但在知道顾乐言与魔族有关之后, 顿然畅快不已。 真是天助皇朝啊。 国师赶到的时候, 阵法已经完成, 顾乐言看向了国师。 他从出生到如今, 世人皆其他, 唯一便是巡夜还有师父对他最好, 他在他们身边体会到了从未体验过的暖意。 师父, 对不起, 辜负了他的期许。 阵法而过, 顾乐言及魔族护卫们直接被传送离开, 周围不见任何的踪迹。 江乐言此时若隐若现, 顾乐言消失, 他也即将维持不住。 满是轻蔑地看向故谎, 真的便是真的, 假的便是假的, 错把珍珠当云木。 你且等着。 玉眼龙族的人听着, 你们亏欠他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别忘了你们的祖训, 惩罚早晚会来。 话落, 江乐言彻底消失在了原地, 周围的人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玉眼龙族的人更是有些不明所以, 但玉眼老大在此时心里忍不住打鼓, 一直以来对祖训的担惊受怕都残留在心中。 此时江乐言的话, 犹如五雷轰顶, 再次惊醒, 盘旋在心头, 怎么都去不掉。 原本被前世记忆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巡叶, 在此时心中痛苦不堪, 下意识地看向前方。 天空大亮, 阵法从天而降, 已经极尽溃散的顾乐言出现在了巡叶的眼前, 那些魔族纷纷跪地。 看清前方的巡叶, 可是越擦越多, 心中顿然崩溃, 对不起, 对不起。 第292章, 灵魂有益。 看到这般的顾乐言, 巡叶惊地摔在了地上, 原本便因为记忆出现问题, 身体异常地虚弱, 如今更是直接支撑不住。 堂堂魔尊第一次这般难堪, 可他完全不在乎, 跌跌撞撞地朝着顾乐言而去。 此时阵法消散了, 顾乐言脚下竟然还有一道阵法维持着。 众人这才惊讶地发现, 纳阵法的特殊作用, 竟然起到了维持顾乐言神魂的作用, 使得他溃散得更加缓慢了。 快, 快换长老们过来。 魔族护卫们急忙赶了出去, 长老们各个能力出众, 无论阵法还是丹药都皆为强悍。 夫人, 坚持住好吗? 我让人救你, 我有办法救你, 坚持住。 顾乐言看向如今脸色苍白, 身上狼狈不已的巡叶, 相公, 你没事吧?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般的巡叶, 心里难过不已。 夫妻的节气契约令他们彼此感知到了对方的痛苦, 明白彼此心中如今有多么的难受。 相公, 答应我好好活着好吗? 此时巡叶竟然变得异常的冷静, 但心中的痛苦程度却是只有他们彼此才能够知道的。 手轻轻附上顾乐言的脸颊, 却又颤抖着不敢靠近, 生怕阵法破碎, 顾乐言就此消失。 妍妍, 告诉相公, 是谁害了你? 告诉相公好吗? 顾乐言眼里满是难过。 好, 我说, 相公你答应我, 若是复仇, 也要保护好自己, 我希望你好好的活着。 巡叶惨然一笑, 你不觉得你这样真的很残忍? 深吸了口气, 巡叶说道, 好, 我答应你。 顾乐言满含歉意, 我并非顾氏女, 是预演龙族丢失的女儿。 皇室当年换了我的灵脉与血脉, 如今更是与狗皇帝勾结准备一劳永逸。 皇室, 皇室, 顾家, 此时巡叶脸上满是阴沉, 以往无论谁都没办法看出他的心绪, 可如今这情况, 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相公, 皇室已死, 但预演龙族内, 何人所为, 我却是不知的。 此时长老们急忙赶到, 两人相望, 巡叶声音冷沉, 劣震。 再来之前, 众位长老都知道了具体的情况, 魔尊这一开口, 他们便知需要做什么。 在他们魔族, 有一种法觉, 能够令将死之人维持住神魂不灭, 这样的法觉对于他们来说代价微乎其微, 因此, 众人毫不犹豫地开始帮顾勒炎巩固神魂。 幸好当初江乐燕的阵法, 致使顾勒炎没有当场消散时间。 不然的话, 就他这般的情况, 估计连神魂都直接消散。 江乐燕来的时候, 周围魔族众长老们已经布好了阵, 看周围的情况, 江乐燕这才放下心来。 炫老, 当初顾勒炎是直接消散的, 还是被魔尊救回了? 之前没有他的存在事情是怎样的? 阴阳玄如今的记忆算是全部恢复了, 看向了场中的顾勒炎, 心中的满是难受。 他终于知道为何他以前记忆全无了, 顾勒炎当初在自己即将溃散的时候, 直接解气, 因为启用了天眼师最高术法, 召唤阵。 他想为主人多留一些存活的希望, 因此强制消耗了自己, 最后导致了碎炎。 主人, 存在便是必然, 并没有如果。 当初你也是出现了的。 对于这个结果, 江乐燕心中满是震惊, 但却也明白正是如此。 他能幸免于难吗? 其实江乐燕心中多少已经知道了答案, 但却吸迹着会有其他的结果出现。 若是幸免, 那帝都便不会变成血海。 阴阳玄深深地叹了口气, 声音悠悠, 带着无尽的忍耐, 无力赶袭来, 从来没有这般憋屈过。 良久, 阴阳玄说道, 主人, 你不是要寻找我的残骗吗? 刚在帝都那处, 阵法中顾乐燕便已经断绝了与我的契约, 我也在后来碎裂成两块。 江乐燕有些震惊, 顾乐燕这是心知自己必死无疑了吗? 当时他一心想着将顾乐燕送走, 抱着希望魔族能够救他的心思, 完全没有注意当时顾乐燕竟然直接与阴阳玄解气了。 虽然他最终的目的便是寻到阴阳玄残缺的另一部分, 知道他的具体位置到时便能够顺着这个路线寻到。 但如今他最是想知道的, 却是最终顾乐燕如何了。 站在屏障中, 江乐燕看着寻夜清净了所有可能, 却还是完全没办法救的顾乐燕。 最终顾乐燕的躯体还是消散了, 在消散的那一刻, 顾乐燕竟然化成了一只粉色的小龙, 疑惑地看着寻夜, 显然小龙的情况完全退化了所有的能力, 最终只能本能地蹭了蹭寻夜的脸颊, 表示轻逆。 寻夜爱怜地将其用灵力包裹, 随后取出一枚透明的圆球, 将小龙放进了圆球, 随后圆球变小, 寻夜将挂在手上, 随时可见。 江乐燕奇怪地问道, 系统, 正常人死后, 魂魄不都还是原来的模样吗? 怎么顾乐燕变成了这把? 因为, 他所处的世界完全没有听说过, 关于预掩龙族的一丁半点, 对于如今的情况, 他是疑惑的。 至于为何预掩龙族后来会消失不见, 或者直接隐藏起来, 不在现实, 这个还有待考究。 不过对于这样的情况, 江乐燕并不关心。 预掩龙族血脉中, 本来便有龙的血脉, 战斗力更是堪比龙族。 作为龙族的守护者, 他们得到好处的同时, 也便是像这般, 神魂与众不同, 其中的利弊皆在这里。 这样的顾乐燕更加让人难受, 想到他江家的族人有可能可以复活, 那么这位是不是同样也可以? 此时江乐燕已经忘记了, 深究为何顾乐燕的模样, 与他一模一样了。 甚至本命武器, 像阴阳玄这种高阶武器的, 很有可能会等待着主人转世重生后, 再另行起约。 他心中一心想着, 顾乐燕是否会被魔尊复活。 就这般死了, 真的太憋屈了。 明明人生轨迹, 都已经朝着好的方向走了, 可却还是在得到转机的时候死了, 贼老天不想让他好啊。 系统, 顾乐燕这般能够复活吗? 他记得系统, 当初可是提到过, 若是他凑够十个抽奖次数, 便能与他兑换族人们复活的方法, 是不是顾乐燕也能够复活? 正常人就魔族的秘法便能够, 但预演龙族比较费劲, 甚至可以说不能, 不然原本不用受那么多苦的, 还不是那位为了让顾乐燕有机会重生, 犯下了滔天大错。 第293章, 实在太漏了, 不能复活。 听到这个消息, 江乐燕心中万般难受, 顾乐燕的事让人异常地憋屈, 是因为神魂异常的原因, 所以不能复活吗? 是的, 就连转世投胎都很是艰难, 不过宿主放心, 顾乐燕有转世成, 这样便好, 他便放心了, 之前就已经知道, 魔尊曾经屠城过, 不然怎么会有救都还有帝都, 两都形成的双城之状, 却万万没想到, 这竟是复活顾乐燕的代价, 那些代价是那般的大。 在江乐燕沉思的过程中, 前方的画面突然换了, 此时的巡夜比往常更加的阴冷了。 以前的巡夜看上去完全不像是魔族中人, 更像是玄陵大陆上的修仙者, 先走间完全无人能够发现。 但如今的巡夜看上去沉冷异常, 犹如寒冰, 一看便觉得, 这人不同常人。 但这也仅是他看来而已, 魔尊的实力, 岂是寻常人能够辨认出的。 此时黄座下跪倒了一众魔族高层, 请尊上三思。 对于大家的不赞同, 巡夜并没有就此否定。 诸位不是一直有称霸大陆的雄心壮志吗? 何不借此机会呢? 至于我做什么, 你们便不用管了。 只需知道, 前路我定然为你们铺平。 只不过此事过, 你等便令举荐魔主吧。 听着巡夜如今, 就连声音都变得那般的沉冷。 江乐烟心中莫名有些难受, 这般大的改变。 爱到极致便是伤, 巡夜与顾乐炎才做了几年的道理, 迎接他们的却是天人永别。 尊上三思啊。 底下的人大部分都是从一开始便追随着巡夜的, 如今巡夜这般, 他们说什么也不会让他去的。 冲动之下做得是怕不理智, 攻打大陆他们不反对, 但他们希望魔尊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做出的决定。 我意已决, 你们下去做好准备。 巡夜脾气一向说什么便是什么, 更何况是如今这般的情况下, 谁人来劝也没用。 手下意识地抚摸着那颗粉色小龙魂魄七夕的透明小球, 眸子闪过伤痛。 这意识没想到他将它弄丢了, 若是这世间再也没有它的存在, 那活着还有还有什么意思? 残害无辜生灵是为大国。 可是人怜悯苍生, 又有谁来怜悯它呢? 最终, 帝国对炎炎的评判, 竟然是勾结魔族罪该万死。 当初, 想要寻回爱徒的国师不容他的徒弟被这般的诋毁, 可国师力量再强大, 也完全抵抗不过皇族与玉眼龙族的合力。 如今的国师大宪将至, 皇帝更是有让自己人取代国师之位的打算。 他让人调查了下, 才知道玉眼龙族那边一直是玉眼老大在捣鬼, 当初那个法阵便是他的。 想到这里, 巡夜吃笑一声, 玉眼龙族当家人还真是够废的, 竟然能够被蒙在鼓里那么多年。 如今, 玉眼龙族族长夫人甚至已经赶往帝都去看那所谓的女儿。 江乐烟站在屏障中, 看着魔族的人虽然嘴上说着不可操之过急地去攻打玄陵大陆, 但行动上却是一点也不慢。 他下意识地以为巡夜这是准备为顾乐烟报仇, 在他心中并不觉得有什么, 那些人该死。 有错便要为自己犯下的过错付出代价。 系统, 你知道顾乐烟什么时候去重生的吗? 看巡夜带主装着顾乐烟魂魄的玻璃球很有长期带着的意思, 因此江乐烟有了这般的好奇心。 快了, 系统并没有多说什么, 因为接下来巡夜便会为了复活顾乐烟做出一干事情。 画面再次转换, 江乐烟满是震惊地看向了周围的环境, 满目苍疑, 残骸四处, 听着四处悲凉的哀嚎, 苦苦的哀求声, 这是怎么回事啊? 江乐烟已经完全愣住了, 天空中烟红一片, 看着远处, 江乐烟心中有着一股不好的预感。 慌忙朝着红色的中心飞去, 四处一片荒芜, 人烟全无。 远远地便听到了人声, 此时江乐烟才看清周围的情况。 在那烟红的中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血池, 魔族中人正将抓到的人一个个都扔到了那个巨大的血池中。 血池中的阵法大亮, 天空中更加的洪亮了。 此时一道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御眼龙族的人定然不会饶过你的。 此时顾晃摔倒在地, 吓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而巨叶站在那, 浑身散发着魔气, 脸上毫无表情, 怎么不会饶过我? 我女儿是御眼龙族族长的女儿, 你杀了我, 她定然会为我报仇的。 顾晃原本以为这位怕了, 毕竟御眼龙族多年来一直与魔族众人作对, 杀得魔族族人众多。 巨叶冷哼, 你女儿, 是顾勒言还是顾诗云? 对于这当初一起杀害爷儿的罪魁祸首, 巨叶恨不得抽筋扒皮, 手中的肠边狠狠甩过。 啪的一声, 顾晃身上瞬间多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顾晃此时已经完全被吓傻了, 嘴上不住地喊着, 不, 你不能杀了我, 御眼龙族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尊上, 人已带到。 一名女子被扔在了地上, 魔族的护卫恭敬地站在一旁, 等待着魔尊的吩咐。 将乐烟细看之下, 发现地上那女子赫然便是顾诗云, 只一会儿顾诗云便醒了过来。 看见自己身处的环境, 看向那俊逸寒冷的男子, 有一瞬的震望。 因为听到那些人对此人的称呼, 顾诗云知道了这位便是所谓的魔尊。 虽然心中害怕, 但是想到自己有着御眼龙族那边的庇护, 心中的距异更是少了很多。 怎么? 魔尊是准备与我谈判? 魔族护卫直接将顾诗云踹倒在地, 满是轻蔑地道, 你也配。 这是这么多年来, 没有人敢这般对他, 因为有着御眼龙族的身份在。 顾诗云以为, 魔尊将他与父亲带过来, 是因为御眼龙族的身份才这般的, 并不会杀了他。 于是有恃无恐地道, 你竟敢踹我, 你给我等着。 如今的顾诗云, 体内脉象混乱地能够发挥出的灵力, 已经十分地有限。 姜乐颜完全没眼看着顾诗云的愚蠢模样, 死到临头了还敢这般, 真是彻底地服了, 忍不住跟系统吐槽道。 你说顾乐颜是怎么被这样的人残害的? 实在太漏了。 第294章, 而等怎敢? 系统暗自翻了的大白眼, 顾乐颜完全是被皇室跟皇帝社稷害死的, 跟这蠢女人毫无关系。 想了下, 系统继续道也不是没有关系, 唯一的关系便是顾诗云有个好娘, 处处为她想, 什么都替她做了。 姜乐颜有些无语的道, 真为她好会让顾诗云变成这般废物。 就那脉象, 即便没有寻业的复仇, 这位寿命也是有限, 修为上更是不会再有任何的存尽。 如今想要发出灵力更是艰难万分。 想不通这样的情况, 预演龙族那边的组长是眼瞎。 这般的情况竟然没有任何的怀疑。 系统凉凉地说道, 哦, 说不定是皇室为了自己才做下这一切的。 也是, 姜乐颜想到了皇室那人, 这个可能性确实更加的高。 预演龙族? 哼! 寻业轻烈一笑, 感知到了远处赶来的巨大动静, 明白那是预演龙族的人出动了。 预演龙族的人死后, 魂破化成龙身。 你是吗? 此时的寻业好像在玩着一件好玩的事, 他是玩家, 一切都是他的玩具一般。 看着顾诗云与顾皇脸上的惊慌, 心中的恨意更甚, 都是这些人, 他家炎炎才会受到那般的苦, 也都是因为这些人才会害死了他的顾乐颜。 为何死的不是这些人? 为何? 心中的愤恨家具, 手中的鞭子啪啪啪地响, 顾皇与顾诗云两人已经遍体鳞伤。 寻业不耐地看向了一旁的魔族护卫。 狗皇帝还没有寻到吗? 他定要那些人血债血偿。 天师府的人在那边帮忙阻拦, 需要费些时间。 寻业轻蔑一笑, 还真是蠢得可以。 这么多年狗皇帝为了自己的私利, 残害那么多天师府的人, 天师府竟然蠢到一点都没有察觉。 让颜氏将那些东西给他们看看。 虽然是临时决定攻打玄陵大陆的, 但魔族一直以来都准备着, 这些东西完全不惧。 是, 魔族护卫下去了, 过了不久江洛燕发现一大群人被带了过来, 那里面赫然全部是皇族中人, 就连老皇帝也在其中。 整个皇族都在这里面了吧。 寻业看见那些人并没有任何的耐心去应付他们, 直接挥了挥手道, 带过去, 优先处置。 魔尊的话, 无疑第一时间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可是那些人明显都被削了阴, 去了灵力, 犹如带宰的羔羊一般, 任人宰割。 江洛燕奇怪地问道, 寻业给了什么证据? 竟然这般快地, 便让天师府的人放弃了维护皇族。 对于宿主的傻瓜问题系统还是认真地回答道, 皇族这些年残害不少天师府的人, 那些证据令人惊悚。 纯王齿寒, 加上这么多年来, 皇族与天师府一直都是明面上的好而已, 那里早就矛盾深远。 江洛燕看向了皇族的那些人被带去血吃阵法那里, 悠悠地问道, 天师府的人放弃了维护皇族, 这么大动荡下天师府的人就不怕魔族是一个个慢慢地击破, 最终被开刀的便会是他们。 我猜, 最终这些人也死了。 他心中并没有多少怜悯之心, 自从来到这个记忆幻境, 他对这里的人便没有任何的好感, 好像谁都不无辜。 而顾乐颜其实或许不会死, 却因为妇人之人造成了最终的境地。 皇族的人一被带走, 玉眼龙族的人便已经冲破阻碍, 来到了境前。 巡夜, 劝你放弃接下来的一切行为。 玉眼龙族组长在最前方, 旁边是玉眼龙族老大, 另一边是玉眼龙族组长夫人, 此时正焦急地看向顾诗云, 见他无视松了口气。 希望你见到他, 还能如此平静地说出这般话。 巡夜对玉眼龙族的人嗤之以鼻。 而玉眼龙族老大心中更是有不好的预感。 透明的圆球出现在了巡夜的手中, 渐渐被放大。 底下一道阵法出现, 炎炎, 害了你的人谁也别想跑掉。 玉眼龙族的人在看见圆球中的那只粉色小龙魂破后, 纷纷大惊。 而敢杀我族人。 玉眼横一满是愤恨的提剑便想杀来, 一条巨型的银白色巨龙在天空中若隐若现。 呱躁。 巡夜手一挥, 玉眼横一直接飞出去, 摔在了地上,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 就连天空中探出头的巨龙也被巡夜扔向了血池。 这样的实力经住了所有人, 将恶烟问系统道, 巡夜既然这般厉害, 为何魔族中人却屡屡遭受玉眼龙族的追杀? 这样显得玉眼龙族很能是的。 而且那么多人都自动忽略了魔尊本身, 这样的魔尊, 魔族却没有提早实行称霸玄灵大陆的想法, 还是在魔后还未成长起来前被杀后才为复仇而起动。 巡夜是很厉害, 但他最近更厉害了。 因为什么原因系统没有明确的解释? 若是系统说了, 那么江乐烟必然会联想到他家苏叶巡的。 天空中风云涌动, 那黑漆漆的结云竟然出现在了玉眼龙族的上空。 这样的结云玉眼龙族的人最是熟悉, 因为那黑色的结云带着金色的惩戒之意, 那是他们玉眼龙族特有的惩罚雷结。 唯有出现了残害童族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的雷结竟然出现了。 这样不得不让人深思。 面对玉眼龙族等人的表情, 巡夜突然有些畅快的恶意感。 看向玉眼龙族族长跟其夫人, 声音空忧冷落寒霜。 你们可知他是谁? 在那粉色小龙魂魄出现的那一刻, 玉眼龙族族长与其夫人已经隐隐猜到了什么。 看向地上的顾诗云, 族长夫人整个人都疯狂了。 你为何要骗我? 为何要骗我? 玉眼龙族族长看着已经近乎疯了的夫人, 脸色非常的难看。 对于族长的表现, 巡夜非常的不满意。 看向了他, 好似还不够地提醒道, 哦, 他当初便是死在了你们的围攻之下。 而你, 他的亲生父亲就那样静静地看着。 族长猛然看向了巡夜, 脑海中忍不住浮现那被召化而来的女子最后说的话。 玉眼龙族的人听着, 你们亏欠他的不是不报时候味道, 别忘了你们的祖训, 惩罚早晚会来。 是那时候吗? 那便是他们真正的女儿吗? 玉眼族长身子晃了晃, 却让自己强自镇定, 大敌当前, 容不得他晕过去。 看向那圆球中的小龙魂魄, 还有不远处的顾晃与顾诗云。 声音愤怒不已, 而等怎敢? 说完一道掌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那两人拍了过去。 第295章 魔族士气高昂 顾晃大惊, 想要躲, 显然是来不及的。 而一旁的顾诗云更是没能反应过来, 直接被秒杀在当场。 死的不能再死的顾诗云, 灵魂飘荡在半空中一点变化也没有。 预演龙族族长 瞧见这情况, 心中了然。 他还道, 怎么一切那般的不对劲? 族长夫人在看见这样的情况, 也不疯了, 直接无声地哭了起来。 是你, 是你害了他是不是? 族长夫人指着寻夜, 好像找到了活下去的支柱一般, 看寻夜的眼神犹如仇人。 这般无脑的族长夫人, 寻夜觉得他家炎炎幸好不曾拥有, 不然该有多么的伤心被这般的对待。 寻夜看向站在那不说话的预演龙族族长, 瞧那模样, 至少这位是明白人。 誓语不是不是有你们预演龙族的评判雷杰吗? 寻夜也没准备跟他们多扯那些有的没的。 而此时天空中的雷杰已经酝酿得差不多了, 每个预演龙族魂魄中都会有一道保护的法阵, 害死他的弱势童族便会进行凶手审判, 是非过错都会在雷杰之下无所遁形。 预演龙族的老大看着天上的雷杰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样的雷杰对小辈们可能只是听说, 但对于他们这些老家伙们来说, 那是曾经亲眼瞧见过的。 看向那即将披落下来的雷杰, 预演龙族的老大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急忙取出应对的防护阵盘布阵。 所有族人在瞧见这般阵长哪有不明白的, 纷纷远离预演龙族老大, 退得远远的。 预演龙族的族长看着这样的荧幕怎么都无法接受, 从一开始便淡然无比, 如今却是在崩溃的边缘。 什么证据都没有惩罚雷杰, 挨得更加有说服力。 自己的亲哥哥竟然杀了他唯一的亲生女儿。 为什么? 他自问没有对不起这个哥哥, 可为何要这般? 预演龙族的老大, 见事情败露也不在庄温和老好人了, 直接愤恨地说道, 为什么? 你竟敢问我为什么? 当年你明明知道, 我是必要得到族长之位的, 可你呢? 就一招之差将族长之位抢走了。 我呢? 我怎么办? 这件事预演龙族长沉默, 他确实也有错, 但那是父亲要求的, 当年若是不应, 便不允许迎娶夫人。 负命难为, 他更是不想失去夫人。 但后来他即便是做了族长, 还是给了大哥非常大的权利, 这与族长没什么差别了。 殊不知, 正是他的纵容使得他大哥的贪婪更甚, 已经到了憎恨的程度。 可这又关我女儿什么事? 他自小便意外丢失, 好不容易找回来你去杀了她。 一想到当初自己的亲生女儿临死前看自己的那一眼, 心中的伤痛无法言语。 雷杰已经劈下来了, 预演龙族的老大无暇顾及其他, 专心地应对那惩罚雷杰。 这可不是普通的雷杰, 普通雷杰是完全不用顾虑的, 他们预演龙族抗雷程度不是一般人能及的, 但这惩罚雷杰却是不一样, 专门针对他们预演龙族的雷杰岂会那么容易。 预演龙族的老大不说话了, 巡夜却不会让他们那么轻易地过去, 看着那族长, 那你可知, 从一开始的丢失便是他的手笔。 这下子, 所有族人都震惊地看着雷杰之下的预演龙族老大, 预演横溢愈愤怒地吼道, 他说谎, 别忘了他是魔族, 魔族中人最是见不得我们好, 他这是在离间我们。 这是预演横溢最后的挣扎, 可这般的挣扎根本就毫无用处。 巡夜吃笑一声, 离间? 有必要吗? 那雷杰便是最好的证据。 随后温柔地看向手中的玻璃球, 里面的小龙在顾黄与顾诗云的身体死后, 体内的黑气便消了不少。 预演龙族死后, 要是有怨气, 必须得怨气全消后转世才好。 他希望他的炎炎转世后仍然无暇的。 下一世转生到好人家, 有父母的疼爱, 朋友的关怀, 不再如这一世, 这般如此的苦。 天空中的雷杰轰隆隆而下, 预演龙族中人自己最是清楚, 这般程度的惩罚雷杰定然是预演老大犯的过错太大, 才会这般。 此时所有人不再认为是魔族众人狡诈, 想要离间他们了。 看着预演老大在接受惩罚, 其他人远离了惩罚雷杰, 这样的雷杰并不会批错, 更不可能会波及到其他人, 因此众人毫不畏惧。 此时有人指向了寻夜手中的小龙呵斥道, 他即便是我族众人害死的, 但他勾结你等, 魔族本便该死。 寻夜眸子中闪过狠力, 对上他目光的那人被看得连连后退, 甚至心中满是惊惧。 这样的感觉太可怕了, 就好像下一秒他便会被凌迟了一般。 下一刻此人确实也直接结束了他的生命。 寻夜只站在那并没有任何的魔力波动, 预演龙族的那人便直接没了声息, 随后喷的一声直接扔进了血池成了里面的材料。 族人们大惊想要声讨魔尊寻夜, 众人举起了武器, 一条条龙从云层中隐隐而现。 这样壮观的场景令地下的人们纷纷看到了希望。 可惜即便是如此也无济于事。 死在雷劫下可惜了, 这是你欠他的。 画壁, 只见身在雷霆之中的预演龙族老大, 被寻夜一股魔气, 直接卷向了那豁大的血池。 血池阵法再次大亮, 天空中的烟红更加深了, 极尽将整座城的天空都覆盖。 我要杀了你。 预演横一在亲眼瞧见, 父亲死在血池阵法中时, 整个人都疯狂朝着寻夜攻击而去。 你也不可饶恕, 竟然那样看着他被那群人耗死。 你, 罪该万死。 就在寻夜朝着预演横一要动手的时候, 预演龙族的族长同时也出手了, 哥哥犯的错与他的子嗣无关, 更何况预演横一还是他从小看到大的。 看着他死, 他做不到。 被预演龙族族长这一档, 寻夜更加的不爽了, 直接越过了预演龙族族长, 魔气席卷, 预演横一直接被卷入了阵法, 连刚刚说顾了言死有余辜的族人也被寻夜一把扔进了血池。 他们所契约的龙族也一同入了血池。 一下子杀了几名预演龙族的人, 甚至他们的契约龙族也一同被灭。 还是魔尊那般好似不费吹灰之力, 瞬息变成事实, 魔族众人的士气空前的高昂。 第296章 神魂玻璃 魔族们遵循着魔尊的命令, 将一个个带到的人都扔进了血色法阵, 特别是顾家与皇族, 那些月是该死, 当初欺负过顾乐颜的人一个也没跑掉。 可也就是这样, 屏障中的江乐烟清楚地看到, 每扔一个人, 那法阵中便会透露出一道黑色气息在寻夜身上。 那是因果。 要知道, 无缘无故滥杀会有因果的。 要是对方是坏人, 那倒还好。 若是对方身上伏得太重, 那因果必然大。 寻夜这般行为, 是将所有因果都自己扛下了吗? 是因果。 这也是唯一能让顾乐颜转世的方法, 预演龙族可以说没有来世。 系统的解释令江乐烟顿时心里一阵难受。 之前你不是说只是不能重生而已吗? 怎么现在变成没有来世了? 因为你就问了重生, 他也确实转世了。 寻夜牺牲了自己, 让他获得了转世的机会。 实际上预演龙族得天独厚, 而那般的灵魂只有渐渐消散时间的。 因此, 为了保护族人才有了那样的惩罚审判雷杰。 预演龙族的人更是极少出现在世间。 寻夜清冷的眸子看向了预演龙族的族长。 你还想阻止我? 这是预演红旗第一次这般纠结, 女儿有机会转世了。 所有的因果都被魔尊丹下了。 来生, 他定然能够降生在一个和美帝家庭, 平安喜乐。 可这又是用血海对话而来的机会。 他的责任感告诉他, 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样, 预演红旗正在那没有动作。 此时寻夜的阵法已经极尽完成。 预演龙族的其他人可没有预演红旗的顾虑, 看着族人被杀, 一向团结的预演龙族众人见族长这般, 心知其心思。 但再这样下去, 不止帝都, 整个玄陵大陆都要遭殃了。 魔尊的目的是复活孤乐颜, 其中缘由无人知, 但魔族一向狡诈。 如今进入玄陵大陆的魔族大军, 可是不计其数。 魔族的其他人更是杀人不眨眼。 族长, 您下令吧。 你就看着玄陵大陆生灵涂炭吗? 是啊。 族长。 所有族人都在劝他, 预演红旗站在那没有任何动静, 望向底下不断地哀嚎声, 最后还是天下苍生占了上风。 预演红旗的夫人看出了她的想法, 急忙看向魔尊寻夜, 是不是这样她便能转世? 是。 虽然这人让人厌烦, 但看到预演龙族内斗, 心里还是蛮乐意的。 预演红旗看向了自家夫人, 隐隐有着猜测, 连忙呵斥道, 闭嘴。 见被丈夫看穿, 预演红旗的夫人直接问道, 我来填了那血海, 自愿地对于她转世必然有好处, 这样更快。 夫人的决定震惊了所有人, 就连巡夜也有些惊讶, 预演红旗怒道, 你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 你死了我怎么办? 齐哥, 你就成全我吧。 从孩子失踪开始, 我就整日活在自责当中, 如今才知道她遭受了怎么样的痛苦, 一切缘由过错, 我们也有份, 你就让我赎罪吧。 这样每天活着, 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预演红旗夫人的声泪俱下, 并没有说服她, 此时她更加激动了。 你若跳下去, 我便也跟着跳下去。 你活着, 至少可以带到她转世, 再好好补偿她, 把这一世缺少的爱全部补给她。 族长情急之下说出来的话, 令周围的人吸了口凉气。 族长! 巡夜没有理会那些人的争执, 魔族的人仍然抓着人, 朝着血池中扔去, 血震越来越亮, 此时巡夜整个人周身的黑气异常地浓厚。 预演龙族的人, 已经完全顾不上族长夫妇了, 因为魔尊巡夜刚的大显身手, 他们也不朝着魔尊下手, 所过之处便有无数魔族死在旗下。 一场双向虐杀就此展开, 只不过有巡夜在, 预演龙族的人注定要糟糕。 魔契所过之处那些人全部被卷入了血震当中, 预演龙族的人越来越少了, 预演红旗再也待不住了, 起身准备去阻止巡夜, 可却被自己的夫人给拉住了。 夫人, 族人有难, 我必须去。 你走了,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眼看着阵法即将大成, 她绝对不会让这一切功亏一篑。 反正事情已经造成了, 就让她的女儿去转世。 天下苍生大义什么的, 如今均与她无关, 她只是个母亲而已。 一个亏欠孩子多年自私的母亲。 将预演看向了场中的纠葛, 心中万般的纠结。 顾预演这个生母, 要说一开始她是不喜欢的, 但如今对她却是异常的复杂。 显然如今已然不需要族长与其夫人的牺牲, 甚至阻止了, 在几个预演龙族跟几条龙填入血震之后, 巡夜不想再等下了, 直接将周围所有被带过来的阶下球全部扔进了血震。 漫天的红, 中央突然破开了一道口子, 一道金色的光芒从天而降, 带着无上的生机。 在那道转世之门下来的时候, 原本冰冷异常的巡夜, 看上去整个人都变得异常的柔和。 取出那玻璃小球, 用灵力包裹, 将身上怨气以消除干净的粉色小龙魂魄取了出来。 炎炎, 望你来生平安喜乐, 安然顺遂。 这样的场景江乐烟看着竟然不自觉地落下了泪, 可随后巡夜满身冷汗的模样, 神魂发生震荡的情况, 却又令他满是不可置信。 系统, 他这是生包神魂吗? 是。 魔尊巡夜竟然是如此这般的性情中人, 要知道, 分离了神魂若是一个不好, 终生别想好了。 更何况, 如今他身处的情况, 随时都有可能直接陨落。 一旦分离, 那修为也是绝对大打折扣的。 下意识的, 江乐烟忍不住喃喃出声, 他为何要这般做? 为何? 系统也无奈, 正因为这位生包了神魂, 又承载下了所有的罪责, 因此用了数十万年去历经磨难洗脱罪面。 用数十万年的不能相见, 换来今生的再续前缘。 即便对方忘记了虔诚, 也在所不惜。 因为他的神魂能够护着顾乐烟安然无虑地走过转世之门, 确保他的转世是有效的。 泪已模糊了他的双眸, 看着巡夜的背影, 不知为何江乐烟脑海中出现了苏叶寻的身影。 此时心中特别地想苏叶寻, 此间的分别, 好像分别了数十万年一般, 久到让人窒息。 第297章 死至浓郁 巡夜虽是魔尊, 但其神魂却是金色的, 那程度甚至比真正的正牌人士还要明亮, 神魂越是昏暗, 便证明此人的罪孽越加深重。 在那金色神魂包裹着粉色小龙魂破, 顺着光芒飞向天际时, 望着粉色小龙魂消失在天际, 巡夜彻底地放松了下来。 血震也随之慢慢地消散, 地上残留着一堆堆的枯骨, 看上去荒芜可不。 玉眼红旗站在那看向消失的粉色小龙, 心中莫名一松。 但看着那满目残骸, 玉眼龙族的责任感袭击而上, 放开了自家夫人, 看向了巡夜, 事情已了, 还请魔尊带领属下返回魔界, 否则休怪我等不客气。 玉眼龙族此次过来的, 已经所剩无几, 族长的不作为, 使得他们族人损失惨重, 说恨他们, 却是也恨不起来, 魔尊的实力, 他们都是知道的, 估计族长上, 也是直接被扔进血震的下场。 此时所有人都严阵以待, 准备围攻魔族。 刚魔尊分离神魂的情况, 众人可是都看见的, 这样的魔尊, 他们不幸还灭不了。 可他们哪知, 巡夜虽然神魂分了一半, 但因为戾气太重, 血震结束, 但对于魔族来说, 却是无上的养料。 玉眼龙族的人一起上, 也全然不是他的对手。 这次玉眼龙族的人, 也学聪明了, 并没有奋不顾身的上前, 见敌不过, 纷纷退了回去等待时机。 浑身透着魔气的巡夜, 此时嘴唇都变成了黑色。 在顾勒岩死后, 瞬息之间变成白色的头发, 也在此时变回了黑色, 黑得异常的诡异。 江勒岩原本以为, 自己身在顾勒岩的记忆中, 但顾勒岩已经转世去了, 自己却还能够看到这里面的一切, 心中虽怪异, 但不知为何, 却不忍退出幻境。 看着大开杀戒的巡夜, 他心中莫名地很是心疼, 他想看看他最后怎么了, 即便知道他被封印了, 心中还是期待有意外出现, 这样的心情, 毫无理由地占据了他的心间。 魔君肆虐着玄灵大陆上的所有生灵, 魔尊的强大, 使得玄灵大陆损失惨重。 世人皆看到了巡夜的阴狠, 可在江勒烟看来, 却是巡夜在失去顾勒岩之后恨极了, 所以恨不得毁了整个玄灵大陆, 甚至他自己也不想活了, 如今只有用这种方式释放自己, 麻痹自己。 在魔器的影响下, 巡夜到最后, 甚至在其中得到无上快感。 最后, 国师强撑着病体来到了巡夜的面前。 你是炎炎的师父, 我不杀你。 巡夜变得阴冷的眸子看着国师, 那模样好似在极力地忍耐着什么。 我不劝你不杀苍生, 但炎炎还需要你。 你不希望下意识他好好的与你另一道魂魄能一起吗? 国师的话令巡夜震住了, 嘴上呢喃道, 下意识。 巡夜眸子瞬间有了光, 你能算出炎什么时候转世? 转世在哪里? 可以。 国师点了点头说道, 转世后会有一难, 现在整个玄灵大陆都快被你魔族移为平地了, 正是好布置的时候, 但在帮你做这些事情的前提下, 有一个条件。 魔族的首领们站在一旁防备地看向国师, 要是其他事情, 他们都会极尽地禁言, 但如今却是都站在那一动不动。 明明知道, 这奸诈的老家伙是过来谈判的, 定然会说出他们无法接受的要求, 可遵上这段时间以来的情况, 他们宁愿像以前一样先在魔族之地发展, 待一切准备妥当了再进攻。 说。 巡夜心里非常的清楚国师可能说出来的条件, 但他如今已经无所谓了。 我要你们魔族退出玄灵大陆, 两方签订契约, 几年内不再发生征战, 只先魔战场上决胜负, 事情结束后你甘愿被封印。 即便心中担心着顾乐眼转世后的情况, 但国师提出这样的条件却是过了的。 要知道, 如今魔族战火差不多席卷了整个玄灵大陆, 魔族势如破竹, 迎面比修仙者高出了不知道多少。 这要是退回去, 无疑对魔族的打击是巨大的。 他即便答应, 魔族众人也不会答应, 更何况是将他封印。 你觉得你这样的条件可能吗? 国师笑道, 你会答应的。 江乐眼眼前再次一黑, 他看到了预演龙族的族长夫人找到了国师, 询问他顾乐眼的转世, 他希望能够守护他。 你用什么守护? 我关你兽术有限, 乐眼这般投胎的时间上必然有些限制。 我兽术是有限, 但龙族能活的时间却能很长。 龙族在世间的兽术横远, 让他的龙护者却是能够, 或者从现在开始寻找炎儿的本命龙, 这样便能够守护他了。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安排, 但却不能算出他具体的转世时间, 一切只能靠时间来安排。 之后画面再次转变, 江乐眼完全没有时间, 想为何国师每次出现在谈条件的时候, 他都看不到了。 在瞧见眼前的近况后, 他心中不知为何异常地难受。 甚至恨不得, 若是能够向顾乐眼那时, 能够亲自现身去帮忙, 那该多好。 只见寻夜整个人虚弱地跌坐在地上, 周围站满了叙事待发的修仙人士, 一个个称自己是正义的, 只为除魔味道。 江乐眼奇怪找了下, 为何周围一个魔族都没有? 若是魔族那些人都在, 哪轮得到这些人来围攻寻夜? 看他那情况, 完全不像是被围攻之后, 耗尽魔器所造成的。 就这些人, 要是以前估计都不够他塞牙缝的。 突然江乐眼想到了, 国师之前寻到寻夜, 想要与之谈判。 系统, 寻夜这般, 是不是答应了国师的条件造成呢? 以寻夜的能力, 还有如今整个玄陵大陆的沦陷程度, 估计被魔族一统天下, 都有可能的。 魔族众人竟然就这样同意了? 是。 寻夜如今的情况许是没有了活下去的念头了, 瞧他那样记忆, 估计恢复得差不多, 是准备带着这部分被魔器沾染的神魂, 直接消亡吗? 杀了那么多人造成的魔器, 不是轻易便能够消散的。 以他的实力, 就那部分好的神魂, 回到天外天, 也是无虑的。 可走天道, 接受传承, 便是万万不能的。 这样的情况, 他绝对不允许发生。 如今唯一的办法, 便只能宿主来完成了。 叮! 承仙承魔一念之间, 请宿主拯救寻夜, 令其有活下去的意志, 成功奖励一次抽奖机会。 这般的任务, 让江乐烟瞬间震了下。 第298章, 可还记得魔灵珠? 我要是救他, 也得能够进得去啊。 还有, 魔尊寻夜不是被封印在了幽明大陆吗? 这我还能救? 他心里也是相救的, 但之前进入是顾乐烟耗尽寿命, 利用震盘才能够让他进去的。 修为上还瞬间提升了那么多。 如今他怎么进去? 用阴阳悬震盘。 你这个震盘比较特殊, 能够将你带进去并且毫发无损地回来。 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要寻夜消了死至, 即便仍然是被封印在幽明大陆, 也是可以的, 只要不死便成。 江乐烟压抑地看向寻夜, 如今的寻夜看上去虽然没什么, 但他听了系统的话仔细叹了下, 确实感觉到了那股浓郁的死质, 心里大害。 可我这样的修为会不会是去送菜的? 还有阴阳悬如今不是缺失了一半吗? 能行, 即便希望救寻夜, 但他也怕自己回不来。 不知道为何, 每次看到寻夜他便不自觉地想起他家苏夜巡, 若是让他进去了, 死在里面, 那他家苏夜巡该有多么的伤心啊? 如今他最担心的便是回不来。 能行, 没关系的, 此时幻境的所在地便是阴阳悬另一半当年遗落的附近, 你运转了阴阳悬, 另一半也能够跟着运转。 再说了, 你这不是还有我吗? 我既然能够将你从另一个世界带回来, 便也能从那边将你带回来。 系统下的最后杀手锏, 让江乐烟瞬间抓住了其中的关键点, 带回来。 你意思是说我原本便属于这个世界, 而不是你带我穿越而来, 重生在江家。 之前的十几年也不是记忆忘记了。 其实, 只是系统突然说到它, 还是好奇的。 是, 你原本便属于这个世界, 只不过转世到了那个世界而已。 这具躯体本来便是你的, 没有什么原先魂魄, 一切都是在等你觉醒。 系统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再多说下去, 宿主便什么都知道了, 还是一步步来得好。 我只说这么多, 好了, 你该出发了, 再晚一些那位, 恐怕就要完了。 江乐烟也没再废话, 检查了下身上的东西, 正好他的空间里有不少之前红艳师傅传承留下来的, 里面有不少魔族的补元丹, 对寻业此时正好有用。 怎么进去? 虽然, 原本他最开始学的是天眼之术, 但这种召唤穿梭的方法他并不知道。 对了, 我这次过去, 该不会也是消耗我的寿命吧? 顾乐烟便是消耗寿命召唤的。 不会的, 因为你有我在, 你只需要人过去好好完成任务便可以, 我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损伤。 若是有个万一, 他定然会被那位抽筋扒皮的。 你只需要告诉阴阳玄便可, 他会自己操控。 这样, 他倒是能够腾出手来, 等下便不用分神去操控了。 炫狼, 拜托你了。 放心, 主人, 交给我吧。 当初若是也有主人体内这位的存在, 估计他原主人便不会那般死了。 不过世间是没有如果的事。 如今有那位的相助, 他完全能够保证主人来去毫无问题, 并且不会有任何的损伤。 一道源源不断的金色天眼之气, 输送到了阴阳玄的身上。 此时阴阳玄漂浮在了半空中, 围绕着姜乐烟旋转了起来, 姜乐烟只觉得自己眼前大亮, 周围的环境转眼变了。 四周因为姜乐烟的突然出现, 瞬间安静了下来。 这一场灾难初始, 谁都知道是因为什么, 那位国师最小的徒弟, 甚至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国师的女子, 在祈福大典上, 大家是都见到过的。 如今, 这位竟然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 是谁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此时的状况是, 所有人已将魔尊包围, 但魔尊的威力众人还不大敢一拥而上, 准备带那封印阵法形成, 再进行下一步, 务必一次性将它留下, 封印起来以后慢慢消磨再除掉。 坐在地上清冷异常的巡夜, 在姜乐烟出现之后, 也震住了, 猛地站起来, 却因为之前分离神魂, 没有得到好好的修复, 体内残破不堪, 再次跌坐在了地上, 嘴上扯出一抹异常欣慰的笑容, 眼儿, 你转世成功了, 真好, 一起都值了。 姜乐烟这次过来, 最重要的任务, 便是消除魔尊巡夜的死制, 瞧着他这副虚弱的模样, 急忙从空间内取出丹药瓶子, 塞进了魔尊巡夜的怀中, 吃下去, 磨死了。 作为强大的阵法师, 姜乐烟是能够感知到附近阵法波动的, 瞧着那阵法异常的凶狠, 这是准备直接将魔尊巡夜留下来的意思啊。 眼儿, 你走吧。 乖。 巡夜的话, 姜乐烟知道, 这位还是抱着必死的心, 他也顾不上许多了, 说, 你跟国师的交易, 是不是事后你留下来接受封印? 不然要是正常情况, 他根顾乐烟那么的像, 他此时又凭空出现在他面前, 这不应该还是这样的想法。 在江乐烟出现的那一刻, 巡夜便看出来了, 他是炎儿, 能再次见到他, 他心中已经满足了。 国师说的也没错, 他不应该用这充满魔器的躯体, 在影响炎。 只有这部分神魂消失, 另一部分才能够强大起来, 到时, 另一半神魂, 便能够无虑地跟炎儿相伴一声了。 炎儿, 你走好吗? 你已经转世, 这里的一切已经与你无关。 能再见到你我已经知足了。 对于巡夜的油盐, 不禁江乐烟怒了, 知什么足? 走什么走? 告诉你, 我不是顾乐烟, 你还是留着命, 好好等着他吧。 虽然江乐烟这般说, 但巡夜却笑了, 小丫头他能看到魂魄, 他便是他, 即便在此狡辩也是无用的。 不过这般张牙舞爪的炎言, 反倒鲜活了许多, 证明这一世炎言过得不错。 殊不知江乐烟的脾性, 是后来师兄师姐, 还有苏叶寻宠出来的, 不搅柔造作, 谁惹了他, 却也必然报复回去。 系统, 怎么办? 这情况我是劝不动的。 如今, 以我练须境大圆满的境界, 肯定是突围不了, 这满是大能的围攻。 要死, 他的阵法倒是勉勉强强, 可这位若真的答应了国师事后接受封印, 那么一切便很难。 此时系统心中了然, 突然一道想法浮现, 若是那般, 这位定然放心不下。 宿主还记得你, 体内的魔灵珠吗? 灵力通过魔灵珠转化, 加上有我在, 你便能够将灵力转为魔器, 修为提上许多, 超过这里所有人的存在, 定然是没问题的, 安全完全无虑。 再则, 唯有你用魔器在寻液体内设下结界, 才能够保证, 他的魂魄在这些人的封印下不受损。 此时越说, 系统心中越想为自己点个赞, 寻液若是发现宿主也魔化那, 定然是不会放心的, 既然不放心了怎么还甘愿去死, 定然是死不成的。 第299章, 哪年生, 对于系统的搜主一江乐烟并没有立马答应下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可不想来一趟我就沉没回去了。 有也不能说, 系统解释道, 放心, 你忘记魔灵珠的作用啊, 保证你用完之后体内毫无残留。 而且, 此时寻液以为你便是顾乐颜的转世, 要是他见到你入魔, 还舍得死吗? 怕宿主不答应, 系统这次也是拼了。 你能救离便救离, 不能的话就让他封印在魔族之地安然沉睡, 这样你的任务便算完成。 由于任务难度提升, 增加奖励一次成长大礼包。 系统突然这般大放, 倒让江乐烟有些意想不到, 魔灵珠已经契约那么久了, 什么功用他也已经摸清, 只不过以前没用过, 倒是一时给忘了, 况且, 这种东西还是有一定风险性的。 周围玄灵大陆的大能们, 见那与顾乐烟长得非常相似的女子, 好像在劝魔尊离开, 顿时大吉。 魔尊, 你难道忘记与国师的约定了吗? 你别忘了那天道誓言, 若是你违约, 那么一切将不成立。 寻夜身上因为江乐烟的出现, 变得温和的冷意瞬间再起。 我既然答应的是, 便不会反悔。 这就很是糟糕, 系统, 现如今, 我只能按照历史, 保住寻夜的灵魂安然, 连同躯体被封印在魔界。 他此时也没有排斥利用魔灵珠化魔了, 以寻夜的情况, 他确实唯有魔器辅助, 才能保证他的魂魄不被伤到。 原本想要极尽救他的心, 也因为此时的油盐不尽改变了策略。 行, 只要你能让寻夜的魂魄安然, 按照你知道的历史发展, 那便判定你的任务完成。 系统一答应, 江乐烟便闭上了眼睛, 运转灵力从魔灵珠而过。 寻夜原本还以为, 在他说出那句话后, 小丫头会说点什么的, 可这一点动静也没有, 看向江乐烟, 这不看还好, 一看直直要把他吓死。 此时周围的人都感知到了, 江乐烟体内的修为正迅速地攀升着, 可那不断外溢的魔器却异样地反常。 停下! 魔灵珠的存在, 即便是身为魔尊的寻夜也瞒过了。 此时他非常震惊, 为何小丫头刚刚明明好好的, 此时竟然瞬间化魔了。 周围所有正道人士纷纷大惊, 严正以待准备应对突变, 那边的阵法也在紧急地布置着, 那女子身上攀升的魔器越来越让他们心惊, 该不会又是一个魔尊寻夜吧? 难道天要王他们玄灵大陆? 寻夜竟然没看出来魔灵珠的存在, 还是令江乐烟心中欢喜的, 这还真是好东西。 宿主还请速战速决, 毕竟是进入到另一世界, 若是停留太久即便他能够保证平安无事, 但回去定然会有点小后一正。 被系统这一提醒, 江乐烟瞬间睁开了眼睛, 此时的他黑发飞扬, 唇色异常的妖艳, 俄计出现一道诡异的图纹, 却又异常的好看。 周身魔气弥漫, 就连眼神也变得冰冷。 转头认真地看向了寻夜, 你确定不走? 寻夜没有立马回答江乐烟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你姓什么? 江乐烟被问得莫名其妙, 但还是回答道, 江。 得到答案后, 寻夜笑了, 笑得非常地好看。 书星, 好似下了什么重大的决定, 那我便不能走。 国师的话是对的, 他没骗他。 江乐烟虽然疑惑, 但知道自己没办法在这里待太久, 因此问道, 必须接受封印。 是, 看这样的小丫头, 寻夜突然又不想死了, 若是他也成魔了, 世人还能否容得下他? 另一个魂魄是否会如这一世一般待他? 声音好像在右轰着, 眼儿, 你告诉相公, 你怎么入魔了? 是哪里出了错? 他那些安排明明能够令他好好的, 即便天外天开启, 也不会有这般的情况出现。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寻夜绞尽脑子, 可却怎么也想不出。 江乐烟并没有回答寻夜的话, 而是直接了当地说道, 既然你不愿离开, 必须接受封印, 那便好好的封印在体内吧。 什么时候能破开我的封印了? 再来问为什么? 话必, 江乐烟直接召唤出了罗伏笔, 整个笔身的光芒, 也随着江乐烟体内灵气的改变, 变成了黑色。 既然能够跟着改变, 但有这样的伪装还是令他兴奋的。 手中罗伏笔浮向了天空, 如今的修为足够让他布下一个巨型的大阵了。 黑色巨型阵法再次渐渐地形成, 玄陵大陆的那些大能也试图想要破了那阵法。 可惜无能为力, 足以证明这阵法是多么的强大。 如此大杀阵若是形成, 定然堪比当初的血阵。 这般的情况下, 玄陵大陆的人纷纷一副天药王的表情。 寻夜在此时也急了, 言二, 停下, 莫要大开杀箭, 那因果会让你万劫不复的。 一切都失控了, 寻夜再也顾不上许多, 嘴上塞了补灵丹, 直接上前想要阻止他接下来的动作。 江乐烟早就算计好了的, 在寻夜靠近的时候, 手中一道魔器凝结而出的阵法, 直接朝着寻夜身上打去。 接二连三的阵法, 直接将寻夜魂魄, 牢牢地困在了躯体内, 甚至隐隐有着滋养神魂的作用在。 玄陵大陆的那个阵法, 是本着杀死他的目的, 若是寻夜逃过了封印, 也逃不掉他们所说的天道惩罚。 神魂缺失的寻夜实力定然也受到影响, 在天道惩罚与玄陵大陆大能的追杀情况下, 还不如默默接受封印, 暗地里慢慢温养神魂。 好好待着, 什么时候破开封印了再出来? 说完, 江乐烟专心地凝结着天上的大阵, 众人发现, 此时他们没办法靠近魔尊与那女子, 但并不影响那封印阵法的布置。 上百名阵法师以一人主导, 绘制出的阵法隐隐有即将形成的趋势, 担心魔尊不遵守约定被封印, 众人加快了速度。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在天上阵法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封印大阵也凝结得更加的快速了。 已经差不多恢复记忆的寻夜, 此时看出了江乐烟的意图, 心中是欢喜, 却又满是担忧。 如今唯一让他担心的便是小丫头为何成魔了? 要知道, 在玄陵大陆, 正常人都不会想着入魔, 除非是遇到了什么事。 另一种可能便是心性问题, 但这点对于小丫头来说定然是不可能的。 沉睡也好, 待到时再出来看看小丫头的情况, 达到了她的目的, 也让她安心些, 其他的待以后再考虑了。 如今小丫头的意思是, 绝技不会说出点什么的。 你是哪年出生的? 距离如今多久了? 江乐烟被寻夜问得有些莫名, 但很快便明白了她的意思。 这位还真把她当成了顾乐延的转世了。 第三百章, 相差甚远。 不知道。 好几万年? 十几万年? 不清楚。 江乐烟确实不知道, 况且, 因为与系统的计划, 便是让寻夜误以为她便是顾乐延的转世, 还入了魔, 她如今一丁点信息都不能透露, 即便知道也不能说。 只能看寻夜跟顾乐延的缘分了。 有缘她出来, 自然能够遇上, 无缘出来了, 估计苦苦寻找, 也无济于事。 寻夜也不追着问。 而是认真的看着江乐烟, 生怕错过她的表情, 那你会来看我吗? 等待她的结果便是封印, 她愿意等她, 只要她来, 她便能感知到。 看情况。 这情况, 护族古术要魔族禁地的魔尊躯体是彻底不可能了, 要真到去给护族古术古罗那老家伙当养料, 她心里一想到便心里不舒坦。 因此, 这计划彻底泡汤。 索性系统当初说过, 十次抽奖机会换救制族人的方法, 如今, 她只能努力赞奖力了。 寻夜脸上带笑, 并没有生气。 而是继续温声说道, 我听话待在封印里好好地不死, 你可不可以留一样东西, 给我做念想。 江乐烟心里非常地抓狂, 她当初怎么想的? 怎么一直想着过来救她? 她要是真将私人物品给了她, 心里上她总感觉做了对不起她家苏叶寻的行为。 因此, 江乐烟无声地拒绝了, 手中的动作加快了, 天上的大阵已经临近尾声。 还真是狠心呢, 已经知道小丫头准备做什么了, 寻夜便安然地站在那整个人都放松了, 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人儿, 希望牢牢地记住她的模样, 未来的日子, 她估计就靠这个记忆活着了。 见证法差不多了, 寻夜此时动了, 灵力微微浮动, 带走了江乐烟一缕头发, 而此时, 她的一缕头发也随之而落, 两股发丝缠绕在一起, 绑在了寻夜的手上。 瞧那稳固的模样, 估计真刀真枪的, 上都不一定能斩落。 江乐烟瞧着这情况气炸了, 你, 你, 愣是半天也说不出一句, 此时阵法正是关键的时候, 江乐烟完全抽不开身去, 看着生气的小丫头, 寻夜心情莫名得很好, 这般你便回来看我了吧, 原本想着这部分神魂就此逝去, 可在看到她的时候, 她忍不住想要更多, 甚至想要将她留下来陪她, 这次她死至没了, 期待着小丫头再出现, 即便带着她一起入万劫不复, 她也在所不惜, 地上的阵法在城的那一瞬天上, 江乐烟不得阵法也在同一时间完成, 燕儿, 回吧, 好好的, 画壁, 寻夜一点也没反抗地, 直接被阵法束缚下闭上了双眸, 阵法更是带着她透过空间缝隙, 直接消失不见, 江乐烟知道这是直接传送到了魔界了, 原本她是想要确认安全无虑的, 但确实过来太久了, 她得赶忙回去, 炫了, 我们也回去了, 是的主人, 众人严正以待, 想要对付江乐烟的时候, 发现对方也直接原地消失了, 而负责封印的阵法师们, 诧异地发现, 那阵法还在, 并且封印魔尊封印得好好的, 多年的探查之后, 玄陵大陆的人才发现, 封印竟然带着魔尊回到了魔族, 如今想要杀了她更是不可能了, 因为那阵法即是封印阵法的同时也是防护阵法, 谁也伤不到魔尊一根毫毛, 无奈之下, 玄陵大陆的大能们, 只能选择定期隔空加固封印, 避免封印漠了, 魔尊被放出来, 到时玄陵大陆又晚了, 江乐烟再次醒来发现那屏障消失了, 而她躺在了一处废墟中, 周围有残骸, 荒凉极了, 猛地站了起来, 差点没被自己的动作给再次整晕过去, 系统, 你来解释解释, 为何我如今这般虚弱, 都快见风就倒了, 宿主放心, 你只是太虚了, 补补便好了, 多吃些好吃的, 系统贼兮兮地急忙解释道, 这样的结果甚好, 甚好, 只要那位存活下来了, 那她便有办法去除她那些果, 当然还是得鞭策宿主, 努力完成任务了, 江乐烟也只是刚一开始没反应过来, 现在休息好了, 自己探查了下身体的状态, 确实如系统说的, 只是身体虚弱了些, 之前担心的魔器残留, 寿命有损之类的, 全部没发生, 定, 承仙承魔一念之间, 拯救魔尊寻业, 令其有活下去的意志, 任务完成, 奖励成长礼包一个, 抽奖次数一次, 宿主供计成长礼包一个, 抽奖次数两次, 是否使用, 江乐烟从空间里取出吃的, 席地而坐, 即便是荒凉的环境, 与骷髅相伴, 她也吃得异常的香甜, 不使用, 她现在可是要攒着换救族人的办法, 若是用了这解救办法, 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兑换了, 休息好了, 江乐烟站起身, 仔细观察起了周围的环境, 虽然岁月影响, 变得破旧不堪, 但还是能够看出, 当年帝都的原貌, 因为血震的原因, 远处那骷髅高山, 仍然还在, 若是以前江乐烟看见了这般的场景, 心中定然多少会害怕的, 但在幻境中, 看着一切的经过, 突然不怕了, 炫老, 能感知到你缺失的另一半位置吗? 近来里面主要的任务, 便是寻得阴阳玄的残缺部分, 她记得当初阴阳玄说, 顾乐烟在离开之前, 便已经与她解除了契约, 当初碎成了两块, 另一块应该离得不远, 不然, 系统也不会说的另一块, 也能够帮助她, 进入幻境就寻业, 主人, 便是在这附近, 这便令江乐烟有些奇怪了, 就当初顾乐烟遇害的地方, 距离帝都, 可是有一段距离的, 这距离可不短, 怎么在附近? 召唤初飞雨剑, 在附近溜达了一圈, 都没有发现什么, 时过境迁, 当年的帝都变成废墟之后, 实际只有血阵, 还有极其附近被封印了起来, 其他地方都另外重建了, 当年的帝都, 也变成了如今的旧都, 专门供玄天大笔使用, 不对啊, 炫老, 当年的顾乐烟被害的地方, 还有巡夜被封印的地方, 两处完全是不同的地方, 有人先一步找到你另一部分了, 不然那两处地方相差甚远, 怎么联系到一块的?